第一章,回到过去 来到这个年代,差不多已经十年,是该做点什么了 一名看上去十来岁的小男孩,嘴里叼着一根青草 躺在前门篓子的城墙上,翘着二郎腿,悠哉悠哉地晃着 不管是那一声叹息,还是眼神中的沧桑 都不像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应该有的 叶玲,十八岁,清华大学少年班大三学生 连续三年享全额奖学金 同时也是全国超级大脑年度总冠军 从小就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2019年的夏天,叶玲刚参加完电视台一个节目录制 在骑自行车回学校的路上,忽然狂风大作 叶玲前方出现一个龙卷风 而这个忽然出现的龙卷风,离叶玲只有三米不到 叶玲就算是想停下来都不可能 在周围人一片惊呼中,叶玲骑着自行车一头扎了进去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叶玲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 没想到她还是一个弃婴 大半夜被人丢在冰天雪地里 包着她的小被子根本就挡不住寒冷 眼看着可能就要被冻死 她想喊救命 但是喊出来的只是一个婴儿的哭声 不用说,她这是纠战雀巢了 这个小身体的原主人可能已经被冻死 她刚好进入这个身体 也是因为哭声,她被人给救了 救她的是一名下班回家的年轻女子 也就是她现在的母亲 在包她的小被子里有一封信 上面有出生日期和一个林字 出生日期是49年10月1号 林字也成了她的名字 刚好和前世的名字一模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 叶琳还是不能接受的 要知道 前世她虽然是一名孤儿 但是凭借她的超级大脑 在刚满18岁的时候 她就在帝都买了房 并且手里还有不少存款 眼看着好日子就要到来 没想到一个龙卷风 把她吹到了这个年代 而且还变成了一个婴儿 也就是说 什么都要从头开始 来到这个年代 已经快十年了 叶琳从不能接受 到不得不接受 叶琳 就叶琳感慨的时候 一个黄黎般的声音 在她耳边响起 接着叶琳的耳朵就掌握在了 这个声音主人的手里 姐 快松手 疼 叶琳坐直了身子 无辜地眨着一对大眼睛 对声音的主人 也是一名十来岁的小女孩说着 小女孩叫叶琪 是叶琳的姐姐 当然 并不是亲姐 叶琪才是叶琳母亲的亲生女儿 叶琳是捡来的这个事情 并没有人知道 当时的叶琳刚三个月大 为了隐瞒叶琳是捡来的这个事情 叶妈妈从东直门中学 调到了前门中学 这可不是平调 要知道叶妈妈在东直门中学的时候 可是年级主任 但是到了前门中学以后 只是一名普通老师 不但如此 工资还少了不少 还有就是 叶琪虽然是姐姐 但实际上 也只不过比叶琳大三个月而已 姐 你怎么来了 你说我怎么来了 还有 你还知道疼啊 让你写作业 你竟然跑到这里晒太阳 叶琪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不过还是松开了手 并且还帮叶琳揉了揉 晒太阳 叶琳翻了个白眼 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虽然时间已经是下午六点左右 但是七月份的天气 那可是很热的 这个年代可没有空调 不要说空调 就连电风扇都没有 夏天想要乘凉 就只能找个阴凉的地方 然后吹吹自然风 而前门篓子 就是一个乘凉的好地方 前门篓子九丈九 在这个年代 就算是在帝都 这也算是一个很高的地方了 虽然叶琳所在的地方 并不是前门篓子最高的地方 但也已经不矮了 小风吹得呼呼的 姐 我看还是算了吧 让我写作业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写不写都一样 叶琳一边说 一边又躺了下来 听到叶琳这么说 叶琪的小眉头皱了皱 不过还是说道 可是你不写作业就更不会 还是多写点作业比较好 或许多写点作业你就会了 姐 写得越多错的越多 还是算了吧 对于叶琳的学习 叶琪也是很无奈 从叶琳上学第一天开始 就没有做过一次对的题目 可以说 每次考试都没有超过十分 不管是叶琪 还是叶妈妈 甚至说是学校的老师 都已经习惯了 每次考试都考满分 让老妈感到骄傲 可是她不能 别忘了现在是什么年代 只有二愣子才能活得精彩 所以叶琳就只能当一把二愣子 前门中学 也就是后世的161中学 而叶琳和叶琪 就在前门中学附属小学上学 可以说 她到现在还没有被退学 都是因为 她有一个在前门中学当老师的妈妈 来姐 上来凉快凉快 叶琳拍了拍屁股下的城墙 叶琪过去看了看 城墙很高 连忙摇了摇头 说道 不用了 咱们还是回去吧 回去干嘛呀 对了姐 妈回来了吗 回来了 就是妈让我来叫你的 那回去吧 叶琳连忙从城墙上跳下来 拉着叶琪就往下面走 叶琳的家离前门楼子并不远 只有几百米而已 就在天安门西侧的西郊名巷 中国农工银行 后世的中国农工银行就职 附近 这里是前门中学教职工家属院 是一处大杂院 里面住的80% 是前门中学的老师和家属 回到家 叶妈已经把饭菜做好 看到这 叶琳松开叶琪的手 跑了过去抱着叶妈说道 妈 姐揪我耳朵 什么 揪疼了没有 快让妈看看 黎染连忙放下手里的活 去看叶琳的耳朵 叶妈名叫黎染 书香门第 今年33岁 47年毕业于帝都师范大学 毕业后没有选择留校 而是选择嫁人 然后进入东直门中学当老师 黎染把叶琳的两只耳朵都看了一遍 发现连红都没有 就知道没有什么事 不过还是回过头瞪了一眼 叶琳说道 你这丫头 怎么能揪弟弟的耳朵 你是姐姐 要让着弟弟 叶琳并不是真的要告状 就算是告状 也是挑着告 是在姐姐不会挨打的情况 下去告状 因为她只是享受这种被保护的感觉 前世的叶琳是个孤儿 从小到大 不知道什么是母爱 什么是家庭温暖 这一世有了母亲有了姐姐 那还不好好享受一下 对不起 我知道了 叶琳小声地说着 并且偷偷地对叶琳挥着拳头 这种情况从小到大 她已经经历过很多次 可以说已经习惯 不但如此 她还知道 这个时候不能还嘴 要不然更会挨骂 还是快点 承认错误比较好 因为那样就没事了 听到叶琳承认错误了 黎然也就放过了她 对叶琳说道 快点去洗手 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嗯 叶琳点了点头 然后去洗手去了 走之前 还对叶琳做了个鬼脸 把叶琳给气的 可是又不能拿叶琳怎么样 因为母亲就在旁边 叶琳家的房子 在大杂院最里面 是去年刚换的三间房 之前是住在中院的两间 在黎然再次当上 年级主任以后给换的 虽然不能像孝琳导住的 是楼房 也已经很不错了 三间正房 一间厨房 厨房是自己搭的 就在东屋房檐下 确切地说 只是一个棚子 说实话 这已经很好了 幸亏是住在后院 如果是在中院的话 连个搭棚子的地方都没有 来 擦擦手 在叶琳洗完手回来以后 黎然就把毛巾递了过去 晚饭很简单 两个菜 一个炒小油菜 一个炒鸡蛋 想吃肉是不可能的 说实话 能吃上炒鸡蛋 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还多亏了外公外婆 住在乡下 黎然的工资并不低 去年当上年级主任以后 涨了一级工资 每个月有42块5 养活一家三口 那是绰绰有余 但是在这个年代 有钱也买不到想买的东西 桌子上还有两个瓷盆 一个装着玉米粥 一个装着几个玉米饼 和一个白面馒头 黎然先从装玉米粥的瓷盆里 成了三碗粥 分别放在他自己 和叶玲叶齐面前 又从装馒头的瓷盆里 拿起那个白面馒头 递给叶玲 来儿子 看到黎然递过来的白面馒头 叶玲摇了摇头说道 妈 我今天不饿 您和姐吃吧 在这个年代 每个月每个人有多少粗粮 有多少细粮 那都是定量的 吃完了想买 都买不到 而叶玲家的细粮 只能够一个人吃 而这个人就是叶玲 跑了一天 怎么会不饿 快点吃吧 黎然不由分说 把白面馒头 放到叶玲手里 然后递给叶齐一个玉米饼 自己又拿了一个玉米饼 吃起来 说不饿 那是假的 在这个年代 可没有什么油水 叶玲家有三口人 在帝都 每人每月 只有四两肉的定额 叶玲家总共一个月 才已经二两肉的定额 PS 各位兄弟姐妹们 求月票 求推荐票 求打赏 谢谢 第二章 随身空间 这点肉 如果放在后市 可能还不够三口人吃一顿的 但是在这个年代 这可是一个月的份额 吃完就没了 想买都没有地方买去 我吃一半 一半给姐姐 叶玲把白面馒头掰开 把一半递给了姐姐 她知道 如果她不吃的话 姐姐也吃不上 黎然会给她留到明天早上吃 她没有给黎然 因为她知道 黎然不会吃 叶齐并没有接过去 而是看着黎然 看到黎然点头 这才把一半白面馒头接过去 在这个家里 叶玲的地位 那就不用说了 来儿子 多吃点鸡蛋 黎然给叶玲 加了一筷子鸡蛋放碗里 妈 我自己来就行 你也吃 姐姐也吃 叶玲帮黎然加了一筷子 然后又帮叶齐加 谢谢儿子 谢谢弟弟 不客气 在这个家里 好东西 那可是都留给叶玲的 因为这个家里 就叶玲一个男的 叶爸在叶齐 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就去世了 所以叶玲的到来 算是给叶家留了个后 叶玲几口 就把馒头给吃完了 然后又把玉米粥给喝完 把嘴给擦了 对黎然说道 妈 明天我想去外婆家一趟 去外婆家 你怎么想着 这个时候去外婆家了 叶玲的外婆家 虽然也是住在帝都 但是是在郊区 而且还是在山里 去一趟不容易 除非逢年过节 平时叶玲是不会去的 就算是黎然 陪着她 也不怎么想去 这不是放假了吗 我想去外婆家玩玩 听到叶玲这么说 黎然想了想说道 那行 明天上午我请半天假 把你送过去 现在学校虽然放假了 但那只是学生放假 老师还没有 因为老师还要月卷打分 黎然最起码还需要一个星期左右 才能真正的放假 嗯 谢谢妈 我也去 叶玲这个时候说着 行 你们都去 等我把学校的事情 忙完过去接你们 嗯 叶玲连忙点头答应着 叶玲不像叶玲 她比较喜欢去外婆家 因为外婆家有好吃的 当然 这说的只是叶玲外婆家 要知道 这个年代 那可是吃大锅饭的年代 之所以说叶玲外婆家有好吃的 那是因为叶玲外婆家住山区 山里的可耕地比较少 住的也比较稀 邻居之间 可能都离好几百米 根本不可能一起吃大锅饭 所以和城里差不多 还是各家 吃个家自己的 既然是山区 那么养点鸡鸭鹅什么的 就不奇怪了 说实话 这些年外婆家 没少接济他们家 要不然 怎么可能每天有鸡蛋吃 虽然说 只能每天晚上吃一顿 那也已经很不错了 很多人一个月也吃不几次 其实叶玲外公家之前 也是城里的 不要忘了 叶玲的外公家 那可是书香门第 之所以现在住在山里 那是因为避难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还是住在山里好一些 不知道是住的时间 常有感情了 还是住习惯了 解放以后 也没有搬出来 夏天里 天黑的比较晚 吃完饭以后 李染收拾了一下去洗碗 叶玲说道 妈 我出去玩会 嗯 去吧 天黑之前回来 知道了 叶玲出去了 叶琪当然也跟着一起出去了 在走出后院的时候 叶玲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变得有点痴痴呆呆 叶琪已经习惯 所以并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不对 自己这个弟弟 只有在家的时候 才会露出精明的一面 在外人面前 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大杂院里孩子很多 有比叶玲大的 也有比叶玲小的 但是没有人会去惹叶玲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叶玲有点傻 不但如此 傻劲上来了 根本不管那么多 这个年代 根本没有什么娱乐项目 就算是孩子也是一样 在大杂院外面 有几个和叶玲 差不多大的男孩子 正在打陀螺 看到叶玲和叶琪过来 一名男孩喊道 二傻 过来一起玩 二傻这个外号 当然是叫叶玲 她在家排行老二 又有点傻不拉几 所以大杂院的孩子 都叫她二傻 当然 大家都是被弟弟叫 叶玲已经习惯 这家伙可能是 没有看到叶琪吧 刚叫完 就听叶琪骂道 你才二傻 你全家都是二傻 呃 叶琪 你怎么来了 男孩有点啪啪的问着 我为什么不能来 这里又不是你家 我告诉你刘伟 再让我听到 你叫我弟弟二傻 有你好看 是是是 不会了 叶琪虽然是个女孩子 但是很厉害 当然 也是因为叶琪的关系 叶琪不在乎 别人叫她二傻 但是不能看到 别人欺负叶琪 让她看到 绝对是板砖招呼 也是因为这个 大杂院的孩子 都怕叶琪 当然 与其说是怕叶琪 还不如说是怕叶琪 走地点 咱们不和他们玩 叶琪拉着叶琪就走 叶琪露出苦笑 呕了一声 跟着叶琪走了 之所以露出苦笑 因为她知道 姐姐拉着她 是去和女孩子玩 说实话 叶琪有点不愿意 但是没办法 在外面玩了一个多小时 天黑了下来 两个人也就回去了 家里没有电视 不要说他们家 整个大杂院 也没有一台电视机 只有前院的胡大爷 有一台收音机 就这每天还为一大圈子人 回来了 冲个凉睡觉去 看到两个人回来 李染揉了揉叶琪的头说 嗯 叶琪点了点头 进屋拿着一个洋瓷盆 和一条毛巾 回到院里 叶琪家可没有洗澡间 就算是住在后院也是一样 因为根本没有地方盖洗澡间 叶琪市的男孩 直接打盆水在院子里擦擦 李染和叶琪在屋里 妈 我睡去了 嗯 去吧 记住干下肚子 知道了 叶琳家有三间房 中间是堂屋 东屋是李染和叶琪住 叶琳一个人住在西屋 当然 这是从去年换完房子才开始 之前是住在一起的 进了西屋 叶琳把灯打开 把床收拾了一下 然后又把灯关了 跑到床上躺下 半夜的时候 忽然间叶琳消失在床上 没错 就是消失在床上 当然不是真的消失 而是进了他随身空间里 这个空间 就是叶琳来到这个年代给的福利 空间不大 里面有三间茅草屋 在茅草屋的外面 有一个院子 院墙是篱笆墙 在院子的东侧 有一个泉眼 泉眼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石槽 石槽只有脸盆那么大 泉眼乎乎的往外冒水 但是不管怎么冒水 好像永远都填 布满那个脸盆大的石槽 在泉眼的旁边有一棵树 叶琳也不知道是什么树 因为他没有见过 快十年了 这棵树没有长大一点 也不结果子 只有上面长着翠绿翠绿的叶子 而且从来不落 也不凋零 在院子的西侧 有三间窝和一个圈 三间窝分别写着鸡 鸭 一个圈上写着猪 不用问 这是养鸡鸭鹅和猪的地方 不过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 在院子的前面有十块地 每块地也就一分左右 也就是说 总共有一亩地 同样的 这十块地上什么都没有 甚至连蚌草都没有 在茅草屋的后面有一座山 至于这座山有多高 叶琳也不知道 因为他只能看到几十米高 在网上就看不到了 至于说他为什么知道 这是一座山 而不是一面墙 那是因为 有一个瀑布 从上面往下流水 在山脚下有一个水潭 面积同样在一亩左右 就是这么大一个水潭 瀑布流了近十年 还是没有给填满 而且是 刚开始什么样 现在还是什么样 整个空间的面积就这么大 除了这些地方 不管是往左还是往右 或者是往前 都被阴暗给笼罩着 叶琳试过 根本就过不去 不知道以后这个空间 会不会增加 不过应该不会 因为从叶琳来到这个年代 就有这个空间 现在已经过去快十年了 这个空间没有一点变化 下午叶琳说是该做点什么了 就是准备 把空间给利用上 以前自己还小 日子虽然苦 但也没有饿着 但是以后不行了 三年苦难时期 马上就要到来 三年苦难时期 就是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 现在城市里还好一点 在农村 现在已经出现断粮的情况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这也是叶琳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去外婆家 因为外婆家有粮食 而且是可以做种子的粮食 这在四九成可没有 所以只能去外婆家 把空间再次计算了一下 叶琳就从空间里出来了 虽然叶琳在空间里 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外面只不过 过去了短短的几分钟而已 这么说吧 外面一个小时 在空间里 就是24个小时 也就是说 外面一个小时 空间已经过去一天 这绝对是叶琳 比较喜欢看到的 24倍的时间流速 代表的是什么 是种植的粮食 可以缩短24倍 当然 这说的是外面的时间 第三章 鱼鳖瞎险 按照空间里的温度 如果种小麦的话 大概在120天成熟 空间里的120天 只不过是外面的5天而已 5天就可以收成一次 就算是空间里的 土地面积不大 也足够用了 第二天一大早 叶琳刚睡醒 就听到母亲 黎染在外面喊道 儿子 醒了吗 醒了醒了 醒了就快起来 赶紧吃完饭 我好送你们去外婆家 嗯 知道了 当叶琳穿好衣服 从卧室出来的时候 饭菜已经摆放在桌子上 早饭很简单 小米粥 咸菜 当然 也少不了玉米饼 和一个白面馒头 不过这个简单 是相当于后世来说 在这个年代 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就这样的饭菜 在这个年代 很多人可能都吃不上 快去刷牙洗脸 黎染 把挤好牙膏的牙刷地 给叶琳 谢谢妈 叶琳接过牙刷就跑了出去 屋里可没有自来水 不管是刷牙还是洗脸 都要到院子里 因为只有院子里一个水龙头 还好的是 叶琳家住在后院 不用和别的人家 共用一个水龙头 叶琳过来的时候 姐姐叶琪 已经刷完牙 正在洗脸 看到叶琳过来 连忙把位置让给了她 说道 小弟 你快点 吃完饭 咱们就走 知道了姐 吃完饭以后 黎染就带着姐弟俩出门了 出了西郊名巷往北走 没有多远就是天安门 这里有通往门头沟的29路车 叶琳家没有自行车 就算是有自行车 这么远的路 也不可能骑车去 如果是黎染一个人 还没有什么 别忘了 她还带着两个孩子 这个年代的公交车 可没有后市那么多 就像这趟通往门头沟的 29路公交车 两个小时才有一趟 叶琳他们过来的时候 头班车还没有出发 三个人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刚坐好 售票员就过来了 说道 同志 去什么地方 我们去妙峰山 妙峰山一毛 因为叶琳和叶琳 还不到一米二 算是儿童 不需要买票 只需要黎染自己买票就行 对于自己的身高 说实话 叶琳很是无语 如果放在后市 十岁还不到一米二 基本上算是废了 但是在这个年代很正常 叶琳不敢奢望 能超过前世的身高 能达到前世的身高就行 虽然叶琳前世也不是很高 可也有一米七八 算是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如果这一世 能有一米七八就好了 要不然 叶琳会愚闷死 好的 黎染递给售票员一毛钱 然后售票员给了 黎染一张票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颠簸 公交车到了妙峰山 黎染带着两姐弟 从公交车上下来 妙峰山现在还不是镇 而是妙峰山公社 叶琳他们 只能坐车到这里 然后还要走上 好几公里的山路 才能到叶琳外婆家 来儿子 我背你 来到通往山里的 那条阳长小道 黎染蹲下来 对叶琳说着 不用了吗 我自己走 说完叶琳 就一马当先往前走 以前小的时候 黎染是前面抱一个 后面背一个 但是现在叶琳和叶琳长大了 怎么可能还让黎染背着 叶琳都是自己走 那么叶琳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只有几公里 硬生生的走了一个多小时 主要是山路崎岖不好走 当来到外婆家的时候 叶琳已经是汗流加倍 黎染和叶琳就更不用说了 外公 外婆 我来了 还没有禁院 叶琳就大声喊着 叶琳的这一声大喊 顿时弄得鸡飞狗跳 没办法 这是在山里 声音可以传出很远 再加上叶琳喊的声音比较大 不光是把外婆家养的鸡鸭给惊动了 就连几百米外的邻居家也是一样 随着这阵鸡飞狗跳过去 叶琳的外公外婆 也从院子里出来了 外婆一把把叶琳抱在怀里 说道 哎呦 我的大外孙 快让外婆看看 外公外婆还很年轻 只有五十来岁而已 在那个年代结婚都走 就连黎染这个大学生刚毕业就结婚了 更何况别人 要知道黎染今年才三十三 孩子都已经十岁了 外婆 叶琳撒娇的喊了一声 说实话 她很享受这种感觉 被人宠 被人疼的感觉 这是前世从来没有享受过的 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 外公不乐意了 她当然不是吃叶琳的醋 而是吃外婆的醋 因为外婆霸占着了叶琳 外公 叶琳松开外婆 跑过去抱着外公 哈哈 好 又长高了 外公摸了摸叶琳的脑袋 在叶琳松开外婆以后 叶琳才过去抱着外婆 这些年都是这样 叶琳已经见怪不怪 甚至说已经习惯 快进屋 外面热 山里还是很凉快的 最起码比外面低了好几度 但是如果站在太阳下面 还是很热的 就算是在山里也是一样 妈 这是我给您带的一些布 回头您给爸 还有您一人做一身衣服 来到屋里以后 李远连忙把带的礼物 拿出来递给叶琳的外婆 农村最缺什么 不是吃的 也不是钱 虽然也很缺钱 最起码还有点 但是布料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年代 买布需要布票 农村拿来的布票 哎呀 不用不用 我和你爸有一份穿 这些布你拿回去 给两个孩子 做几身新衣服 外公家是书香门第 比较喜欢干净 虽然外公外婆身上 穿的衣服很旧 但是洗得很干净 特别是外公身上的衣服 蓝衣服都快变成白衣服了 妈 您就收着吧 家里还有 再说了 这颜色的布料 也不适合给两个孩子做衣服 是啊外婆 您就收着吧 我们都有新衣服 叶琳这个时候 过来拉着外婆的衣服说着 叶琳说的没错 她确实有新衣服 这么说吧 家里的布票 三分之二都用在了她身上 剩下的三分之一 用在了黎然和叶琪身上 在城里 布票虽然也很紧俏 但还是可以弄到的 要知道 不是谁都和叶琳家日子 过这么好的 很多家庭一年 都不会买一次布 那好吧 那我就收着了 嗯 黎然把布递给母亲 然后又拿出五十块钱 递给父亲说道 爸 这五十块钱您收着 回头去公社的时候 买点东西 这个钱你拿回去 我们这里有吃有穿 根本用不着 你之前给的钱 我们都没有花 我都给你存了起来 给您的您就花 家里有钱 黎然每个月有四十二块五的工资 就算是在城里 这个工资也是很高了 在城里生活 家庭困难的 五块钱可以够两个人 一个月的生活费 叶琳家生活好一些 再加上外婆家接济 一个月最多 也就花十几块钱 这样的话 黎然每个月 还可以存下二三十块钱 最后这个钱外公没有收 就像他说的 他根本就花不上什么钱 家里有吃有穿 根本用不着钱 再说了 就算是有钱 也要有地方花不是 你们聊 我去做饭 外婆把不放下来 站起来说着 妈 不用做我的饭 我马上就走 怎么刚到就要走 就算是走 也要吃完饭再走吧 外婆拉着黎然的手说 妈 我就请了半天假 把他们两个 送到我就要回去 等过几天正式放假 我再过来接他们 到时候 我在这里住两天 这 行了 既然他有工作要忙 就让他回去吧 外公这个时候发话了 黎然回去了 叶琳和叶琪留了下来 虽然说叶琳前世 也活了十七八年 但他没有什么童年 一个孤儿 能有什么童年 所以他现在 很享受童年生活 陪外公聊了一会 叶琳就拉着叶琪跑了出去 这里是山区 没有太深的水 所以外公外婆也很放心 不过还是安排两个人 不要去山里 小弟 你干嘛去 来到院子外面 叶琪问 前面那个小溪里 有很多鱼虾 咱们去抓去 啊 不行 不能去 叶琪连忙摇头 怎么了 妈说了 不让你下水 我知道 不过妈说的是 不让我下深水 前面那条小溪 水还不到膝盖 没有什么危险 这 行了 别这那的了 走吧 叶琳说完 不由分说 拉着叶琪 就往小溪那边走 这条小溪里的水 是从山上流下来的 就像叶琳说的那样 水很浅 也就刚刚到叶琳膝盖 不过这条小溪不窄 有三四米宽 叶琳之所以非要来这里 那是因为 他看上了小溪里的鱼鳖虾 这些可都是好东西 在城里可没有 只有在农村 在山里的小溪里才有 当然 在城里也可以买到 去水产公司 不过价格可不便宜 普通人家最多去买条鱼 像叶琳他们 这样的家庭 一年也去不了几次 姐 你在上面待着 我下去抓 还没有等叶琪反对 叶琳已经把鞋脱下来 把裤腿卷起来 跳了进去 都已经下去了 叶琪就算是想阻止 也来不及了 第四章 空间种植 小溪里的鱼虾都不大 但是很惊 叶琳抓了好几次 一条也没有抓着 这里不是空间 如果是在空间里的话 叶琳挥挥手 这些鱼鳖虾 叶琳自动就跑到她手里 叶琳之所以过来抓鱼虾 那是她想试试空间 茅草屋后面的水潭 能不能养这些东西 如果能养那当然好了 就算是不能养 也没有什么 因为她还能种粮食 哎呦 怎么了 怎么了 听到叶琳叫了一声 叶琪紧张地过来问 没什么 脚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叶琳一边说 一边伸手在脚底下摸 没 没事吧 没事 刚说完 叶琳就从脚底下 拿出来一个东西 红彤彤的 看到这个东西 叶琳脸上的表情很精彩 有疑惑 有兴奋 同时心里想到 这里怎么有这玩意 小弟 这是什么 好丑 姐 这是小龙虾 小龙虾 叶琪满脸的不懂 没办法 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小龙虾 不要说见过 就连听说今天都是第一次 对 小龙虾 叶琳点了点头 然后哀哑一声说道 跑了 叶琳把拿着小龙虾的手 伸进水里说着 拿到手里 怎么可能会跑 叶琳是故意的 因为只有这样 她才能把小龙虾 放进空间里的水潭里 这可是 她放进空间里的第一个生物 当叶琳的手 从水里拿出来的时候 手上的小龙虾 确实没有了 看到这 叶琪安慰她说道 小弟 没关系 如果你喜欢就再抓 嗯 叶琳点了点头 又开始在水里摸 小龙虾的习性 叶琳还是知道一点的 当然 但是前世从书上看到的 小龙虾喜欢钻洞 特别是石头下面 叶琳开始在小溪里搬石头 还别说 十来分钟 竟然又让她抓了 七八个小龙虾 抓完这七八个小龙虾以后 叶琳就不抓了 就去抓小鱼小虾 在抓小龙虾的时候 叶琳也没有忘了抓一些西螺 就是田螺 另外在搬石头的时候 还抓了几只螃蟹 小鱼小虾是不好抓 但是搁不住叶琳执着啊 半个小时候 还是让叶琳抓到了一些 不但如此 还抓到了几条泥丘 就连黄扇也抓到了两条 只不过是小黄扇 还没有叶琳的小手指粗 本来叶琳还想抓上一两只乌龟 就算是小乌龟也行 可是一直到中午 外婆过来喊他们吃饭 叶琳也没有看到乌龟的影子 只能无奈的跟着外婆回去了 玲玲抓到鱼没有 回到家以后 外公问 没有 叶琳摇了摇头 说道鱼太滑了 根本抓不着 抓不着就对了 小西里没有大鱼 那些小鱼没有工具 可不好抓 嗯 叶琳认同的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外公 您知道什么地方有乌龟吗 小乌龟也行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养着玩 这样 那行 交给外公吧 外公下午出去 给你找几只 外公在这里住了快三十年了 对这里可以说很熟悉 叶琳不知道的地方 外公全不知道 在山里 在小西边 还能找不到几只小乌龟 乌龟这玩意 是没有几个人会去吃的 因为乌龟没有什么肉 有抓乌龟的时间 还不如抓几条鱼 这个年代 吃饱比营养更重要 当然 这不包括叶琳的外公 作为书香门第出身的外公 可是知道乌龟的营养价值 特别是这种野生乌龟 所以没事的时候 外公会去抓乌龟 嗯 谢谢外公 快吃饭吧 好 午饭很丰盛 就算是再厚实 也算是可以了 吃的全是白面馒头 外婆还杀了一只鸡给炖了 当然 叶琳也知道 就今天中午 晚上就没有这么丰盛了 外婆 您把鸡给杀了 看到炖的鸡肉 叶琪问 嗯 是一只老母鸡 现在不怎么下蛋了 哦 外婆家有七八只母鸡 还有两只公鸡 看来外婆说的没错 这只老母鸡 应该是太老了 不怎么下蛋了 要不然杀公鸡 也不可能杀母鸡 要知道 一只母鸡一年 可是下不少蛋的 因为外婆家是住在山里 鸡吃的都是青草和虫子什么的 根本没有什么成本 如果不是不怎么下蛋了 外婆绝对不舍得杀 来 多吃点 外婆帮叶琳 夹了一个大鸡腿 谢谢外婆 琪琪也吃 外婆又把另外一个鸡腿 夹给了叶琪 谢谢外婆 吃吧 除了这个炖鸡 还有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另外还有两个青菜 和一个紫菜汤 这在城里根本就吃不到 但是在这里 除了炖鸡 剩下的菜外公外婆 可以天天吃 因为这些菜 都是外公外婆自己种的 可惜这里 离城里太远 要不然叶琳家 也可以天天吃到 当然 也不是不能送 可是送一趟过去 路费比买菜还贵 吃完饭以后 外公就出去了 叶琳知道 估计是给自己找小乌龟去了 叶琳没有出去 因为外婆在给她和叶琪 炒花生瓜子 当然 叶琳可不是为了这个 而是在外婆炒这些东西的时候 偷偷的装了一些在兜里 而且装的是生的 整个下午 叶琳都没有出去 一边吃着外婆炒的花生瓜子 一边把外婆家的储藏室 给翻了一个遍 粮食种子 还有菜种 叶琳都弄了一点 她需要的不多 而且 外婆留的种子比较多 所以 她拿一点 根本没有什么问题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外公从外面回来了 端着一个洋瓷盆 在洋瓷盆里 有五只小乌龟 看到这几只小乌龟 叶琳那个兴奋啊 哇 外公 您真的抓到乌龟了 是啊 这有什么难的 刚好碰到一窝 就都给抓了回来 给你吧 外公把洋瓷盆递给叶琳 谢谢外公 行了 去玩吧 嗯 外公把洋瓷盆递给叶琳以后 就去洗手去了 叶琳端着洋瓷盆就跑到一边 现在不是在水里 而且外公外婆在 叶琳不能把这五只小乌龟 放进空间 这样的话 那就只能等晚上了 反正也不在这一时半刻的 山里的天黑的比较早 山黑就休息了 外公家的房子比较大 叶琳单独有一个房间 半夜的时候 叶琳消失在床上 进了空间以后 叶琳并没有先招急去种粮食 而是先去了一趟水潭 这个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到了水潭边的时候 叶琳眼前一亮 看来这水潭还真能养鱼 上午放进去的鱼 现在都活得好好的 不但如此 还大了不少 也是 虽然只是半天多一点 但是空间里 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 不过叶琳想想又不对 就算是过去了半个多月 这些鱼也不应该长这么大 看来这空间不但流速比较快 还比较适合养鱼 把五只小乌龟放进去 叶琳就离开了水潭 她在小溪里抓的鱼比较杂 可以说什么鱼都有 现在还太小 根本就分不出来都是什么鱼 既然这样 她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还是抓紧时间 把小麦种到地里 这样的话 五天以后就可以收了 到时候 种子也就有了 要知道 叶琳可没有弄那么多麦子 只是抓了几把而已 来到茅草屋前面那十块地旁边 叶琳挥了挥手 一块地就给翻了一遍 在空间里 叶琳就是神 一个念头 就可以完成她想完成的事 有点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意思 也是 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她也不会这个时候 就开始使用空间 一个十岁的孩子 就算是把粮食种出来 她有那个能力去收吗 再说了 如果空间里和外面一样 那还要这空间干什么 在这个年代 随便到山里 就可以找到一个 和空间里差不多的地方 地翻完以后 叶琳一个念头 带进来的那些小麦 就均匀地撒在这块地上 又给盖上 然后叶琳又翻了一块地 这块地是种蔬菜的 叶琳从外婆家 找到了好几种菜子 叶琳并没有一块地种一种菜 而是所有的菜种在一块地上 一种菜种了一笼 首先是西红柿 然后是辣椒 后面分别是大葱 黄瓜 菠菜 小油菜 茄子 豆角 韭菜 西胡萝卜和蒜苗 刚好把这一分地给种满 把这些都种好以后 叶琳又来到一块地旁边 在这块地里种了花生和向日葵 一种种了一半土地 在边上的位置 又撒了几片姜皮 将这玩意 有姜皮就可以 这也是一种调料 叶琳怎么可能不种点 这些都种完以后 叶琳带进来的种子也没有了 然后就离开了空间 接下来就是等了 等小麦成熟 等那些菜长成 外公 外公 我的小乌龟不见了 第二天一大早 叶琳杂杂呼呼地从屋里跑出来 小乌龟不见了 怎么会不见了呢 我也不知道 我刚才看了一下 然后就不见了 可能是跑了吧 叶琳委屈地说着 第五章 基本答程 看到大外孙委屈的样子 外公连忙安慰说道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见就不见吧 吃完饭 外公再去帮你抓 不用了外公 我不要了 啊 怎么了 外公 万一抓到再跑了呢 所以还是算了吧 听到叶琳这么说 外公点了点头 说道 那好吧 那你想要什么 就给外公说 我不想要什么 叶琳摇了摇头 那好吧 接下来几天 叶琳并没有闲着 在等小麦成熟的这几天 叶琳每天都在外面跑 今天在外面挖一棵小枣树 明天挖一棵小桃树 终于在小麦成熟的前一天 让叶琳把自己想要的六棵果树给找齐了 叶琳要找的六棵果树 分别是桃树 枣树 苹果树 核桃树 樱桃树和板栗树 因为叶琳人小利弱 所以他找的这些果树都是小树苗 因为栽种的时间不同 最开始栽的桃树和苹果树 现在已经长得比成年人高了 而最后栽的核桃树 一棵大葵树和一棵大葵树 也栽到了果园里 叶琳就是个吃货 什么时候都不忘了吃 而花椒大葵 可是必不可少的两种重要调料 叶琳怎么可能不要 不但如此 叶琳还在外公家葡萄树上 掰了几根树枝 插在种果树的这一分地的边上 当天叶琳 小麦成熟 叶琳来到空间挥了挥手 成熟的小麦就被收了起来 这一分地的小麦 竟然收了两百斤麦子 让叶琳惊喜不已 要知道 就算是在后世 农药化肥都用上 一亩地最多也就收一千多斤 一分地也就一百多斤 如果是现在 因为没有化肥 一亩地最多三四百斤 如果地不好的话 可能一亩地就一二百斤 看来这空间的土地很肥傲 把麦子收了以后 叶琳把剩下的土地都给翻了一遍 然后都种下小麦 至于剩下的小麦 叶琳当时就给分解了 分解成了面粉和麦皮 然后给存储在茅草屋的东屋 茅草屋的东西屋都是储藏式 东屋的储藏式是禁止空间 也就是说 东西放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样 一直就是什么样 西屋的储藏式是有流速的 不过不是空间里的流速 而是和外界一样的流速 现在整个空间里 七分地用来种小麦 剩下的三分地 一分用来种菜 一分用来种果树 另外一分用来种花生和向日葵 而且花生和向日葵已经收成一次 现在是第二次种植 而且已经结果 还有就是那一分菜地 已经收成了好几次 当然 这说的是有样的菜 可以说 除了大葱 菠菜 小油菜和蒜苗 收完以后 需要重新种植 辣椒 西红柿 黄瓜 茄子 豆角 韭菜 西葫芦这些 根本就不需要重新种植 这些带秧的菜 摘完就开花 然后结果 已经收了好几次 收到的这些菜 也被叶玲给放进了东屋的储藏室 因为东屋的储藏室 是禁止空间 放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 从空间里出来以后 叶玲并没有直接睡 而是偷偷地从床上起来 然后摸到外婆家的储藏室 找到外婆家的面缸 把空间里的面粉 偷偷地倒进去一些 她没有敢倒多 也就几斤吧 这样不会引起外婆的注意 既然空间里的麦子收成了 叶玲就要看看 空间里生产的面粉怎么样 咦 外婆 今天的馒头好白啊 早上吃饭的时候 叶琪看着桌子上盆里的白面馒头说着 是吗 其实外婆也有点奇怪 在这些馒头刚蒸好的时候 她就发现了 可是她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因为她今天蒸馒头 和平时都一样 可是蒸出来的馒头却变了样 这倒不是说 之前蒸出来的馒头就不白 但是和今天的馒头比 那就差远了 嗯 是不一样 吃着甜丝丝的 你是不是放了什么东西 外公拿起馒头尝了尝 然后问外婆 没有啊 和以前一样 这就奇怪了 只有叶玲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她不能说 她总不能告诉外婆 今天蒸馒头的面 是她空间里生产的面粉吧 外公外婆都是比较豁达的人 既然找不到原因 也就不找了 三天后 李染正式放假了 也来到了这里 本来叶玲想回去的 但是想到母亲 好不容易过来一趟 怎么着也要多陪陪外公外婆 也就没有说要回去的事 李染这一住又是一个星期 这个星期 叶玲每天晚上进空间收菜 五天收一次粮食 并且收完粮食就给分解了 把面粉和麦皮分开存放 麦皮当然不是吃的 而是叶玲准备当饲料 外婆 能不能给我两只小鸡仔 这天 叶玲他们要回城了 在收拾好东西以后 叶玲妈着外婆问 你要小鸡仔干嘛 玩啊 叶玲眨着一对大眼睛 天真的说着 本来叶玲还在发愁 去什么地方弄小鸡仔 没想到外婆家的老母鸡 刚好孵化出一窝小鸡仔 这让叶玲很兴奋 还好多住了一个星期 要不然也碰不到这样的事 完 外婆一脑门黑线 但还是说道 那好吧 要几只 要两只 一公一母 行 你等着 我去给你抓 像这种刚孵化出来的小鸡仔 如果没有养过鸡的人 根本就分不出公母 但是像外婆这样一只养鸡的人 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来 在外婆去抓小鸡仔的时候 外公帮叶玲 做了一个比较简易的木箱 之所以说简易 那是因为太简易了 就是用几块木板给定出来的 也就防止小鸡仔跑不出去 可以说 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不过已经很不错了 要不然 叶玲还真没有办法带走 不能用手拿着吧 那样的话 估计没有到家 这两只小鸡仔就死了 外婆家养的也有鸭鹅 但是没有小鸭子和小鹅 叶玲不能要大鸭子和大鹅吧 就算是要了 反正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的 以后有的是机会 爸妈 我们走了 走吧 让你爸给你们送到山外面 外婆对李染说着 不用了妈 这一来一回两个多小时 还是算了 外公虽然身体很好 但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 这一来一回十来公里的山路 对外公来说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李染没有让送 这些东西你带回去 做给两个孩子吃 外婆把一个篮子递给李染 不用说 里面是外婆准备的一些好吃的 嗯 李染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您和爸保重身体 有时间我再来看您 知道了 快走吧 还有那么远的路 嗯 李染再次点了点头 拉着叶玲 就往外面走 外公再见 外婆再见 在走出院子之前 叶玲回头挥着手 对外公外婆说 再见再见 外公外婆 我们走了 叶琪也对外公外婆说着 走吧 走吧 路上小心点 知道了 一个多小时后 李染带着叶玲和叶琪 来到妙峰山公社 他们要在这里等车回城里 二十九路车两个小时才有一趟 而且一天只有五趟 在等车的时候 叶琳看到不远处 有一名中年妇女在那蹲着 在她面前放了一个篮子 篮子里有几只小鸭子 叶琳拽了拽李染的衣服说道 妈 那有卖小鸭子的 您给我买两只小鸭子吧 儿子 你要小鸭子干什么 哇 我可以把他们和小鸡一起养 叶琳把手里的小木箱提起来 可是儿子 城里不像山里 没有草给他们吃 李染说的没错 这些鸡鸭在山里 基本上不需要喂 因为山里有很多草和虫子 但是到了城里就不行了 根本就没有东西喂他们 喂粮食 说句不好听的 人都没有吃的 怎么可能拿来喂他们 看到母亲没有要给自己买的意思 叶琳就开始发动无敌神功 拉着母亲的衣服撒娇的说道 我就要 我就要 好好好 我给你买 李染无奈的摇了摇头 李染带着叶琳和叶琪 来到那名中年妇女面前 问道 这小鸭子怎么卖的 两毛钱一只 这么贵 李染没有买过这个 根本不知道价格 不过两毛钱一只 还真是不便宜 要知道 这都够她回城里 一个鸭蛋多少钱 我还养了那么长时间 如果不是没有东西喂了 说什么 我也不舍得卖 那好吧 那丢来两只 要一公一母 叶琳连忙说着 没问题 中年妇女点了点头 帮叶琳挑了两只 李染付了钱 叶琳把两只小鸭子 和小鸡仔放在一起 就给提了起来 这可不光是两只小鸡仔 和两只小鸭子 这是种子 要不然 她也不会要求 都是一公一母了 第六章 英雄救美 这次来外婆家 虽然没有达成她的预期 以后把鸡鸭放进去 那么就剩下鹅和猪了 鹅还好拌一点 这个猪就有点难拌了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 二十九路车来了 然后又是颠簸的 两个多小时 回到了城里 而这个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连家都没有回 叶琳对李染说道 妈 我出去玩会 去吧 吃饭前回来 李染以为叶琳 是去找小伙伴玩 然后 偏偏她的小鸡和小鸭 知道了 叶琳没有跟着 可能是累了吧 所以就叶琳一个人 提着她的小箱子走了 叶琳一个人来到黄城根 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一头钻进了一片小树林 然后就进了空间 当把小鸡和小鸭 放进窝里以后 两个窝上 显示了一组数字 鸡窝上显示的数字是2 60 鸭窝上显示的数字 是四十分之二 看来养鸡和养鸭的窝 都有限制 鸡窝只能养60只鸡 鸭窝只能养40只鸭 虽然不是很多 但就目前来说 已经足够了 把鸡鸭放进去以后 叶琳就准备给他们弄食 就在这个时候 叶琳发现 那个小木箱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找了半天原因 叶琳才弄明白 原来空间里不能放别的东西 土地上只能种植粮食 菜和果树 鸡窝只能养鸡 水潭只能养鱼 除了这些 然后东西放在空间里 就会被空间分解 同时 叶琳心里也在庆幸 本来她打算 以后鸭子长大了 把鸭子放到水潭里养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因为如果她那样做了 鸭子很可能被分解在空间里了 还好还好 叶琳拍了拍胸口 不过这样也好 这样的话 她就不需要清理鸡窝和鸭窝了 鸡和鸭的粪便 到时候会直接被空间给分解 她只需要喂食就可以 喂食就更简单了 在鸡窝和鸭窝这边 都有三个槽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蛋 石 水 也就是装蛋 装食和装水的地方 叶琳挥了一下手 院子东侧那个 全眼里的水就过来了 水槽不是很大 叶琳本来因为这些水可以装满了 没想到这些水进去以后 连三分之一都没有装满 看到这 叶琳再次挥了一下手 准备给装满 让叶琳没想到的是 这么多水进去 水槽里的水还是这么多 根本没有变化 我就不幸装不满你 叶琳给水槽标上镜了 水哗哗地流进去 水槽里的水没有变化 全眼那边的水也没有什么变化 一直持续了十几分钟 叶琳停了下来 因为她明白了 这个水槽很可能和空间一样 是一间带空间的器具 十几分钟下来 叶琳最起码放进去了几十吨水 可是水槽里的水 还是只有三分之一 可以说一点变化都没有 叶琳又是了 是从水槽往外取水 还是一样 取出来了不少水 但是水槽里 还是有三分之一 给鸡窝住完水以后 叶琳又给鸭窝住水 鸭子比较洗水 所以叶琳就多给住了一些 一下子住了半个小时 然后从储藏室 把这一段时间弄的麦皮取出来 掺水给拌了一下 分别放进了鸡窝和鸭窝的石槽里 把这些弄好以后 叶琳从空间里出来了 本来想回去的 不过想了想 还是没有回去 这才刚出来 没有多大会 小鸡和小鸭就不见了 母亲和姐姐一定怀疑 既然这样 那就在外面玩一会 等到差不多吃饭的时候再回去 既然现在不能回去 那去什么地方 叶琳想了想 自言自语地说道 去北海公园转转吧 说完就往北边走 叶琳家离北海公园并不远 走路也就十几分钟 何况叶琳现在就在黄承根 离北海公园就更近了 几分钟就到了 到了以后 叶琳才想起来 自己没有带钱 不过这难不倒他 这里他经常来 除了和别人一起 基本上不花钱 因为在公园的东侧 有一处围墙比较低 而且外面 还有他之前垫的砖头 叶琳绕到了公园东侧 爬上了墙头 往里面看了看 没有人经过 叶琳就翻了进去 你们你们干什么 刚进去没有走多远 叶琳就听到一个窃窃的声音 听声音是个女孩 而且年龄不大 本来他是不想管的 因为他是翻墙进来的 但是想了想 还是往声音的方向走了过去 就算是不管 看看没什么吧 往南走了几步 绕过一个弯道 叶琳看到两个男孩 堵住一个女孩 两个男孩年龄都不大 最多也就十一二岁 叶琳是按照身高猜测的 因为两个男孩背对着他 根本看不到长什么样子 女孩也不大 十来岁的样子 女孩很漂亮 长得给宋佐版的小那扎似的 穿着一件连衣裙 而且一看这连衣裙 就不是做的 而是买的成品 在这个年代 能买得起成品连衣裙的不多 叶琳家的生活不错吧 可是她还从来没有穿过买的衣服 她所有的衣服 都是买不做的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女孩她认识 这女孩和她一个学校 同年级不同班而已 可能是因为长得比较漂亮吧 叶琳多注意了一些 不干什么 把你兜里的东西都拿出来 就放你走 其中一个男孩说着 靠 原来是抢东西的 叶琳想着 然后眼睛就往地上学没 正面交锋 她肯定打不过对方 不单是因为对方比她年龄大 还因为对方是两个人 既然不能正面交锋 那么就只能来按的了 很快就让叶琳学摸到半块砖头 过去把砖头拿在手里 颠了颠 感觉到可以 就小心地走了过去 既然是偷袭 就不能让对方发现 不给 女孩倔强地说着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只能来硬的了 男孩说完 就伸手去抓女孩 刚好这个时候 叶琳已经走到两个男孩的身后 看到那名男孩要去抓女孩 叶琳想也没想 跳起来板砖就招呼了过去 男孩惨叫一声 捂住脑袋蹲在地上 叶琳脚刚落地 板砖又对另外一个男孩招呼了过去 掀下手为强 而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男孩已经反应过来 不过反应的有点慢了 估计也就刚看清楚怎么回事 半截砖已经到了她脑袋上 又是一声惨叫 和刚才的男孩一样 同样捂住脑袋蹲在地上喊 叶琳的力量不大 不过就算是这样 两个男孩也受伤了 血顺着手指缝流了出来 快走 叶琳把板砖扔掉 拉着女孩就跑 两个男孩伤得并不重 如果等他们反应过来 估计叶琳和女孩想跑都跑不掉 所以 这个时候 还是先跑再说 至于说后面的事情 那就等以后再说 哦 女孩傻傻地答应一声 然后任由叶琳拉着跑 很快跑到她进来的地方 叶琳对女孩说道 快点上去 上去 为什么不从大门走 我没票 呃 女孩轮了一下 就明白了 叶琳可能刚才就是从这里翻进来的 也多亏 她是从这里翻进来的 要不然也碰不到自己 哦 女孩答应一声 然后在叶琳的帮助下上了墙头 但是上了墙头以后 女孩又犹豫了 没办法 这在叶琳眼里并不高的墙头 但是在女孩眼里就很高了 没办法 叶琳只能先翻过去 然后对墙头上的女孩说道 你跳下来吧 我不敢 女孩摇了摇头 没关系 我接着你 不会让你摔着的 真的吗 女孩还是有点犹豫 真的 你快点吧 以后他们就追上来了 还是这句话管用 听到那两个男孩要追上来了 女孩闭着眼睛就跳了下来 叶琳才十岁 而且身高和女孩差不多 虽然她已经尽力了 还是让女孩给砸倒了 还好叶琳在下面 并没有摔着女孩 不知道是害怕 还是怎么回事 女孩在跳下来的时候 是张着嘴的 牙齿刚好刻在叶琳的嘴唇上 叶琳脸皮比较厚 根本不当回事 但是女孩就不一样了 等她睁开眼看到这个情况 脸刷的一下变得通红 连忙从叶琳身上离开 在女孩起来以后 叶琳也从地上站了起来 女孩红着脸看了她一眼 说道你流血了 叶琳用手擦了一下嘴 还真是流血了 不过还是说道 没事 咱们快走吧 嗯 离开北海公园有一段距离 两个人才放慢脚步 这个时候 女孩说道我认识你 哦 是吗 你是咱们学校的打家大王 啊 叶琳愣了一下 原来是这么个认识 她还以为女孩知道她的名字 你要这么说 我也认识你 你和我是一个年纪的 叶琳翻了一个白眼 对女孩说着 听到叶琳这么说 女孩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我还知道你一个外号 大家都叫你二 二傻是吧 还没有等女孩说完 叶琳就接了一句 第七章 极品母子 你不傻 啊 叶琳没有想到 在这里竟然有人给她证明了 我叫叶琳 叶琳 我记住了 我叫李婷 李婷 不错的名字 叶琳点了点头说道 走吧 我送你回去 嗯 叶琳没有想到 李婷竟然和她一个方向 不同的是 走到一半的时候 李婷指着一个大门说道 我到了 哦 你家住在这里啊 嗯 这是一个大院 不同的是 这里不是大杂院 而是一个小区 里面都是楼房 虽然只是一栋栋六层的楼房 但是也比叶琳家那大杂院 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大门口竟然有当兵的在站岗 行 你回去吧 我也带回去了 嗯 李婷点了点头 然后就往里面走 刚走几步 又停了下来 回头问道 叶琳 我可以找你玩吗 可以 叶琳点头说 那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龙宫银行后面的大杂院 你到了问一下就知道 我知道了 李婷说完 就往小区里走 路过大门口的时候 连有人问都没有 看来那些当兵的 应该是认识他 李婷 叶琳念了一句这个名字 然后就往家走 回到大杂院 叶琳刚进后院 就碰到了姐姐叶琪 看到叶琳两手空空 叶琪就问道 小弟 你怎么空着手回来 小鸡和小鸭呢 烤吃了 什么 烤 烤吃了 你个败家子 说完对着 正在厨房做饭的黎然喊道 妈 小弟把小鸡和小鸭给烤吃了 听到叶琪的话 李婷从厨房里出来 看了叶琳一眼 问道 儿子 你真的把小鸡给小鸭烤吃了 嗯 叶琳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硬着头皮 也要这么说 烤吃就烤吃吧 反正咱们家也没有东西喂他们 早晚也是死 李婷说完 又回厨房继续做饭 李婷的话 让叶琪很是无语 那可是好几毛钱啊 一只鸭子两毛钱 一只小鸡 怎么着也要一毛 加在一起就是六毛钱 差不多够一个人四五天的生活费了 这说的还是他们家 如果是那种家庭比较苦难的 够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了 同样也是母亲差不多半天的工资 就这样让弟弟给遭见了 可是他也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因为母亲已经发话 以母亲对弟弟的宠爱 不要说六毛钱 就算是六块钱 也就只能这样了 李婷很快把饭菜做好 端到了堂屋里 叶琳洗了把脸 就进屋吃饭去了 根本就不管姐姐叶琪 在那气得说不出话来 在这个家里 叶琳的地位无疑是最高的 叶琳出来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院子里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 傻子都能听出来 说这话的人很生气 儿子你又干什么了 李婷把筷子放下 问了叶琳一句 没干什么啊 叶琳无辜的说着 行了你们先吃饭 我去看看 李婷从屋里出来 就看到两名中年妇女 和两名男孩站在院子里 这两名男孩脑袋上都包扎着纱布 一个在后脑勺上 一个在耳朵的上方 看到这 李婷还能不明白怎么回事 这肯定是自己儿子干的 要不然人家也不可能找到家里 不过这样的事 她经历过很多 连忙过去 对两名中年妇女说道 两位家长 这是怎么回事 李老师 你这是明知故问啊 看看你家儿子 把我们家孩子给打的 一名中年妇女 把他儿子拉到李婉面前 指着他儿子脑袋上 包扎着的纱布说 两位家长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他们两个明显就比我儿子大 说他们两个是我儿子打的 谁能相信 李老师 话不能这么说吧 是不是你儿子打的 把你儿子叫出来 问问不就知道了 另外一名中年妇女说着 这名中年妇女刚说完 李婉就说道 我儿子还小 别把他吓着了 要不然这样 就算是我儿子打的 我赔你们医药费 李老师 你 两名中年妇女这个时候 还能不明白怎么回事 李婉这话说的好听 赔他们医药费 但就不承认 是叶玲打的他们孩子 这就是俗称的护犊子 妈 他们两个独女同学 还抢女同学的东西 还欺负女同学 叶玲这个时候 从屋里出来了 对李婉说着 什么 抢女同学的东西 李婉看着叶玲问 嗯 叶玲点了点头 在确定儿子没有说谎以后 李婉看向两名 被叶玲开嫖的男孩 两名男孩 连忙把脑袋滴下来 看到这 李婉还能不明白怎么回事 两位家长 你们这教育有问题啊 这么大一点 就抢女同学的东西 还欺负女同学 那长大了还了得 李老师 你不能这么互犊子吧 先不说我们家孩子 有没有做过 你家孩子 把我们家孩子 打了 是事实吧 先前说话的中年妇女 这时候说着 我护独自怎么了 我儿子没有做错 他这是见义勇为 没错 就是见义勇为 李婉都这么说了 两名中年妇女还能说什么 再说了 他们也不能把李婉得罪狠了 不要忘了 他们家孩子 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而李婉就在初中当老师 而且还是年纪主任 最后 李婉赔了每个孩子 两块钱的医药费 这件事就算是解决了 在两名中年妇女 带着孩子走了以后 李婉无奈的对叶玲说道 儿子 咱能不能换个地方 怎么每次都是脑袋 打别的地方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那样的话 对方可能还有还手能力 到时候你儿子 我可能就让别人给开瓢了 那还是打脑袋吧 把别的孩子脑袋打破 花点钱就行 自己儿子脑袋绝对不能破 这就是李婉的逻辑 他也是这样去办的 四块钱 再加上那六毛 这一天就是四块六 四块六啊 两个人进屋以后 叶琪在那说着 四块六怎么了 你弟做的对 像这种欺负女同学的人 就是要收拾他们 李婉瞪了叶琪一眼 然后对叶琳说道 对了儿子 你这英雄就美 美女有没有以身相许 妈您说什么呢 我才十岁 以身相许确实早了点 那有没有盖章 对了 你这嘴上的伤 不会是盖章留下的吧 叶琳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李婉正在做饭 然后就是吃饭 一直没有注意 刚才在外面说话 才看到 本来她以为是那两个男孩打的 不过看了看不像是打伤 没有 我这伤是吃烤鸭咬的 哦 这样啊 对于这一对极品母子 叶琪很是无奈 大一部分责任在母亲 可以说都是母亲给惯的 自从弟弟上学以后 每年光赔给别人的医药费 就相当于母亲五分之一的工资 而且还不是一个月的五分之一 而是一年的五分之一 要知道 那可是上百块钱啊 相当于一名普通职工三个月的工资 在这个年代 普通职工和普通老师的工资一样 每个月是37块5 一级工资是5块钱 向李染是年级主任 就比普通老师高一级工资 是42块5 当然 普通职工也有一个月32块5的 那是工龄还达不到的普通职工 老师也是一样 刚参加工作的老师 每个月同样是32块5 吃完晚饭 叶玲没有再出去玩 因为李染担心叶玲再出去给别人打架 李染是护犊子 但是护犊子的代价是花钱 还好叶玲不怎么主动惹事 要不然 就算是把她的工资都赔出去都不够 磕了一会从外婆家带回来的瓜子 叶玲就洗洗睡了 睡到半夜的时候 叶玲再次进入空间 这一段时间 叶玲在空间里可是收了不少菜 不过叶玲并没有打算把这些菜拿出去卖 这个年代 虽然说买菜同样需要菜票 但是价格比较便宜 只有在冬天的时候菜才会贵 叶玲已经想好了 就目前来说 时不时的拿出来一点自己吃 剩下的菜都存起来 到冬天的时候拿出来卖 这个年代可不是后世 冬天也有各种各样的菜 在这个年代 很少有大棚 甚至说没有 一旦到了冬天 除了萝卜就是白菜 另外还有一些干菜 想吃别的菜 根本就不可能 叶玲进入空间 就发现韭菜可以割了 一个念头 一把把捆好的韭菜 就进了储藏室 然后又把小油菜给收了 种上 接着是西红柿 辣椒 黄瓜 西葫芦 大葱 蒜苗 把菜给收完以后 叶玲又过去 把花生和向日葵给收了 接着又种上 叶玲没有去看果树 因为果树结果 还需要一段时间 最起码 还需要现实时间一个月左右 叶玲过去看了看 小鸡仔和小鸭子 都长大了一点 虽然说下午才放进去 离现在也就几个小时而已 可是在空间里 已经过去好几天 第八章 提前准备 要说空间里变化 最大的就是水潭 现实中虽然才过去半个月 但是在空间里 已经过去一年 这一年的时间 刚开始放进去的那些小鱼 现在已经长大 当时放进去的小鱼种类很多 现在看出来 都是什么鱼了 有草鱼 白莲 鲤鱼和鲫鱼 甚至还有一些杂鱼 就是小溪里长的那种穿条 除了鲫鱼长的 有三四两种 像草鱼 白莲和鲤鱼都长一二斤了 不但如此 还出现了不少小鱼 大的有一二两 小的给火柴棍差不多 也就是刚孵化 估计再有个一年 这说的当然是空间里的一年 这些鱼就长大了 到时候就可以拿出去卖了 还有就是 当初放进去的几只小龙虾 现在已经繁殖了不少后代 光已经长成了小龙虾 估计就有好几千 至于虾子虾孙 那就更多了 当然 还不止这些 还有荷虾和西螺 荷虾长不大 最大也就给成人小拇指差不多 不过搁不住多 现在水潭里 已经有很多这种荷虾了 当叶玲从空间里出来的时候 现实中已经过去五分钟 可不要小看这五分钟 在空间里 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出来以后 叶玲并没有直接睡 而是来到堂屋 偷偷地往面缸里 倒了一些面进去 现在空间中的粮食 只有小麦 所以 她能拿出来的 也只有面 她倒是想种大米 可是帝都这个地方 并不产大米 根本没有地方弄种子去 琪琪 你昨天去买面了 早上吃饭的时候 李冉问叶琪 叶玲家买粮食 买日常用品这种事 平时基本上都是叶琪去 所以李冉从会问她 没办法 李冉是老师 如果不是除了寒暑假 基本上没有什么消息时间 这个年代的老师 和后世的老师可不一样 这个年代的老师 那是真负责 周一到周六上课的时候 晚上回到家批改作业 就能批改到夜里 十一二点 就连星期天 老师也是在备课 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 而且 这个年代的老师是真教 不像后世 老师在课堂上不教 然后到外面 去教补习班 没有啊 叶琪不明所以的说 奇怪了 怎么感觉面 好像比昨天多了 李冉一边吃饭 一边嘀咕着 多了还不好啊 叶琳说 说完以后 又说道 对了妈 上午我去找同学玩 嗯 去吧 不要和别人打架 对于叶琳一个人出去玩 李冉很放心 她根本不担心 叶琳会被别人欺负 说句不好听的 叶琳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她唯一担心的 就是叶琳给别人打架 放心妈妈 绝对不会 那就好 叶琳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那有时间给别人打架 之前那是没事干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她现在要赚钱 不过在这之前 她要把所有的东西准备好 得到母亲的答应 叶琳三下午除二 就把粥给喝完 然后就跑了出去 如果是平时 她会叫着姐姐叶琪 但是她今天要做的事情 绝对不能带着姐姐 十几分钟后 叶琳来到了茅房厂大门口 这里她之前来过 不过是和同学一起过来的 她在这里见过 她现在需要的东西 所以就过来了 叶琳需要的是几个轮子 没错就是轮子 是那种手推车的轮子 她见过茅房厂的职工 用那种手推车推过步匹 小孩 你找谁 门卫看到叶琳往里面走 就随口问了一句 我找谁 你认识啊 叶琳白了一眼门卫 直接就往里面走 啊 门卫冷了一下 而这个时候 叶琳已经进去了 看到这 门卫摇了摇头 心想 这孩子说话还真是冲 不过也是 茅房厂有好几千名职工 自己确实有很多不认识 再说了 叶琳只是一个孩子 如果是成年人 再没有出示证件 没有表面身份的情况下 她肯定不让进去 但是一个孩子 进去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 叶琳也不是没有目的的下跑 茅房厂那么大 如果下跑的话 可能一上午都转不过来 她要去的是生产车间 不知道是叶琳的运气好 还是茅房厂里的手推车比较多 刚来到一个车间门口 叶琳就看到一辆手推车在那放着 而且旁边还没有人 看到这个情况 叶琳直接过去 然后就把手推车给推走了 她就仗着她 是一个小孩 根本没有人会注意 就算是有人看到了 还以为她是完 就这样 叶琳把这辆手推车 推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茅房厂很大 偏僻的地方也很多 随便找个没人 又有遮挡的地方很容易 叶琳要的不是手推车 而是手推车下面的四个轮子 这种轮子的直径 大概有十公分左右 其实就是一个轴承 外面套了一个铁轮 在铁轮的外侧又包了一层实心橡胶 叶琳想把四个轮子卸下来 这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她没有工具 不过这也难不倒她 直接把手推车收进空间 一个念头 四个轮子就被卸了下来 然后又把手推车给放了出来 她要的只是轮子 至于手推车还是算了吧 因为这玩意 她根本用不着 卖废铁又不值钱 还不是给人家留下来 回头装上几个轮子还能用 拿到四个轮子 叶琳就从茅房厂出来了 然后直接回家 刚走到大杂院门口 就碰到了大杂院的几个孩子 二傻 干嘛 叶琳痴痴呆呆地问 刘伟神神秘密地走过来说道 昨天我去了一趟我叔叔家 从我叔叔家拿了一些套子 咱们去郊区套兔子吧 不去 别啊 你不想吃肉啊 我跟你说 我叔叔这一段时间套了不少兔子 每天都有兔子肉吃 叶琳当然想吃肉 但是对于这种不靠谱的事情 她还真是没有兴趣 她虽然没有套过兔子 但是也知道 这套兔子应该是有技巧的 不是说你下了几个套子 就可以套着兔子 不过想想 反正也没什么事 就点了点头 说道 好 什么时候去 下午 吃完中午饭 在这里集合 嗯 叶琳答应一声 就进了大杂院 因为叶琳一直痴痴呆呆地 见了人也不说话 也不爱搭理人 所以时间长了 大杂院的人 基本上已经把它当成空气 这样也好 省得时时刻刻要装下去 回到后院 李染和叶琪不在 估计是出去了 这也给叶琳提供了方便 在西屋房檐下 有一堆木头 一直放在那也没有什么用 叶琳就收了一些进空间 因为她年龄太小 在外面做过什么很麻烦 但是在空间就比较简单了 想做什么东西 基本上是一个念头的事 叶琳要做的是一个箱子 确切地说 是一个移动摊位 一个念头 那些木头就变成一块块木板 很快一个按照叶琳想法的移动箱子 就做出来了 这个箱子宽35厘米 长70厘米 高60厘米 在箱子下面装了四个轮子 因为叶琳也没有准备 让这个箱子装什么东西 所以四个轮子 是装在两根木棍上的 叶琳试着提了一下 还真给提了起来 这次可没有用什么念头 而是用力量给提起来的 箱子大概在十一二斤左右 这个箱子 叶琳是按照后世那种折叠圆桌做的 把上面的几块木板撑开以后 就变成一张椭圆形的桌子 宽一米左右 长一米五左右 放点东西在上面 这就是一个简易摊位 在木箱的一头 叶琳还做了一个扣子 没错 就是扣子 只不过这个扣子 可不是衣服上的扣子 而是和半挂车厢 往车头上扣的扣子一样 当然 做这一切的时候 是在空间里的茅草屋做的 因为只有把东西放进茅草屋里 才能不被空间分解 在箱子做好以后 叶琳把一辆铜车推过来 没错 就是一辆铜车 其实这是当年和叶琳一起 被龙卷风吹到这个年代的 那辆捷安特越野自行车 已经在空间里放了快十年 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变化 在叶琳六岁那年 这辆自行车就变成了一辆铜车 而且随着叶琳的年龄 这辆铜车一直在变大 叶琳试了很多办法 想知道它能不能变回去 或者变成别的东西 但是都失望了 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 看来这就是一辆自行车 只不过是一辆时候叶琳 都可以骑的自行车 叶琳把木箱扣在自行车车 坐下面的车架上 然后在茅草屋的客厅试着骑了一下 还别说 一点问题都没有 既然没有问题 叶琳也就放心了 这样的话 那么她的计划就可以实施了 因为箱子比较轻 就算是不用自行车拉着 叶琳也可以背着 就在叶琳准备离开空间的时候 想到下午要去郊区套兔子 就又停了下来 刚好给木箱做扣子的时候 还剩下不少材料 那么就做几个夹子 第九章 李婷到来 一块钢板在叶琳的一个念头下 分成了六块 然后变成六个夹子 说是夹子 其实就是六个特大号的老鼠夹子 没办法 因为叶琳就见过老鼠夹子 没有见过别的夹子 就算她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那她也不能无中生有吧 六个夹子 每个都有半斤重 可想而知有多大 这么大的老鼠夹子 不要说夹兔子 估计夹黄鼠狼都没有问题 在出空间之前 叶琳又捞了一些和虾 差不多有四五斤 又在空间里给收拾了一下 其实就是把虾线给挑出来 在空间里好收拾 一个念头的是 但是到了外面就麻烦了 出来以后 叶琳找个盆把这些和虾放进去 然后又接了一些水 看了一下太阳 差不多应该在十点左右 在这个年代 这一点很不好 看时间 只能看太阳在什么位置 早是早了点 不过可以做一些准备了 没错 叶琳准备做饭 这还是她来到这个年代以后 第一次做饭 前世做一名锅 做饭这种事 怎么可能不会 她准备做清蒸大虾 虽然这和虾没有海虾大 可能是因为空间的原因的 也比海虾小不了多少 做清蒸大虾是没有问题的 做之前先做一些准备 黄瓜 姜丝 盐 胡椒粉 香油 香油和盐家里有 黄瓜 姜丝空间里有 至于胡椒粉 空间里有花椒树 摘点花椒 再加一些别的东西 代替做就行了 先把黄瓜切片腌制 再把大虾洗净 虾线已经挑了 加上姜丝去腥 然后放在锅里蒸15分钟 既然没有表看时间 那就只能根据经验做了 等虾蒸好以后 将蒸好的大虾 黄瓜片 盛在盘子里 撒上盐 胡椒粉 淋入用香油 盐 蒸出的虾汤拌匀做成的酱即可 前期工作做好 叶玲也把虾蒸上了 因为还需要15分钟 所以叶玲就回到了堂屋里 刚坐下来 就听到外面有人喊 有人吗 听声音有点耳熟 叶玲马上想到 这个声音是谁了 就从堂屋里出来 说道 有人 有人 来到外面 果然看到是李婷 就问道 你怎么来了 听到叶玲这么问 李婷说道 你不是说我可以找你玩吗 难道你不欢迎 欢迎欢迎 当然欢迎 快进巫座 嗯 李婷点了点头 问道 你在干什么 在做饭 做饭 你 对啊 怎么 不相信 李婷摇了摇头 说道 没有 没有 李婷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是她的眼神出卖了她 她就是不相信 只不过没有说而已 行了 别装了 我知道你不相信 没关系 中午留下来吃饭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啊 你 你不会真的在做饭吧 叶玲给了李婷一个白眼说道 当然是真的 你还以为我骗你呢 叶玲说完摇了摇头 来到屋里以后 叶玲给李婷倒了一杯水 然后又把从外婆家带回来的花生瓜子拿出来 让李婷吃 谢谢 我也给你带了一下吃的 李婷说完 就开始从兜里往外面掏东西 不过掏出来的都是糖块 而且糖块外包装上都是英语 这种糖块 除了有一商店 就只有南方那些大城市友 谢谢 不客气 你不是也请我吃花生瓜子了吗 好朋友就是要分享 李婷怎么说 也只是一名十来岁的小姑娘而已 叶玲帮过她 那么叶玲就是对她好 而且对叶玲不设防 这就是这个年代的孩子 比较单纯 前世什么样的糖 叶玲没有吃过 所以她对这些糖块不敢冒 吃一块糖 还不如让她吃一块肉来的实在 就在这个时候 李婷和叶琪从外面进来 进门就看到了李婷 李婷疑了一声 看着叶玲问 儿子 这位是 妈 这是李婷 说完又对李婷介绍着李婷和叶琪 这是我妈 这是我姐 阿姨好 好好好 快坐 李婷过去 拉着李婷的手说着 谢谢阿姨 等李婷坐下来以后 李婷看着叶玲问道 儿子 这不会 就是你昨天帮过的小女朋友吧 听到李婷这话 叶玲给了她一个白眼 心想 您老这是什么意思 朋友就朋友呗 还在前面加了一个女 行 就算是这样也没什么 可是您又加一个小什么意思 难道是在提醒我 人家还小 叶玲想的比较复杂 但是李婷比较单纯啊 听到李婷这么说 连忙说道 是的阿姨 昨天就是叶玲帮了我 哈哈哈哈 不测不测 李婷点了点头 然后鼻子动了动 问叶玲 儿子 厨房里 你弄了什么东西 啊 我正在做饭 叶玲说完就往外面跑 光聊天了 她都忘了 厨房里正在争着瞎了 听到叶玲说她在做饭 李婷的惊讶 可不比刚才李婷少 这个儿子 她养了快十年了 还从来不知道 自己这个儿子会做饭 不要说做饭 连碗都没有见她刷过 可是她也不想想 是叶玲自己不刷碗的吗 是她不让刷 不要说刷碗 就算是叶玲想去扫扫地 她都不让 而是让叶琪去扫 要么她自己去扫 可能是怕烫着叶玲吧 在叶玲刚出去 李婷就跟着出去了 来到厨房这边 正看到叶玲 从锅里往外面端东西 连忙喊道 儿子 你放下 我来端 不用了吗 已经端出来了 当看到叶玲端 出来一盆红彤彤的大虾 李婷问道 儿子 你这是 清蒸大虾 我不是问这个 我是问这大虾从哪来的 哦 这样啊 这些大虾 是我从北海公园逮的 北海公园 你下水了 虽然李婷知道叶玲会水 而且游泳游得特别好 但还是吓了一跳 俗话说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因为不会水的话 根本就不会下水 没有 没有 叶玲连忙摇头说道 我是用王逮的 要不然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 叶玲可不敢 让李婷误会她下水 她之所以可以天天跑出去玩 就是因为她不下水 如果让李婷误会她下水了 那么 她也就别想出去玩了 听到叶玲这么说 李婷松了一口气 说道 也是 如果下水抓这么多虾 估计一天都抓不到 妈 帮我把虾端进去 行 不过儿子 你就做了这个 哦 叶玲冷了一下 不过还是点头说道 嗯 就做了这个 在李婷端虾走了以后 叶玲拍了拍脑袋 她只想着 做清蒸大虾了 连主食都没有做 不能光吃虾吧 还好做得多 要不然 叶玲把虾汤倒进 提前准备好的酱里 然后端着进了堂屋 刚进去就看到叶玲 正在用手捏着虾吃 一边吃 还一边让李婷吃 不过李婷有点矜持 并没有去吃 还没有放酱呢就吃 叶玲过去 把酱到了进去 小弟 你怎么会做这个 而且还做这么好吃 叶玲一边吃一边问 这有什么难的 学就会了 叶玲耸了耸肩 一副太简单的样子 学 你从哪里学的 要知道 他们家可是很少做虾 就算是在外婆家 也没有吃过几次 而且也不是这样做的 这让叶琪很不明白 叶玲是在什么地方学的 从书上呗 什么说 叶玲最怕的就是这个 一个谎言 就要用十个 百个谎言去圆谎 就这还不一定能圆上 可是没办法 她还必须这样说 中华美食 叶玲说的没错 她做的这道清蒸大虾 确实是从中华美食上学的 只不过那是后世 这个年代 还不知道有没有这本书 不过无所谓 因为没有人会去求证 儿子 你什么时候又去书店了 李染这话 接得太及时了 前一段时间 哦 快点吃吧 一会凉了 就不好吃了 叶玲一边说 一边给李婷装了一些放碗里 李婷是第一次过来 肯定会矜持 这很正常 不要说她 只是一个小女孩 就算是再大几岁也是一样 估计熟悉会好一点吧 谢谢 不客气 叶玲没有给母亲和姐姐装 因为根本不需要 特别是姐姐 还没有放酱 就已经吃了起来 怎么可能需要叶玲帮她 好吃吗 李染问李婷 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 下次来让她再点你做 李染这个时候 就像是狼外婆 而李婷就是那小白兔 嗯 我知道了阿姨 看到李染这样 叶玲也只能苦笑 她能说什么 虽然她知道 李染怎么想的 但是她不能说出来 不但不能说出来 而且还要配合李染 装作一副 什么也不懂的样子 四五金大虾 很快就吃完了 叶玲吃的最多 然后是李婷 叶玲吃的最少 这倒不是说她不喜欢吃 她虽然是个小孩子的身体 但前世已经有十几年的记忆 第十章 兔为食亡 吃完东西 在外面水池子洗了一下 李婷问道 叶玲 你下午干什么去 不干什么 可能出去玩 那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不行 叶玲摇了摇头 叶玲已经答应刘伟 下午和他们一起去郊区套兔子 套兔子是男孩子的事情 带一个女孩过去 算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 距离比较远 一个女孩子根本不可能跟上 虽然在这个年代 德胜门外就是郊区 但德胜门离前门 还有不近的一段距离 可是叶玲又不能和她明说 因为那样的话 李婷就知道了 根本就不会让她去 在市里 叶玲去什么地方都行 李婷一般不会管 但是去郊区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李婷不明白地问 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很远 一下午都不停 而且很可能会到天黑才能回来 没关系 我不怕嘞 李婷笑了笑说着 啊 叶玲冷了一下 还是说道 那你总要 给家里说一声吧 嗯 一会我就回去 吃完饭 我就过来找你 李婷的话让叶玲很无奈 不过想了想还是算了 跟着就跟着吧 大不了路上自己照顾她一下 不管怎么说 自己带出去的 那么就必须把她带回来 那好吧 不过回来以后 你不能告诉别人 你去了什么地方 包括你父母 嗯 我答应你 李婷离开了 李染开始做饭 虽然说吃了那么多大虾 基本上已经吃饱 但是在这个年代 不吃点主食 总感觉好像没有吃饱似的 吃完中午饭 趁着李染和叶琪睡午觉 叶玲背着自己的六个大老鼠夹子 从大杂院出来了 她出来的时候 门口还没有一个人 这个时间天气比较热 不过是上班的人 还是在家休息的老师 都会在这个时候睡午觉 甚至还有人刚吃饭 也就是说 叶玲出来早了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 刘伟鬼鬼祟祟的从大杂院出来了 看到叶玲 喊道 二傻 怎么才来 我刚吃完饭 同时 叶玲也看到了刘伟拿的套兔子的套子 其实就是一根细铁丝 一头系在一个木棍上 一头打了个活扣 然后把铁丝弄成一个圈 把另外一头的木棍插在地上 兔子只要进了这个铁丝套 就别想跑了 因为铁丝套是活扣 越挣扎铁丝套就越紧 最后只能被铁丝套来的一命呜呼 二傻 你这是什么 老鼠夹子吗 可这老鼠夹子 怎么这么大 因为这是家兔子的夹子 叶玲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刘伟 因为这样比较符合她痴痴呆呆的样子 果然看到叶玲这个表情 刘伟摇了摇头说道 那好吧 又是十几分钟 陆陆续续的从大杂院出来四五个人 每个人都和刘伟一样 都戴着几个铁丝套 而这个时候 李婷也到了 看到李婷过来 叶玲拉着刘伟说道 我还带一个人 谁啊 她 叶玲指了指李婷 人长得漂亮 到什么地方都受欢迎 哪怕只是一个小女孩 顺着叶玲的手指 刘伟看到了李婷 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要去郊区套兔子的 并不是只有叶玲他们这些人 还有另外一个大杂院的孩子 和他们这边差不多 年龄最大的 也就十三四岁 最小的和叶玲差不多 两个大杂院离得比较远 连一个巷子都不是 叶玲他们是西郊名巷 另外一个大杂院 在前红井胡同 当然 这个园只是相对的 其实也就一两百米而已 两拨人会合以后 就往郊区赶 先沿着西郊名巷 一直往西走 走到北新华街 然后从北新华街 一直往北 穿过长安街 走辅右路 到了西安门大街 往西拐一点 然后还往北走 一直走到 帝安门西大街 穿过帝安门西大街 来到德胜门那大街 再往前走 就是德胜门 穿过德胜门 就是郊区 到了郊区以后 这些家伙就像出荣的猛虎 放飞的鹰 而这个时候 叶玲也就和他们分开了 没办法 不但是因为叶玲 还带一个礼婷 还有就是 大家的工具不一样 他们用的是套子 套子套兔子 必须要把套子 放在兔子的必经之路 当然 至于是不是 兔子的必经之路 就不知道了 而叶玲用的是夹子 放在路上肯定不行 还容易误伤人 所以 她要找兔子的窝 最好把夹子 放在兔子窝旁边 叶玲 咱们不和他们一起吗 看到别人都离开了 李廷问 一起啊 他们是去下套去了 等下完套就回来 哦 李廷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这里是郊区 到处种的都是庄稼 因为没有可以吃的粮食 现在还多小动物 都出来觅食 兔子也是一样 所以在来之前 叶玲从家里拿了一个馒头 而且还是白面馒头 如果让别人知道 她用白面馒头 出来吊兔子上钩 不知道会怎么想 要知道 这白面馒头人都吃不到 她竟然拿来给兔子吃 不过叶玲倒是无所谓 第一 她不缺白面 第二 如果兔子真的吃了 她的白面馒头 那么也等于说 她有兔子肉吃了 咦 这里的草比较好 半个小时后 叶玲和李廷 来到一个水渠边 俗话说 兔子不吃窝边草 有草长得比较好的地方 那么附近就会有兔子窝 怎么了 叶玲 这里好像有个兔子窝 啊 在那里 李廷说完就准备去找 等等 叶玲连忙制止她 怎么了 别惊了他们 你站在那别动 我下个夹子 哦 叶玲很快把夹子撑开 放在下面的一处草丛里 然后把一疙瘩白面馒头 放上去 就拉着李廷离开了 又是半个多小时过去 叶玲把剩下的五个夹子 都给下了 带着李廷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 等刘伟他们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等了一会 李廷好像有点不耐烦了 他本来是想和叶玲出来玩的 但是现在竟然是在这等人 下完套就回来了 叶玲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人太多 不可能把套下 在一个地方肯定会走很远 这样的话 什么时候能回来 还真说不好 哦 叶玲也看出来 李廷的不耐烦了 就说道 走 咱们边玩边等 嗯嗯 李廷连连点头 李廷可能是没有来过郊区 好像对什么都感觉到新鲜 特别是对庄稼 虽然前世叶玲也没有中过地 但是对庄稼 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这是什么 这是玉米 那这个呢 大豆 这个呢 芝麻 李廷问一个 叶玲告诉他一个 没有一点的不耐烦 虽然这些庄稼只是刚长出来 但叶玲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这都归功他的过目不忘 一直到下午五点多 刘伟他们一群人才回来 一个个手里的套子都不见了 估计是全部都下了 下滔滔兔子 要在前一天下 第二天早上收 兔子虽然白天也出来 但是很少 大部分是在夜里出来 夜里比较黑 兔子出来的话 会沿着被路人踩过的路走 因为被人踩过的路晚上 被月亮光照着 看上去白白的 就给人走夜路一样 也会这样走 二傻 你的夹子都下完了 刘伟过来问 嗯 下完了 怎么样 不知道 那走吧 好 没有走多远 就到了夜灵下夹子的地方 夜灵只是随便看了一眼 马上眼睛一亮 因为他看到他下的夹子上面 有一只兔子 而且是一只被夹子夹着的兔子 夜灵下夹子下的很隐秘 只有他自己能找到 就算是李婷和他一起下的 估计现在让李婷找 他也找不出来 二傻 怎么了 夹到一只兔子 夜灵说完就跑了过去 什么 刘伟跳了起来 也跟着夜灵跑了过去 来到夜灵放夹子的地方 果然看到 一只比较肥瘦的兔子 躺在夜灵的夹子上 而且看样子已经死了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夜灵连忙蹲下来 把夹子上的死兔子取下来 然后把夹子给收了 一个地方能夹到一只兔子 已经很走运了 不可能夹到第二只 因为兔子这玩意很聪明 如果不是夜灵在夹子上放了馒头 绝对不可能夹到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没想到兔子也会为了食而亡 走二傻 看看你别的夹子夹到没有 啊 能夹到一个就不错了 还是算了吧 别啊 就看看而已 没有就算了 那好吧 夜灵点了点头同意了 一行人跟着夜灵去下一个夹子了 这个夹子上空空如也 不过夜灵还是把夹子给收了 这么多人过来 估计就算附近有兔子 一天半天也不会出来了 接着又去了第三个夹子 这个也是一样 什么都没有 夜灵还是过去把夹子给收起来了 能夹到一只兔子就已经很不错了 夜灵很知足 第十一章 这就对了 当一行人来到第四个夹子的地方 夜灵不淡定了 这次夹子上又夹了一只 不过不是兔子 而是一只黄鼠狼 这只黄鼠狼被夹子夹着了脖子 同样已经死亡 这次不光是夜灵不淡定 一行十几个人 除了李婷没有什么感觉以外 每个人都很吃惊 刚开始看到 夜灵拿着这种特大号老鼠夹子 这些人还笑话他 没想到六个夹子 这才收了四个 就夹到了两只 而且其中一只还是黄鼠狼 要知道 他们这么多人夹在一起下的那些套子 运气好了 能套个两三只 如果运气不好 连一只都套不着 特别是刚开始说不带夜灵的那些人 一个个都很后悔 可是晚了 是他们自己说的 夜灵一个人一伙 他们所有人是一伙 也是 夜灵平时就痴痴呆呆的 又拿着几个特大号老鼠夹子 这些人当然不希望和他一伙 因为那样还会分掉他们的收获 哈哈 夜灵 你太厉害了 刘伟过来拍了拍夜灵的肩膀 是吗 夜灵傻傻地挠了挠头 刘伟很替夜灵高兴 在大家提出 不让夜灵和他们一伙的时候 刘伟是反对的 但是他一个人势单力薄 又加上夜灵自己要退出 他也不得不妥协 夜灵把黄鼠狼取下 把夹子收起来 刘伟就拉着他 往下一个夹子走 这个夹子没有夹子 不过夜灵已经有这么大收获了 有没有多无所谓了 把夹子收起来 就去了最后一个夹子 准备把夹子收了回去 就在大家快走到最后一个夹子的地方 夜灵伸出手拦着大家说道 等一下 怎么了 刘伟问 你看有兔子 夹子放在什么地方 只有夜灵一个人知道 而这个夹子就放在离这只兔子 不到一米远的地方 而且就在兔子的前方 估计这只兔子是被白面馒头给引出来的 抓兔子 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大杂院的一个孩子 喊了一声就跑了出去 你干嘛 刘伟喊道 当然是抓兔子了 说完人跑得更快了 他这一跑 他们院的另外几个孩子也跟了过去 就把兔子给惊跑了 这让夜灵那个气 夜灵知道 他是故意的 故意把兔子给惊跑 因为人根本没有兔子跑得快 更何况到处都是庄稼地 兔子跑到庄稼地里 根本就找不到 啊 一声惨叫在前面响起 听到这声惨叫 夜灵低声说道 活该 不用说 有人被夹子给夹到了 夹子放在什么地方 只有夜灵自己知道 周围又都是草 根本不会有人注意 夜灵走过去看了看 正是最开始跑出去的那个男孩 估计是一脚踩在了夹子上 被夹子打在了脚面上 而且看样子伤得不轻 夜灵过去 把夹子取下来 然后一行人送男孩去医院 北一医院就在北海公园西北角 离北海公园不是很远 男孩背送到了这里 到了医院门口 夜灵把刘伟叫着 说道 医院里估计不让把这玩意带进去 你帮我把这玩意送回家 然后给我妈说一声 让我妈带点钱过来 夜灵把夹子和兔子 还有黄鼠狼递给刘伟 刘伟想了想点头说道 行 那我把东西送回去就过来 嗯 虽然这不怪夜灵 都是对方自找的 但是夜灵不能不管 这就给他和别人打架一样 每次也不是夜灵的错 但是每次打架 还不是会赔对方医药费 在刘伟走了以后 夜灵对李婷说道 时候不早了 你也回去吧 不 李婷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回去 看到李婷坚持要留下来 夜灵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然后就和大家一起 把男孩送了进去 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 男孩只能被送去急救市 与此同时 刘伟回到了大杂院 李冉正准备做饭 刘伟踢着黄鼠狼和兔子进来了 说道 李老师 您快去一趟医院吧 夜灵让您带点钱 怎么回事 李冉放下手里的活 问刘伟 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 您还是先过去吧 好 我知道了 在那个医院 北一医院 听到在北一医院 李冉连忙跑进屋里 拿着钱就往医院跑 等李冉来到医院的时候 腿都软了 一部分是下的 另外一部分 是这一路上一直跑 她还以为是夜灵受伤了 当来到急救市外面的时候 看到夜灵在外面站着 李冉冷了一下 连忙过去抓着夜灵的胳膊问道 儿子 哪受伤了 伤得重不重 说完 把夜灵的身体转了一圈 并没有看到受伤的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中年妇女走过来 说道 你儿子没有受伤 受伤的是我儿子 脚面骨都裂了 在回城以后 另外一个大杂院有个孩子 就回去通知受伤男孩的父母了 所以 中年妇女比李冉先到 不过她还算理智 并没有过来 就找夜灵的麻烦 哦 李冉点了点头 然后看着夜灵说道 儿子 你没受伤啊 那就好 那就好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你儿子没有受伤 我儿子受伤了 什么叫那就好 听到李冉的话 指着李冉问 你这人真有意思 你儿子受伤了 和我儿子有什么关系 李冉才 不管这些呢 只要夜灵没有受伤就行 至于别人谁受伤 她一点都不关心 怎么没关系 我儿子的脚 是你儿子弄的什么夹子 给加伤的 中年妇女的话 让李冉皱了皱眉头 不过 还是看着夜灵问 儿子 是这样的吗 那样子 就好像只要夜灵不承认 她也不认仗似的 阿姨 这件事不怪夜灵 李婷这时候 在旁边说 夜灵从头到尾 一句话没有说 她之所以不说话 是因为她知道 就算是 她不说也有别人说 还有就是 她要继续装痴痴 呆呆的样子 哦 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阿姨 今天 李婷把这件事情的 来龙去脉都讲了一遍 包括对方 故意把兔子赶跑 不让夜灵家到兔子 没想到 自己踩到了家子 李婷 你说的都是真的 嗯 是真的 不幸您问问他们 李婷指了一圈 两个大杂院的孩子 李冉看了一圈那些孩子 另外一个大杂院的孩子 想反驳李婷的话 可是他们知道 这根本没用 因为这里 还有夜灵大杂院的孩子 夜灵他们大杂院的孩子 除了刘伟 好像和夜灵的关系并不好 但是再不好 人家也是一个院里的人 怎么着也不会 向着外人说话 再说了 李婷也没有胡说 可以说 是把当时的事情还原了 还有就是 李燃可是老师 如果他们说了假话 后果可想而知 看到这个情况 李燃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拉着夜灵说道 儿子 咱们走 哦 你们就这样走了 受伤男孩的母亲 在后面问了一句 怎么 不走你 还打算请我们吃饭 李燃这话 让受伤男孩的母亲 不知道怎么接了 她倒是想拦着李燃 让李燃出治疗费 可是刚才听完李婷的话 她知道 估计是不可能了 因为从头到尾 和人家孩子没有一点关系 都是自己孩子的错 如果不是自己孩子 故意跑过去 惊跑人家的兔子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人家没有让自己陪兔子 就不错了 来到医院外面 夜灵又恢复了机灵 对李燃说道 妈 我还以为您会说点更狠的话 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你的臭小子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因为你的家子受的伤 李燃给了夜灵一个白眼 还有 我说你怎么回事 谁让你去郊区的 还带着李婷 万一出点什么事 你怎么给李婷的父母交代 妈 就去个郊区而已 能出什么事 李燃在夜灵脑袋上敲了一下 说道 出事就晚了 我告诉你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如果让我知道你再去郊区 看我怎么收拾你 知道了 我不去了 这就对了 李燃这话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每次都说收拾夜灵 可是不管夜灵闯什么祸 也没有见他 真的收拾过夜灵 一行人很快过了长安街 离李婷家所在的大院 已经不远 夜灵对李婷说道 快到你家了 要不然你先回去吧 不要 你不是说 要给我做兔子肉吃吗 李婷怎么说 也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客气 还有就是 他还从来没有吃过兔子肉 特别是夜灵给他说 兔子肉有多好吃 把这丫头的蝉虫给勾出来了 可是现在都这么晚了 本来六点多 他们就可以回来 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 现在已经过去七点 虽然说天还没有黑 但也已经差不多了 第十二章 漂亮阿姨 没关系 一会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就行了 李婷无所谓的说着 你家里有电话 夜灵刚问完这句话 就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因为他这个问题有点傻 像李婷家住的那个小区 还有当兵的把手 估计都有点身份吧 既然这样 怎么可能没有电话 儿子 你答应人家的 就要做到 李染这时候说了一句 说完就先一步走了 哦 知道了 夜灵答应一声 只能带着李婷往家走 在回大杂院的时候 路过供销社 李婷进去打了一个电话 供销社的电话 本来是供销社自己用的 不过附近的人如果需要 也可以过来打 就是收费有点贵 事话就要一毛钱 贵是贵了点 但是也有好处 比如打过来的电话 他们会帮忙叫 当然 这说的是离得近的 远的就只能通知 让人带话 当夜灵和李婷 一起回到后院的时候 就看到李染拿着刀 对着地上的兔子和黄鼠狼 一副不知如何下手的样子 夜灵走过去说道 妈 我来吧 你 我见外公收拾过 哦 那行 那你来 夜灵接过刀 对姐姐和李婷说道 你们进屋吧 一会会很血腥 听到很血腥 两个丫头连忙跑进了屋里 就连离染也是一样 离染最多也就切过肉 对于这种剥皮抽筋的画面 说实话 她也有点不敢看 夜灵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在离染他们进去以后 夜灵就把兔子和黄鼠狼 收进了空间 然后一个念头 就把兔子和黄鼠狼 给收拾得干干净净 皮也被夜灵从空间取了出来 这可是好玩意 冬天的时候 做成鞋垫 可是很暖和的 虽然已经收拾得很干净 不过夜灵 还是在水池子里洗了好几遍 这是心理问题 总感觉不洗洗不干净 哪怕夜灵知道 已经很干净 二十多分钟后 夜灵把肉放进锅里炖起来 这才对糖屋里喊道 妈 已经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 黎染说了一句 然后和两个丫头 从糖屋里出来 咦 东西呢 炖上了 夜灵指了指厨房 黎染过去一看 果然 炉子上正炖着 虽然不明白 儿子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也没有多问 毕竟儿子连清蒸大虾都做了出来 炖肉应该也没有问题 当然 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父母 估计自己儿子 是在自己父母家学的 住在城里有一点不好 那就是 不管春夏秋冬只能烧煤球 不像外公外婆住在山里 可以烧柴火 炖肉只有用铁锅烧柴火炖出来的 才好吃 儿子 不错 黎染夸了一句夜灵 黎染没有担心 夜灵做的不干净 因为她知道 自己这个儿子 那可是很干净的人 特别是对吃的 那就更不用说了 姐 你把这两张皮 找个地方晾起来 冬天可以做鞋垫 夜灵指了指地上的两张皮子 对夜琪说 嗯 夜琪答应一声 就过去把两张皮子捡了起来 兔子肉比较柴 黄薯狼肉比较细 不管是前世还是这一世 她都没有吃过黄薯狼肉 不过前世的时候 她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怎么用黄薯狼肉做菜 黄薯狼肉必须要清理干净 要不然根本没法吃 因为黄薯狼肉如果做不好 会很骚 夜灵做的很简单 就是把兔子肉和黄薯狼肉剁成块 加上水放锅里炖 当然 各种调料不能少 特别是辣椒 辣椒放的越多越好吃 半个小时候 香味飘了出来 而这个时候 从中院通往后院的门口 已经围了一群孩子 这些家伙 都是今天和夜灵一起出去的孩子 不用说 是闻着香味过来的 都进来吧 黎染对门口的几个孩子说着 这几个孩子 不但是一个大院的 还是学生 而黎染是老师 再说了 夜灵去家兔子 还是和他们一起去的 还有就是 家里就四个人 夜灵一下子把一只兔子 和一只黄薯狼都给炖了 根本就吃不完 黎老师 黎老师 等一会吧 还没有炖好 在这个年代 不要说是小孩子 就连大人也很馋 不过大人碍于面子 是不会表现出来的 但是孩子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又是十几分钟 肉炖好了 黎染把肉从火上端下来 然后用大碗成了一碗肉 端给几个孩子 说道 先等一下 我给你们拿玉米饼 现在是夏天 不管是馒头还是玉米饼 根本不需要加热 自己吃凉的也没关系 虽然有一只兔子 和一只黄薯狼 但是这一碗也下去了三分之一 屋里地方小 几个孩子就在院子里吃 黎染还特意把院子里的灯打开 每个孩子给了两个玉米饼 黎染才进屋 说道 咱们也吃吧 李婷 你多吃点 好的阿姨 其实根本不需要黎染说 刚才闻到肉香 李婷就已经馋了 也没有用完 大家直接对着锅吃 叶玲捞了一块肉放嘴里 尝了尝说道 还不错 确实不错 看李婷和叶其辣的直戏溜嘴 还一个劲地吃 就可以看出来 味道很好 这也让叶玲很有成就感 当叶玲他们吃完饭 从屋里出来的时候 那些孩子已经离开了 还有人把碗给洗了 看到这 李染笑了笑 过去把碗放进锅里 端到水池子那边去洗 琪琪 玲玲 你们两个送小婷回去 记住 一定要送到 知道了妈 叶玲家离李婷家 所住的大院并不远 虽然是晚上 李染也很放心 这个年代可不是后世 到处都是车 就算是叶玲他们住在前门这边 一天也看不见几辆车 阿姨 我走了 嗯 路上小心点 改天有时间再过来玩 好的阿姨 当三个人来到李婷家 所住大院门口的时候 就看到一名很漂亮 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少妇 着急的走来走去 妈 看到这名少妇 李婷跑过去喊道 原来这名少妇是李婷的母亲 怪不得李婷长这么漂亮 原来是基因比较好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李婷给家里打过电话 说的是八点多回来 但是现在已经过了九点了 她想去找 可是不知道地方 而且也没有留电话 没办法 就只能在这里等了 妈 回去再说 我先给您介绍两个人 李婷拉着母亲 来到叶玲他们面前 妈 这就是我和您说过的叶玲 李婷指着叶玲说 你就是叶玲啊 上次的事 我听小婷说了 阿姨要谢谢你 她说的上次的事 当然是在北海公园 叶玲帮了李婷那件事 对于那件事 李婷回去就告诉了母亲 本来李婷的母亲 要去找对方 不过才知道 对方已经被叶玲给收拾了 也就算了 阿姨您客气了 我们是同学 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管怎么说 阿姨还是要谢谢你 妈 您就别先来谢去了 我还没有给您介绍完呢 这是叶琪 是叶玲的姐姐 阿姨好 好好 小姑娘真好看 李婷妈妈说的没错 其实叶琪也很好看 虽然没有李婷那么亮眼 但是在学校里 也没有几个比她长得好看的 当然 同样是基因好 因为李婷就是一个大美人 谢谢阿姨 走吧 去家里坐坐 不用了阿姨 时间不早了 改天再说吧 叶玲连忙说 说实话 她还真想去李婷家看看 如果是白天 估计她还真答应了 但是现在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就算是夏天 在这个没有娱乐的年代 很多人都已经休息了 那好吧 改天有时间 让小婷带你过来 好的阿姨 那我们先走了 好 路上小心点 李婷的妈妈 在知道叶玲帮了李婷以后 就对叶玲有好感 又知道了叶玲的母亲 是前门中学的老师 那就更放心了 这也是李婷打电话回来说 在叶玲家吃饭 她没有反对的原因 现在 看到姐弟俩乖巧伶俐 她就更有好感了 这也是她邀请叶玲和叶琪 去家里坐坐的原因 第二天 叶玲被黎然 给禁足一天 用黎然的话说 这是对她一声不响去郊区的惩罚 说实话 这个惩罚有点不痛不痒 因为叶玲今天本来就没有打算出去 上午十点多的时候 刘伟偷偷摸摸从外面进来了 看到叶玲正在院子里的树下乘凉 就过来小声地问道 二傻 李老师在家吗 不用那么小心 我妈不在 呼 刘伟长出了一口气 说道 那就好 我还以为李老师在家呢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二傻 你那几个家子呢 被我妈收起来了 干嘛 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你那些家子卖不 刘伟的话 让叶玲眼睛一亮 她正在发愁手里 没有钱呢 当然 也不是一点没有 这些年 黎然给她的压碎钱 她都攒了起来 但是并不多 第十三章 来钱门路 不是我买 是别人买 再说了 我哪有钱买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们没有套子兔子 套着了 套到了两只 不错呀 听到叶玲这话 刘伟苦笑一声说道 不错什么 我们十几个人 下了七八十个套子 就套到了两只 还能说不错 刘伟一边说一边摇头 所以 他们就想到我的家子了 嗯 刘伟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因为昨天的事 他们没有直接来找你 就拜托我过来了 对了 那小子怎么样了 刘伟当然知道 叶玲说的那小子是谁 就是昨天被家子 夹伤的小孩 没有什么大事 不过估计 没有十几二十 天脚不能挨地 没事就好 行了 不说这个了 还是说说你那些家子吧 你到底卖不卖 叶玲的那些家子太厉害了 小半天的时间 就加到了一只黄鼠狼和一只兔子 如果不是有人捣乱 可能就是两只兔子了 而他们呢 十几个人下了七八十个套子 用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才套到了两只兔子 这根本就没法比 刚开始 他们也因为叶玲那些家子 是从铁匠铺买的 可是跑过去问了问 铁匠铺根本就没有 老鼠家子倒是有不少 但不是他们要的 卖啊 干嘛不卖 不过他们出多少钱 二傻 多少钱不是应该你说吗 呃 对啊 东西是我的 当然是我来出价钱 这样吧 一块钱一个 一 一块钱一个 刘伟伸出十指 对 一块钱一个 说实话 叶玲要的这个价格 还真不贵 就算是铁匠铺里打出来 估计也需要这么多钱 而且 还不一定比叶玲手里的 这些家子好 贵是不贵 可是不要忘了 他们都是孩子 如果凑凑的话 也能凑出来一块钱 但那只能买一个家子 他们想到的 是把叶玲手里的家子 都买过去 都卖过去 那就是六块钱了 根本不是他们 这些孩子可以拿出来的 那个二傻你也知道 他们根本不可能 拿出这么多钱 听到刘伟的话 叶玲想了想也是 就说道 这样吧 不用他们给钱 不给钱 对 让他们用东西换 我最近比较喜欢 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而且年头越长越好 如果他们拿来这些东西 我也看上了 就用家子给他们换 另外再告诉你 这样的家子 我有很多 什么 你有很多 对 有很多 做这些家子 对叶玲来说 比吃饭都简单 只要有钢材 可以说 要多少有多少 那你都要什么东西 想要什么东西 叶玲皱着眉头 想了一下说道 花瓶啊 字画呀 这些都可以 时间越久越好 行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告诉他们 嗯 去吧 我也去给他们准备家子 叶玲之前的那几个家子 被黎然给放了起来 找起来会很麻烦 还不一定能找到 所以 她准备再做一些 不过家里没有材料了 上次从炸钢厂 拿的那点材料 已经用完 没办法 只能再跑一趟炸钢厂了 还好炸钢厂 离叶玲家住的大杂院 不是很远 只有几百米而已 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黎然和叶琪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叶玲想了想 还是从家里出来了 只有没有被黎然抓到 叶玲就可以说 自己没有出门 对于炸钢厂 叶玲很熟悉 之前被人怂恿着 来透过废铁出去卖钱 当然 也是她自己想来 要不然 谁能怂恿了她 之前都是翻墙进去 然后翻墙出来 不过现在不需要了 叶玲直接从大门口进去了 门卫连问都没有问 也是 一个孩子来到炸钢厂 能干什么 估计是找人 炸钢厂里 到处都是刚才的边角料 根本不需要特意去找 看到一堆边角料 叶玲就蹲下来玩一会 不要说没有人看到 就算是有人看到 还以为她在那玩呢 估计谁也不会想到 在叶玲离开的时候 那堆边角料也少了很多 只不过看不出来而已 叶玲不是小孩子 最起码心理年龄上 不是小孩子 她当然知道 一下子不能拿完 拿一点就可以 炸钢厂那么多边角料 随便拿一点都用不完 刚才这玩意很重 叶玲也没有注意她 收了多手 反正收完就给放进 空间茅草屋里了 当她感觉到 差不多的时候 往空间里看了一下 把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没想到已经收那么多了 在茅草屋里 已经有一大堆 这么多钢材 不要说做几十个夹子 就算是做几千个 也足够了 叶玲并没有因为拿多了 又把这些钢材取出来 多就多吧 或许以后用得上 然后叶玲又大摇大摆的 出了炸钢厂 不得不说 年龄小也是一种优势 如果她不是十岁 而是十几岁 估计就没有这么容易进去了 到家以后 叶玲动了一下念头 一下子做了上百个夹子 然后把这些夹子 放到她房间的床底下 这样就不会被老妈离染发现 把夹子放好以后 叶玲又来到院子里的树下乘凉 可惜她的年龄太小 要不然泡壶茶 还真像那么回事 二傻 刘伟又鬼鬼祟祟的 在门口小声的喊了一下 进来吧 我妈不在 跟着刘伟一起过来的 有三个人 每个人腰里都鼓鼓囊囊的 不用说 这腰里放着玩意 有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吧 我看看 叶玲指了指面前的地上 三个家伙把怀里的东西放下 叶玲过去看了看 并没有看到 有什么好玩意 不是说 这个年代 只要是瓶瓶罐罐 就是宝吗 狗屁 如果让她知道 谁说的这句话 非把她牙齿给打掉 没什么好东西啊 就这个看着还不错 叶玲拿起一个花瓶 翻过来看了一下底座 果然 这是一件清朝的东西 只不过是晚清 按说这样的东西 叶玲是不惜的要的 可是 如果一件都不要的话 会打消这些孩子的积极性 再说了 这也是一个宣传不适 有人拿瓶子换到了夹子 那么后面绝对会给叶玲惊喜 这个瓶子 我给两个夹子 什么 两个夹子 对 你换不换 换 换 那行 那你等一下 我去给你拿夹子 等一下 就在叶玲准备进屋拿夹子的时候 一名男孩叫着了他 怎么了 叶玲回头问了一句 这些瓶子 你不要吗 叶玲看了一眼这个男孩 摇了摇头说道 不要 这些都给你 你给我们换两个就行 一个也不换 我说过 我看上的材料 看不上的不要 叶玲才不管这些 他们拿来的这些东西 都是现代品 去国营商店就可以买到 而且根本不值钱 叶玲要这些玩意干什么 可是 我们也不知道 你要什么样的 你们都识字吧 如果你们不知道我要什么样的 那我就告诉你们一下 看这里 叶玲把那件清朝晚期的花瓶拿起来 把瓶底翻过来 看到没有 这下面有字 唐宋元明清 唐朝最远 清朝最近 我喜欢年代远一点的 明白了 我们马上去找 嗯 叶玲进屋 拿了两个夹子递给了他们 他才不管自己拿的那个瓶子是谁的 只要把夹子给了就行 至于说 他们怎么处理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时代造就传奇 一个时代 总有那么一两个传奇 而叶玲 就要做这个时代的传奇 快中午的时候 李染带着叶玲回来了 看到老妈李染回来 叶玲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 跑过去说道 妈 您回来了 嗯 回来了 你今天又跑出去没有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今天老实的很 一上午都待在家里 这还差不多 李染在叶玲脑袋上揉了一下 说道 儿子 要不然也和你姐一起去练琴 听到李染这么说 叶玲的脸一下子苦了起来 说道 妈 我还是算了吧 您又不是不知道 我根本不喜欢 我去也是捣乱 还耽误姐姐 也是 那就算了吧 自从学校放假以后 李染就找到一个 家里有钢琴的家庭 让叶玲去学钢琴 当然 可不是白学的 人家教叶玲钢琴 李染要给人家孩子 补习功课 那家的孩子是一个高中生 不过这难不住李染 不管怎么说 李染也是北市大毕业的 教一名高中生 还不是绰绰有余 这也是为什么 李染和叶玲 一天到晚不在家的原因 叶玲现在只是小学四年级 而且 她学习很好 根本不需要复习 在家里 待着也是待着 所以 李染就才带她去学钢琴 叶玲才不会去学什么钢琴 对她来说 学什么都很容易 如果她想学的话 分分钟就可以学会 所以 她根本不会去浪费这个时间 有这个时间 她还不如想着 怎么多赚点钱 第十四章 一大笔钱 姐 学琴学得怎么样 还行 阿姨说 我很有天赋 那就好 好好学 嗯 行了 你们玩 我去做饭 看到一对懂事的儿女聊天 李染很高兴 对两个人说了一声 就去厨房做饭去了 吃完中午饭 李染又带着叶琴走了 家里就剩下叶玲一个人 也是从这天下午开始 叶玲就变成了大盲人 刚开始 是他们这个大杂院 和另外一个大杂院的孩子过来换 但是两天以后 附近很多大杂院的孩子都过来了 甚至还有一些大院的孩子 可能是有人尝到了甜头 然后一传十十传百 给传了出去 看来刚开始过来换家子的人 有了不少的收获 要不然不会这样 但是收获最大的还是叶玲 这一段时间 叶玲光收到的各种花瓶字画 就有三百多件 不过说实话 这并不是她想要的 虽然这些东西以后很值钱 可那毕竟是以后 现在这些东西在叶玲手里 可以说一点用都没有 她本来是想抛砖引玉 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说白了 叶玲现在想要的是钱 至于这些东西 以后有的是 还好也有一些大院的孩子 是用钱买的 这些住大院的孩子 和住大杂院的孩子是不一样 他们有钱 而且买家子家兔子 不光是为了吃 还有一份成就感和玩的意思 现在放假了 这些家伙估计是感觉到 天天在大街上晃悠 没有意思了 在知道别人用夹子家兔子以后 也跟着过来凑热闹 也是他们这些人 给叶玲带来四百多块钱的收入 这些钱叶玲没有交给黎然 因为她要用这笔钱做启动资金 少是少了点 但是就目前来说 差不多已经够用了 至于说以后 那就只能慢慢积累资金了 反正叶玲也没有打算 一口吃个胖子 这两天来换夹子的人少了 甚至说已经没有 估计是都有了吧 也是 这一段时间 叶玲连卖代换 可是出去了一千多个家子 所以叶玲就停止了家子兑换 然后跑出去找市场去了 说是市场 其实就是跳蚤市场 在帝都这个地方 被称为鸽子市 说白了 就是一些偷偷摸摸 进行倒买倒卖的人 一些家庭困难的人 把不舍得用的布票 菜票 肉票拿出来卖 一些家庭条件好的人 来买这些东西 还有就是附近郊区的农民 拿一些不舍得吃的鸡蛋 自己家养的鸡过来卖 当然不光是这些 还有粮票 邮票 工业券什么的进行交易 在这个年代 基本上买什么东西都需要票 比如 你想买一辆自行车 光有钱不行 还必须有工业券 没有工业券 你有钱也买不到自行车 这也是自行车 为什么那么稀罕的原因 其实有很多人 还是能买得起自行车的 但就是因为没有工业券 也只能干看着 别的不说 就说叶玲家吧 按照李然的收入 买辆自行车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李然只是一名老师 根本没有地方弄工业券 所以 这些年也没有买上自行车 当然工业券并不是只能买自行车 比如收音机 缝纫机 这么说吧 哪怕你买块手表 都需要工业券 可以说 工业券的用途还是很大的 跑了这两天 叶玲对帝都的鸽子室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帝都最大的鸽子室有四个 分别在德胜门外 建国门外 富城门外 和永定门外 这几个地方 里面是城里 外面是郊区 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城乡结合部 可以说站进了地理位置 除了这四个地方 帝都还有很多小鸽子室 至于说有多少 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因为太多 随便一个街头巷尾 就有可能是鸽子室 这天晚上 叶玲从外面回来 刚进后院 就看到一名中年人 坐在院子里 中年人看上去四十来岁 很有气势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叶玲并不认识她 可能是听到叶玲 回来的动静了吧 李冉从屋里出来 对叶玲说道 儿子你回来了 有人找你 找我 叶玲看向中年人 不用说 找她的就是这名中年人 因为这里除了中年人 没有别人 嗯 找你的 黎然点了点头 你就是叶玲吧 中年人站起来 何气地问 我是 请问您是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前两天 是不是收到一幅画 听到中年人这么问 叶玲心里咯噔一下 前两天 她何止收了一幅画 而是收了十几幅 所以 她并不知道 中年人说的是哪幅 还有就是 这幅画有什么不同 我不明白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叶玲的话 让中年人冷了一下 还以为叶玲是不承认 就连忙说道 小同志 是这样的 那幅画对我很有意义 我知道 不管这幅画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你一没偷 二没抢 那么这幅画就是你的 这样吧 你开个价 中年人说的没错 叶玲一没偷 二没抢 她是交易过来的 那么不管交易金额是多少钱 现在已经到了叶玲手里 那就是叶玲的 这就给捡漏一样 哪怕这幅画价值一万 叶玲一块钱买过来的 那么等于说 叶玲捡了一个大漏 同样的 如果说这幅画真正的价值 我已经打眼了 叔叔您误会了 是这样的 我比较喜欢画 所以前两天 我收到了好几幅画 所以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幅 听到叶玲这么说 中年人冷了一下 连忙说道 是齐白石齐老先生的虾系图 上面有两方印的哪幅 中年人的话 让叶玲很纠结 叶玲当然知道 中年人说的是哪幅 可以说是这一段时间一来 叶玲收到的所有字画里 最喜欢的一幅 不光是因为 这是齐白石老先生的话 更重要的是 这上面有一方印是 现在一位大佬的 叔叔 原来您说的是那幅 可是那幅画 我并没有打算出手 小同志 那幅画对我真的很重要 这样吧 我家里还有几幅画 我给你换怎么样 儿子 从小我是怎么教你的 君子不夺人所好 既然那幅画 对这位同志很重要 你就要还给人家 黎染在旁边 瞪了叶玲一眼说着 听到黎染这么说 中年人连忙说道 不不不 不是还 那幅画 现在是这位小同志的 只是对我比较重要 换和买都可以 我都能接受 老妈都发话了 叶玲还能说什么 同时她也知道 黎染这是为她好 既然那幅画 对中年人那么重要 如果自己不给的话 中年人会不会 对自己不利 自己家可没有什么后台 黎染只是一名普通老师 而且 黎染都这么说了 中年人就算是碍于面子 也不会白要叶玲的东西 换话就算了 我还是卖给你吧 可以可以 你出个价吧 听到叶玲要卖给他 中年人很激动 这个数吧 叶玲伸出十指和中指 两百没问题 我现在就给你钱 中年人以为叶玲伸出两根手指头 是两百 也是叶玲年龄那么小 估计还没有见过两百块钱吧 再说了 这个年代 两百块钱 那可是一大笔钱 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半年的工资了 可惜她小看了叶玲 作为一名重生人士 这点小钱 她还不放在眼里 说句不好听的 多少钱叶玲没有见过 在后世 一套几千万的房子 叶玲也不是说买就买 不 叶玲摇了摇头 说道不是两百 啊 那是多少 两千 少一分我也不卖 说实话 两千块钱 叶玲要的并不多 如果不是怕中年人拿不出这么多钱 叶玲会要的更高 就这幅画 加上那位大佬的印章 在后世拍出上意都有可能 儿子 你 叶玲的话 把旁边的李冉吓了一大跳 在中年人说出两百的时候 李冉就已经吓了一跳 没想到自己这个儿子更狠 一下子给人家要两千 那可是两千 相当于她四年的工资 而且还是不吃不喝的那种 两千块钱 在这个年代能干什么 能在他们家这个位置 买一套小四合院 虽然这两千块钱 只是相当于李冉四年的工资 但是不要忘了 那是因为李冉的工资高 可就算是这样 除去吃用花费 他们家一年 能存两百块钱 就已经很不错了 帝都大部分家庭 一年到头 能不让家人挨饿都很少 更不要说存钱 叶玲家人口少 只有三个人 李冉一个月挣四十二块五 很多人家 两个人赚钱 一个月赚七十多块钱 要养十口人 甚至更多 就在李冉以为中年人会生气的时候 中年人点了点头 说道 好 两千就两千 不过 我没有带那么多 这样吧 我先给你两百 你把话给我留着 明天我带钱过来取 第十五章 慢走不送 成交 叶玲对中年人伸出手 中年人冷了一下 不过还是伸出手 和叶玲握了一下 叶玲一激动 把前世的一些做法给录了出来 不过无所谓 反正也没人知道 中年人把两百块钱 交给叶玲就离开了 虽然叶玲不认识这位中年人 但能猜出来 这名中年人 应该是附近某个大院的 是大院 不是大杂院 估计是家里的孩子 把话拿出来换了家子 然后让他知道了 这不 就亲自找上了门 儿子 拿来 在中年人走了以后 李冉伸出手 对叶玲说 什么 你说什么 李冉瞪了一眼叶玲 那个妈 咱们能不能商量商量 不能 哎 叶玲叹了一口气 还是乖乖地把两百块钱递了过去 他就知道会这样 这中年人也真是 干嘛要跑到家里 来找他 在外面不行吗 我说 你个臭小子 你还真敢要啊 两千块钱 李冉一边说 一边摇头 我亏大了 叶玲苦笑一下 没错 他确实亏大了 两千块钱就把那幅画 给拿走了 叶玲确实亏 不过他也知道 人家能给两千就不错了 当然 也可以多要 就是不知道人家有没有 你亏个屁 不过臭小子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画了 呃 叶玲闻了一下 还是说道 我一直都喜欢 您不知道 我喜欢看连环画吗 连环画和这能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 不都是画 叶玲硬着头皮说 要不然你让他说什么 世边还是骗 骗别人可以 骗自己老妈 说实话 叶玲做不出来 当然 有时候善意的谎言 还是可以的 妈 这个钱你打算怎么用 用什么用 这钱存起来 以后给你娶媳妇 啊 妈 咱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这两千块钱 如果被老妈存起来就瞎了 如果把这两千块钱 交给自己 自己能赚出来两个两千 甚至更多 但是他也知道 估计是不可能了 没得商量 那好吧 叶玲很无奈 儿子 你现在还小 这些钱包帮你存起来 等你长大再给你 听到李染这么说 叶玲连忙说道 这个钱您不用给我 也不用存起来 我看可以用来改善一下 咱们家的生活 比如以后咱们家 全部吃细粮 李染摸了摸叶玲的脑袋 说道 儿子 你没发烧吧 咱们家两本上 每个月就那么多细粮 够你一个人吃就不错了 这个年代 本地人都有一个两本 不是每个人都有 而是一个家庭 一个什么记录着几口人 每人每个月 可以买多少细粮 多少粗粮 并不是你有钱 就可以随便买的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还有就是粮票 这个不是用来买粮食的 而是用来在外面吃饭 比如你去食堂吃饭 没有粮票 人家根本不卖给你 当然 如果光有粮票 人家也不卖给你 有粮票还要有钱 这才会卖给你 在这个年代 馒头和米饭 但是按重量计算的 比如一个馒头脊粮 这样 叶玲皱了皱眉头 然后说道 妈 咱们家的细粮就交给我了 还有肉 也交给我了 我保证让咱们家 天天吃上细粮 最起码三天吃上一顿肉 叶玲可不是无敌放食 她本来还想着 怎么把空间里的白面拿出来 现在好了 有了这个油头 叶玲就可以从外面 把白面带回来了 至于说 从什么地方弄的 叶玲有一千种说法 行 妈就把这个交给你了 李冉开玩笑的说着 既然这样 那您是不是给我一点经费 想得美 呃 那好吧 虽然李冉没有给她经费 因为她已经得到了李冉的许可 不过李冉是不是开玩笑 她还是许可了 叶玲要的就是这个 当天夜里 叶玲再次进入空间 先把菜给收了 然后去鸡窝和鸭窝看了看 现在的鸡窝和鸭窝 已经大变样 鸡窝里已经有六十只鸡 有三十多只母鸡和二十多只公鸡 而且母鸡前几天就开始下蛋 这个前几天说的 当然是外面的时间 空间里已经过去了几个月 在蛋草里 显示已经有三千多只鸡蛋 鸭窝这边也是一样 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两只小鸭子了 而是有了四十只鸭子 同样的 差不多有一半是公鸭 鸭子没有鸡那么多 鸭蛋也少了一半左右 叶玲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鸡蛋 鸭蛋 公鸡和公鸭卖出去 当然公鸡和公鸭 不能全部卖出去 怎么这也要留两只 要不然 以后怎么孵化小鸡小鸭 把公鸡和公鸭卖出去 不光是为了钱 还有就是疼地方 公鸡公鸭又不能下蛋 还占了一个位置 叶玲又去了一趟茅草屋 储藏室现在已经存放了 好几千斤白面 这些也是要卖出去的 他们家吃不了多少 再说了 想吃随时都有 花生和瓜子也各有几百斤 不过叶玲并没有打算现在卖 现在还不是时候 过年的时候 这些东西才好卖 就算是现在卖 买的人也很少 在储藏室的一个角落里 还有几十斤大枣 枣树和别的果树不一样 这万一当年就开花结果 所以现在别的果树 还没有开花结果 叶玲已经收了好几十斤大枣 同样的 叶玲也没有打算卖 这个还是自己吃比较好 就算是吃不完 也可以留到过年的时候卖 反正这间储藏室 时间是静止的 放多长时间都没问题 看完东屋储藏室 叶玲又来到西屋储藏室 这里的时间和外面的流速一样 所以 这个储藏室里 叶玲放的是那些古玩字画 古董之所以叫古董 就是因为历史悠久 如果放在静止空间里 就算是放一万年 又有什么用 叶玲找到中年人要的那幅画 给放到了一边 明天中年人拿钱过来 这幅画就要给别人了 说实话 叶玲有点心疼 更是不舍 可是没办法 从茅草屋出来 叶玲又来到后面的水潭 空间里又是一年过去 这水潭里的鱼 最少有上千条大鱼 至于小鱼就更多了 如果这个水潭在外面 这么大一个水潭 这么多鱼 估计已经缺氧了吧 可是在空间里 这种事根本不存在 把整个空间看了一遍 叶玲现在 能拿出去卖的东西 只有鸡蛋 鸭蛋 鱼 白面 公鸡和公鸭 至于别的 都是叶玲不舍得卖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 叶玲还没有起床 就被老妈李染 从床上给拽了起来 妈 才几点啊 快点起来 人家带着钱来了 啊 不是吧 这么早 叶玲嘴上虽然这么说 不过还是起床穿衣 她知道中年人 为什么来这么走 估计是怕她给出手了 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中年人真的很在乎那幅画 早什么早啊 只是你懒而已 行了 你快起来 我先出去招呼着 嗯 当叶玲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 手里多了一幅画 这幅画 就是中年人要的 半夜叶玲 从空间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给带了出来 给 看看是不是这幅 叶玲出来 直接把画递给中年人 中年人连忙接了过去 小心翼翼地打开 然后狂喜地说道 没错 就是这幅画 小同志 谢谢你了 不客气 再说了 你不是也给了钱吗 对对对 钱 这是剩下的钱 你数一下 中年人连忙把画放下 从怀里把钱拿出来 递给叶玲 叶玲把钱接过来 说道 不用了 我相信你 那行 那我就走了 慢走不送 在中年人走了以后 李冉在叶玲脑袋上揉了一下 说道 你这孩子 怎么能那样说话 不管怎么说 人家也是长辈 平时叶玲不这样的 但是今天她就这样了 也是 搁在谁身上都是一样 谁喜欢的东西 被别人给拿走了 还会高兴 除非是死人 就算是傻子 也有自己 要保护的东西和人 妈 我已经很客气了 这个给您 叶玲有点不舍的 把钱交给了李冉 我儿子真乖 李冉弯下腰 在叶玲脸上亲了一口 叶玲翻了个白眼 心想 乖个屁 说实话 如果有可能 她是绝对不会把这些钱交给李冉的 因为这些钱存起来 真的没有什么用 虽然这个年代的利息很高 但和把这些钱放到叶玲手里比 那点利息真的不算什么 行了 去洗脸刷牙去 我去做饭 吃完早饭以后 李冉带着叶玲离开了 在李冉离开以后 叶玲也离开了家 直奔得胜门而去 虽然帝都 有四个最大的鸽子室 而且 离叶玲家最近的是建国门 但叶玲 还是去了得胜门 叶玲之所以这样 那是有原因的 得胜门在帝都的北边 北边的人口比较多 而且离家远一点 建国门离家近 谁也保不齐 自己家附近的人不去 第十六章 倒买倒卖 人口多 人流量也就大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年代 帝都北部的人最有钱 这个地方也最繁荣 有人有钱 不就是做生意最好的地方吗 过了长安街 在长安街的北侧 有一片树林 叶玲一头扎了进去 然后从树林的另一边出来了 不过不一样的是 它不是走着出来了 而是骑着一辆小自行车 这个年代也是有铜车的 特别是南方那些大城市 帝都也有 不过很少 而且能拥有铜车的家庭 都不是普通家庭 反正叶玲就没有见过谁有 叶玲不但是骑着一辆铜车 在铜车的后面 还带着一个箱子 当然是他在空间坐的那个箱子 为的就是掩人耳目 骑着铜车这一路 回头率可是很高的 不单是因为 他骑了一辆铜车 还有就是 他用铜车拉的那个箱子 带轮子的箱子 还真是没有见过 出了德胜门 往前走了差不多有一公里 也就是后世德胜国际中心北边一点 但是在这个年代 这里是一片空地 附近有一些倒塌的房屋 这里之前应该是一个村子 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搬走了 就留下现在这个样子 叶玲过来的时候 这里已经有很多人 只不过 大家都三三两两待在一起 而且 人与人之间离得很远 这三三两两的 应该是互相之间都认识 叶玲是谁也不认识 所以 他只能随便找一个地方 把自行车停下来 然后把后面的箱子找平 再把箱子上面的板子打开 就变成一个椭圆形的桌子 也可以说是简易摊位 下面的箱子 在挨着叶玲这一侧有一个门 可以来回取东西 叶玲把门打开 从里面拿出一块牌子 然后放到摊位前面 叶玲刚过来的时候 这些人看到叶玲骑着一辆铜车 就猜测 叶玲不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要知道在这个年代 不要说铜车 普通的自行车 都没有几个人能买起 任何年代都有等级 这个年代比后世分的更清楚 在看到叶玲第一眼的时候 这些人就知道 叶玲是他们惹不起的人 本来他们以为叶玲 是闲着没事过来玩的 可是看到叶玲 竟然很快就支起了一个摊位 要知道 这里的交易 那可都是偷偷摸摸 没有人敢这样 把摊位支出来 出于好奇之心吧 这些人就围过来看 而这个时候 叶玲已经把东西摆了出来 有鱼鱼 鸡蛋 鸭蛋 白面 鸡和鸭没有拿出来 不过牌子上写的有 叶玲牌子上写的是 白莲一块钱一条 不要票 草鱼一块二一条 不要票 鲤鱼一块五一条 不要票 鸡一块五一只 不要票 鸭两块钱一只 不要票 鸡蛋五分钱一个 不要票 鸭蛋八分钱一个 不要票 白面三毛五一斤 不要票 另外收各种票 出售各种票 说实话 叶玲写出来的这个价格 说贵还真不便宜 不过说 不贵还真不贵 就拿白面来说吧 供销社卖一毛六分五一斤 但不要忘了 在供销社买白面 是要凭两本的 只有国营单位合计体采购 才用粮票 刚开始 叶玲也纠结这个 不过那天在外面跑 叶玲在外面的食堂 吃了一顿饭 两个白面馒头 不但要了她一毛钱 还要了她四两粮票 黎染怕叶玲在外面跑饿了 所以给她准备了粮票 菜票和钱在身上 以备不食之需 不过除非万不得已 叶玲不会在外面吃东西 而一斤粮票 可以卖到两毛钱的 所以叶玲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把粮票算上钱 虽然说一斤白面 比供销社贵了一毛八分五 可还是便宜了 只不过看上去 好像贵了而已 小同志 你这些东西都卖 对 家里吃不完 拿出来换点钱 叶玲无所谓的说着 她越是这样无所谓的说 这些人就越瞎想 在这个年代 什么样的家庭 有吃不完的粮食 和鸡鱼肉蛋 这也让他们对叶玲更忌惮 行了 大家别围在这里了 你们围在这里 别人怎么买东西 叶玲怎么说 也是21世纪过来的人 没见过猪跑 还能没有吃过猪肉 就算是没有卖过东西 看也看得差不多了 更何况 叶玲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在这些人散开以后 叶玲清了清嗓子 喊道 难来的北往的 走一走看一看 过了这个村 没有这个店 这里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谁里游的地里跑的 可以说应有尽有 小同志 你这里真的有鸡吗 有 不过是公鸡 这个年代的鸡都是土鸡 而且不像后世长那么大 这个年代的鸡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大也就四五斤重 而且还是毛重 收拾好以后 最起码还要亲上筋吧 公鸡母鸡无所谓 确实是不要票是吧 没错 不要票 那给我来一只 好嘞 稍等 叶玲蹲下去 把下面的箱子打开 从里面拿出一只公鸡 而且鸡脚还用草给捆了起来 这箱子只是一个幌子 确实叶玲是从空间鸡窝里取出来的 把鸡交给对方 一块五毛钱到手 这可是 他在鸽子市第一笔交易 叶玲很激动 把钱放在嘴边亲了一下 然后给收了起来 又大又圆的鸡蛋鸭蛋 又肥又大的鱼了 有买的快点买 数量有限 小兄弟 你这样喊不行吧 这不是把人给招来了吗 旁边一名做倒买倒卖的中年人 过来对叶玲说 叶玲知道 他这也是好心 所以笑了笑说道 没事 这年头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这个地方存在已经很多年了 甚至他们自己有时候也过来买东西 只不过是偷偷摸摸的来 对于很清楚这段历史的叶玲来说 这几年没有那么严 最起码 现在没有那么严 这也是他为什么敢明目张胆的吆喝 当然 虽然没有那么严 但还是有人管的 只要你别往枪口上撞就行 最起码面子上要过得去 那好吧 不过你还是小心一点 你这样太招摇了 我知道 我会小心的 谢谢了 不客气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三十来说的年轻人走过来 看了一眼叶玲挂的那块牌子 问道 小同志 你这里收个种票 对 你有什么票 叶玲连忙站起来问 粮票 有多少 一百斤 本地粮票 还是全国粮票 本地粮票 一毛八一斤 一毛八 听到叶玲说 一毛八一斤 年轻人皱了皱眉头说道 不是两毛吗 你看一下我这写的 收 卖 你说的两毛没错 但是我不能白干吧 我两毛收的 然后再两毛卖 除非我有病 听到叶玲这么说 年轻人说道 那你这不是倒买倒卖吗 叶玲耸了耸肩 说道 你不是也一样 啊 年轻人愣了一下 才想起来 自己过来卖粮票 本来就是倒买倒卖 那我再去别处看看吧 年轻人说完就准备走 等一下 叶玲叫着了她 怎么了 看到年轻人停了下来 叶玲说道 我感觉 你还是卖给我比较好 你这是一百斤粮票 估计没有 谁能一下子买完 虽然说我一斤 比别人便宜两分钱 可是我能一下子买完 总比你卖上几天 还不一定卖完墙 叶玲说的没错 虽然说本地粮票 两毛钱一斤是正常价 但是没有人 会一下子要那么多 再说了 在鸽子市 卖粮票的人很多 而且 别人还是专门做这个的 年轻人呢 他只是就这一次 估计会更难卖出去 这位同志 小兄弟说的没错 这个地方 有很多人卖粮票 你的粮票 估计不好卖的 旁边的中年人 一边拿出一把粮票 一边说着 我还是再看看吧 那行 你去吧 既然年轻人想去试试 叶玲还能说什么 他刚才之所以叫着年轻人 只是给他提个醒 既然他坚持自己去卖 那就去吧 在年轻人走了以后 叶玲问旁边的中年人 大叔 你们手里的粮票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你放心 我只是好奇 刚才中年人拿出来的 粮票叶玲看到了 最起码有上百斤 虽然中年人干的 就是这倒买倒卖 但是一下子 拿出来上百斤粮票 叶玲还是很好奇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低买高卖 有的是从别人手里收的 有一些是那些单位流出来的 不过从个人手里 收不到多少 大头就是那些单位 明白了 叶玲确实明白了 不管任何时候 集体都是大头 个人 说句不好听的 什么都不是 黎染一个初中的年纪主任 想弄点粮票都不容易 小同志 给我来一条白脸 一名中年妇女 提着一个篮子过来 指着一条白脸 对叶玲说 好赖 第十七章 收获不小 中年妇女把钱付了 叶玲给她取了一条白脸 中年妇女把篮子递过来 让叶玲帮她 放进篮子里 就在她准备走的时候 又停了下来 说道 再给我来二十个鸡蛋 和十个鸭蛋 没问题 叶玲就是卖这些东西的 别人要的越多 她越高兴 快十点的时候 人就多了 这个要一条鱼 那个要一只鸡 把叶玲给忙的 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叶玲就卖了一百多块钱 小同志 我要五斤面 好嘞 把面带给我 我给你装 这个年代和后世不一样 在后世 都是卖东西的人准备袋子 可是在这个年代 都是买东西的人 准备袋子篮子什么的装东西 卖东西的是不会准备这些的 虽然麻烦了一点 可也没办法 这个年代可不像后世 到处都是塑料袋 在这个年代 一般需要包装的 也是用纸包 不能用纸的 也是网兜 这么说吧 一般你要买花生米 或者瓜子什么的 就是用纸包 如果你要买水果 那就是网兜 叶玲这里卖的东西 都不需要这些 她这里卖的鸡鸭 鱼 还有鸡蛋 鸭蛋什么的 都需要买东西的人 自己准备篮子装 卖的面粉 需要买东西的人 自己准备面袋 请拿好 叶玲给装了五斤面粉递过去 小同志 这够吗 放心吧 缺一罚时 童锁无欺 这话也就叶玲敢说 当然 她之所以敢说这话 那是因为 她这里绝对不会缺金短两 叶玲是没有称 但是不要忘了 她这个面是 从空间拿出来的 在空间里 叶玲就是神 说多少就多少 绝对不会少 当然 也不会多 绝对是要几斤给几斤 她不少别人的 同样别人 也别想赚她的便宜 那行 给你钱 一斤三毛五 五斤一块七毛五 叶玲把钱收了 说道 慢走 下次再来 行 只要你不少我的 下次我还来 像这种来外面买面的 一般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要么就是家里有需要 不过大部分是家里条件比较好 不缺钱的那种 叶玲家的生活 在他们大杂院来说 算是好的了 可是也没有出来买过面 没办法 因为他们家 只是比那些家庭最差的人强点 和那些真正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还差很远 小同志 给我来一只鸭子 另外再给我来二十个鸭蛋 就在叶玲感慨的时候 过来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奶奶 奶奶 这么多 您拿得完吗 拿得完 放心吧 我腿脚麻利着呢 那行 我给你拿 从老奶奶手里取了篮子 叶玲得装了二十个鸭蛋 然后又拿出一只鸭子 二十个鸭蛋是一块六 鸭子两块 一共三块六 老奶奶给了钱以后 没有把鸭子放篮子里 直接提着就走了 在老奶奶走了以后 过来一名年轻人 对叶玲伸了一下大拇指说道 你小子真胆大 竟然敢把东西卖给他 这名年轻人叶玲知道 刚才就在离他不远做生意 也是做倒买倒卖的人 怎么了 还怎么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不需要知道他是谁 我只知道 他是来买东西的就行了 年轻人轮了一下 说道 他可是公家的 你没看别人看到他过来 都溜了吗 听到年轻人这么说 叶玲还真没注意 主要是他刚才太忙了 生意一个接一个 当然 他的生意之所以好 那是因为 他卖什么东西都不要漂 那又怎么了 他敢买 我就敢卖 你行 叶玲不明白 年轻人是怎么想的 他都敢出来买东西 叶玲为什么不敢卖 如果有事的话 他应该比自己更严重 这就是所谓的知法犯法 人家自己都不担心 自己有什么好担心的 而且给这些人打好关系 对自己还有好处 其实叶玲这是无知者无畏 他根本不知道 这里面的厉害关系 当然 也是因为他年龄小 如果是十五六岁 或者二十多岁 他绝对和年轻人一样 处处小心 他现在这个年龄 根本不需要 他现在只是儿童 连少年都算不上 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要说没有事 就算是有事 谁又能把他怎么样 除了封建时期 任何时候儿童都会受到保护 这个年代也是一样 给来二十个鸡蛋 就在叶玲给年轻人聊天的时候 又过来一个买东西的 叶玲连忙给年轻人说了一声 过来说道 要二十个鸡蛋啊 对 那把篮子给我 我给您娶 叶玲帮中年妇女 娶了二十个鸡蛋 收了对方一块钱 一般来这里买东西的 基本上都是女的 当然 这说的是基本上 不是说没有男的来 时间一纷纷过去 太阳已经快来到头顶 按照现在的季节 太阳在这个位置 差不多快十一点了 鸽子室里的人 也陆陆续续离开了 叶玲也准备离开 粮票 你这里还收吗 就在他收拾东西的时候 从摊位前面传过来一个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叶玲连忙从摊位后面站起来 说道 收 站起来才发现 这个人他认识 就是早上过来卖粮票的 那个年轻人 不用说 估计是没有卖出去 然后又过来找自己来了 年轻人之所以没有把粮票卖出去 那是因为鸽子室卖粮票的太多了 而且这玩意要守 特别是像这种一下子能买 上百斤粮票的人 更是需要守 给 这是一百斤粮票 你数一下 行 叶玲把一栽粮票接过来 仔细的数了一下 刚好一百张 说道 刚好 我这就给你拿钱 叶玲把十八块钱给了年轻人 年轻人就离开了 叶玲把粮票放好 虽然这玩意利润不是很高 像这一百斤粮票 就算是全部卖出去 也就赚两块钱 但是不要忘了 粮票在这个年代 那可是比钱都好使 这么说吧 你去饭店吃饭 如果有钱没有粮票 绝对不会有人卖给你 但是 如果你有粮票没有钱 就有人卖给你 因为你可以用粮票顶钱用 而且 粮票的需求量比较大 虽然利润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做起来了 那也不得了 绝对算是一个大生意 做完这最后一单生意 叶玲就回去了 还是骑着她的小自行车 还是在长安街路北那个小树林 骑着自行车 从小树林北边进去 从南边出来 不过出来的时候 叶玲已经没有骑自行车了 而是背着一个袋子 另外一只手 拿着一个纸包 这里离家已经没有多远 叶玲又背着走了一会 然后停下来 把上衣脱了 然后把袋子和纸包包 进外衣了 这才往家的 进入大杂院 大家都看着她 因为她抱着一包东西 至于是什么 大家看不到 因为她用衣服在包着 还是和以前一样 没有人和她说话 对于叶家这个老二 大杂院里没有人感冒 没办法 因为大杂院住的都是老师 谁不知道叶家这个老二 每次都考大灵弹 老师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学生 当然是学习差的学生 既然他们对自己不感冒 叶玲当然对他们也不感冒 这样也好 再说了 这不就是她要的结果吗 进了后院 叶玲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对正在做饭的李远说道 妈 我回来了 你这臭小子 又跑哪玩去了 没有跑哪玩啊 就在附近 你手里抱的什么 看到叶玲把上衣都脱了 包着怀里的东西 李远以为叶玲 这是不想让她看见 听到李远这么问 叶玲神神秘秘的说道 妈 您先停一下 咱们先进屋 进屋我再点你看 看叶玲搞得神神秘秘的 李远的好奇心 也被勾了起来 就跟着叶玲一起进了屋里 叶玲正在屋里写作业 看到老妈和弟弟进来 连忙站了起来 妈 嗯 弟弟 姐 行了 快点拿出来吧 好 叶玲把东西放到桌子上 然后把衣服打开 里面有一个面袋 另外还有一个纸包 面袋里装的当然是面 而且还是白面 足足有十斤重 纸包里叶玲包了一只鸡 而且是杀好的一只鸡 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白条鸡 李远上去就把面袋给打开了 露出里面的白面 看到这么多白面 李远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回头看着叶玲问道 这是哪来的 我买的 买的 你买来的钱 还有 没有拿本你 用什么买的 上午李远回来 刚拿着两本去供销社买了东西 她当然知道 叶玲没有拿两本了 既然没有拿两本 那么这白面从什么地方买的 妈 不用本 只要有钱就行 你 你去鸽子市了 嗯 叶玲点了点头就承认了 这没有什么不能承认了 她又不是去偷去抢 只是去了一趟鸽子市而已 李远根本不会怪她 第十八章 呆 腰猴 听到叶玲是去了鸽子市 李远的脸色好了很多 叶玲做什么 李远都可以原谅 但是有一样不行 那就是偷 她还以为叶玲干了坏事 这面多少钱金买的 三毛五 那倒不贵 李远是老师 虽然是娇语文的老师 但算术还是不错的 没有用本 没有用粮票 三毛五一斤确实不贵 甚至说很便宜 不对啊 你哪来那么多钱 妈 这个我知道 叶玲在旁边说了一句 你知道 嗯 我听院子里的人说的 说我递钱一段时间 赚了不少钱 最起码有好几十块 叶玲卖家子那件事 大杂院里的大人不知道 但是那些孩子还是知道的 孩子之间没有什么秘密 男孩子知道了 女孩子也就知道了 女孩子知道了 那么叶玲也就知道了 什么 好几十 在这个年代 好几十那可是 一大笔钱 别忘了叶玲才十岁 就拿着这么一大笔钱 不要说 在这个年代 就算是再后世也不行啊 先不说这个年代的购买力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年代 五块钱可以让一个人 一个月生活的很好 在后世 一千块钱 能让人一个月生活的很好吗 肯定不能 所以说 这个年代的钱和后世比 最起码相差两百倍 几十块钱是什么概念 那可是相当于 后世好几千上万 就算是在后世 让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拿着上万块钱 那也是很不理智 嗯 好几时 得到叶琪确定的回答 李染把手一摊 对叶玲说道 拿来 看到老妈这样 叶玲哭丧着脸说道 老妈 您就不能让我留点 不能 你一个小孩子 拿那么多钱干嘛 那好吧 叶玲无奈 只能装模作样的 从兜里 拿出三十多块钱 交给了李染 就这些 就这些 剩下的我买面和鸡了 鸡 什么鸡 这不是 叶玲指了指纸包 李染连忙过去 把纸包打开 里面果然是一只鸡 只不过是已经杀好的那种 可以说 直接剁吧剁吧 就可以下锅 你这臭小子 花钱还真是大手大脚 这点钱 如果放到你手里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花完了 李染把钱装起来 揉了揉叶玲的脑袋说着 可惜他并不知道 他儿子现在 已经是一名小富翁 这三十多块钱 只不过是他儿子 今天收入的十分之一而已 如果要知道了 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行了 妈去给你们炖鸡 今天中午吃鸡 在李染走了以后 叶玲对叶琦说道 叛徒 叶琦对她做了个鬼脸 又吐了吐舌头 没有接叶玲这茶 这让叶玲很无奈 她知道 姐姐很爱自己 更疼自己 但是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 她还是 中午吃的是炖鸡 这个年代 虽然没有那么多调料 但是炖出来的鸡特别香 最起码 比叶玲前世吃到的香 当然 也有可能和空间有关系 儿子 这鸡多少钱买的 一块五 一块五 我说儿子 你是不是傻 一块五可以买一斤肥肉了 炼油的话 差不多够咱们家吃半年 李染说的这个一块五 一斤肥肉 当然不是在供销社买 而是在外面买 供销社里的肉 是四毛五一斤 不过需要肉票 如果没有肉票的话 那就只能去买肉票 而一斤肉票的价格是五毛钱 加在一起 也差不多一块钱了 当然 这都是有钱人才会做的事 像一般家庭 他们是不会去外面买肉票的 因为每家都有定量 虽然不多 供销社的肉加上肉票 一斤差不多一块钱左右 但那都是肥搜一起 想要买全肥 根本不可能 在这个年代 肥肉比搜肉贵 就算是贵 一块五怎么着 也能买一斤了 妈 油的事情 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来解决 你 你解决 你怎么解决 买呗 要不然还怎么解决 叶玲瘫了瘫手 拿来 李染把手伸到叶玲面前 什么 叶玲不明所以 钱啊 行啊 臭小子 还藏私房钱 听到李染这么说 叶玲哭丧着脸说道 真的没了 不相信宁搜 叶玲把能装钱的口袋 都翻开 让李染看 那你说买 李染给了叶玲一个白眼 说道 没钱你怎么买 没钱可以赚钱 赚钱 你 赚钱怎么了 您别忘了 刚才给您的钱 还有昨天那两千块钱 可都是我赚的 而且并没有用多长时间 呃 叶玲的话 让李染冷了一下 想想还真是啊 自己这个儿子 这一段时间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自己工作了十年了 还没有存两千块钱 他几天就赚到了 呆 姚侯 速速从我身体里出来 李染掐了一个兰花纸 指着叶玲说 叶玲给了李染一个白眼 说道 妈 您西游记看多了吧 咦 你也知道西游记 妈 弟弟有很多西游记的连环画 我也看过 叶琪在旁边说着 哦 李染点了点头 对于叶玲买连环画这件事 李染不以为意 只要叶玲不是去干坏事 买点吃的买点玩的 他都不会说什么 好吃 如果天天能吃上机就好了 叶琪一边吃一边说 想什么呢 李染用筷子 在叶琪脑袋上敲了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放心吧姐 现在还不行 等过一段时间 我让你天天吃肉 叶玲之所以这么说 那是有原因的 他空间里还有猪圈没有用上 等猪圈利用上了 他就可以满足姐姐这个要求 不过他也知道 这件事没有那么容易 弄点小鸡小鸭 甚至鹅都没有问题 但是猪却不好弄 甚至都没有地方弄 鸡鸭鹅这些 还有人偷偷的养 但是猪 根本不会有人偷偷养 因为根本没有东西养他们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放心吧 总有那么一天 吃完饭 老妈黎染带着姐姐叶琪离开了 家里又只有叶玲一个人 在老妈他们离开 没有多大会 叶玲也离开了 下午叶玲没有再去得胜门 而是去了复城门 在复城门外一公里左右 这里也是一个鸽子市 而且还是帝都四大鸽子市之一 位置就在后市的复城门外大街 和展览路交叉口附近 当然 这个时候 这里同样是一片荒地 叶玲之所以来这里 是因为上午已经去了得胜门 他要给人一种习惯 一种什么时候他在 什么时候不在的习惯 叶玲已经想好了 不但是今天 以后也是一样 每天上午去得胜门 下午去复城门 其实 叶玲应该去建国门的 不管是后市 还是这个年代 帝都四个方向的财富划分 都是北部第一 东部第二 西部第三 南部垫底 可是叶玲没有去东部 而是选择了西部 主要是东部离他家比较近 他不想让熟人看到 闷声发大财财 是叶玲想要的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瞧一瞧看一看 叶玲把摊位置好以后 又吆喝了起来 这里和得胜门一样 刚开始还是有一群人围上来 不过在叶玲把摊置好以后 就离开了 看看 要点什么 一名中年妇女 来到他摊位前 叶玲主动问 你这里真的不要票 对 不要票 那给我来两条鲤鱼 好 叶玲这里卖的鲤鱼 大小都差不多 大概三斤左右 多也多不了什么 少也少不了什么 看上去都差不多 所以根本不需要挑挑拣拣 中年妇女在付完钱以后 问道 你以后还在这里卖吗 对 以后每天下午就过来 行 我知道了 以后如果需要的话 我还来你这里买 可以 在中年妇女走了以后 又来了一名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看了看 叶玲挂的那块牌子 问道 小同志 你这里什么票都收吗 没错 叶玲点了点头 那工业券收不收 收啊 干嘛不收 你这里收多少钱一张 两块钱一张 可以说 我给的价格很高了 叶玲说的没错 他给的价格确实很高了 一般收工业券的 没有给这么高的 大概在一块五到一块八之间 叶玲之所以给这么高 那是因为 他想给老妈黎然 买一辆自行车 而一辆自行车 需要是到13张工业券 这主要是看 你买什么自行车 飞鸽的最便宜 一辆自行车 大概200块钱 只需要10张工业券 拥挤自行车的价格在240左右 需要12张工业券 最贵的是 凤凰自行车 一辆在260左右 同样的 需要的工业券也是最多的 需要13张 叶玲给老妈黎然买自行车 当然是买最好的 所以 她现在急需13张工业券 行 我这里有5张 卖给你吧 可以 叶玲很激动啊 虽然只有5张 但是离13张越来越近了 第19张 上门送礼 中年人拿出5张工业券 叶玲仔细地看了一下 就把10块钱给了中年人 在这个年代 叶玲根本不担心假票 估计除了国家机构 还没有个人 有这个造假的技术 在中年人走了以后 叶玲连忙把工业券收起来 13张工业券 现在还差8张 再有8张 就可以给老妈买一辆自行车了 这样的话 老妈上下班 就不用走路了 虽然说学校离家并不是很远 但是能快一点 还是快一点比较好 再说了 在这个年代 自行车就是身份的象征 就算是在帝都 谁家有辆自行车 那也是备有面 来10个鸡蛋 好嘞 说实话 做倒买倒卖 生意并没有那么好 之所以叶玲这里的生意好 那是因为 她卖什么都不要票 这个年代票比钱宝贝 给我来条草鱼 好嘞 一块二 您拿好 肉票要吗 要 多少钱 一斤肉票四毛五 肉票往外卖才五毛钱 叶玲四毛五收 已经是良心价了 可是没办法 她刚干这个 还没有这方面的渠道 她知道 那些和她一样 倒买倒卖的人 手里的肉票 绝对比她收上来的价格 便宜很多 行 我这里有二斤 把二斤肉票接过来 叶玲给了对方九毛钱 对方拿着九毛钱 高高兴兴的走了 二十个鸡蛋 五个鸭蛋 好嘞 一块四 有肉票吗 有 要多少 多少钱 一斤肉票五毛钱 我要二斤 前后相差不到半小时 叶玲收到的二斤肉票 就卖了出去 虽然才赚了一毛钱 但叶玲还是很开心 因为这一毛钱 可是白来的 做生意就是这样 要守 就比如刚才那位中年人 如果她守在这里 不把肉票卖给叶玲 那么她就会多卖一毛钱 因为叶玲根本没有肉票 瞧一瞧看一看 数量有限 卖完为止 有需要的 快点过来买了 给我来条白莲 好嘞 一块钱 在这名买白莲的中年妇女 刚走 又过来一名中年男子 看了叶玲一眼 问道 你这里收粮票 收 什么价 本地粮票还是全国 全国粮票 一斤全国粮票两毛二 全国粮票比本地粮票贵 在鸽子市 一斤全国粮票 可以卖到两毛五 其实不管全国粮票 还是本地粮票 都是一样 一斤只能当一斤 全国粮票之所以贵 是因为它可以全国通用 很多人去外地出差 单位都会发全国粮票 另外在单位上班的人 如果需要 也可以拿本地粮票 给单位换全国粮票 而且是一比一兑换 可这说的是单位 如果是个人需要呢 那就只能买了 当然也可以换 只不过本地粮票 换全国粮票 需要找钱 我这里有三十斤 你都能要了吗 没问题 不要说三十斤 就算是三百斤 也没有问题 三十斤粮票才多少钱 就算是全国粮票 也不过六块六而已 三百斤不是才六十六块钱吗 这点钱叶玲都拿不出来 那他还做什么倒买倒卖 那行 给你 你数一下 叶玲把粮票接过来 仔细地数了一下 没错 确实是三十斤 就把钱给了中年人 又大又圆的鸡蛋 又肥又大的鱼 快来买了 小同志 小同志 一下午 叶玲在忙碌中度过 不过卖出去的东西并不多 一下午 叶玲才卖了不到两百块钱 但是收到的各种票都不少 特别是粮票和肉票 菜票 光收这些票 叶玲就花了两百多 等于说卖的还没有买得多 还好上午在得胜门 卖出去的东西比较多 要不然都像下午这样 估计用不了几天 叶玲手里就没钱了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鸽子室就散了 叶玲也回去了 在路过供销社的时候 叶玲进去买了一些东西 给姐姐买了她最喜欢吃的水果糖 给老妈买了她最喜欢吃的桃酥 当然 叶玲还买了一瓶芝麻酱 在这个年代 芝麻酱可是好东西 很多人根本就不舍得吃 一般的家庭 一瓶芝麻酱 甚至可以吃一年 只有在调凉菜的时候 才会放一点 当看到芝麻酱的时候 叶玲才想起来 自己好像没有种芝麻 要不然就自己做芝麻酱了 不但如此 还可以做点香油 带着这些东西 叶玲就回到了家 李染和叶琪已经回来 正在堂屋里坐着 叶玲把买的东西放到桌子上 看到这一大堆东西 不光是叶琪 就连李染也愕然地看着叶玲 儿子 这些东西 放心吧 买的 哇 水果糖 还有桃酥 直接扑过去给揽在怀里 我知道你买的 我问的是你哪来的钱 中午的时候 他可是把叶玲身上的钱 收了得干干净净 没想到这才一个下午 叶玲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回来 难道钱就那么好赚吗 如果那么好赚的话 估计也就没有人会饿肚子了 赚的呗 我说儿子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要好几块吧 你干什么 赚这么多钱 李染说的没错 买这些东西 确实花了叶玲好几块 一瓶芝麻酱一块二 一包桃酥八毛 一包水果糖三毛 另外叶玲还买了一瓶水果罐头六毛 就这还没有算那瓶花生油 因为那瓶花生油 是叶玲自己弄的 用空间里的花生挤出来的油 把这个算上的话 最起码四块钱以上 妈 这个您就别管了 我只能告诉您 您儿子一没偷 二没抢 三没骗 行 是我儿子 那拿来吧 李染手一伸 什么 叶玲没有明白老妈的意思 还能什么 钱啊 没了 都买这些东西了 叶玲指了指桌子上的那堆东西说 听到叶玲这么说 李染跳起来说道 你个败家子 按你这样花 有座金山也不够你花的 不会 如果我花一座金山的话 那么我最起码也要赚几座金山 你 李染对于自己这个儿子 是彻底无语了 妈 不舍得 打就更不舍得了 不过很快 李染就想通了 花就花呗 儿子就算是不赚钱 不是同样要花 再说了 儿子赚钱贴补了家里 那么家里就不用花钱了 妈 咱们家还有肉票吗 有啊 这个月刚买了一次肉 还有七两 也是 这个月 前半个月 叶玲和叶琪都不在 李染一个人在家 根本没有用 后半个月从外婆家回来 买了一次肉 接着 叶玲又是虾 又是兔子的 也就没有再买肉 妈 把肉票给姐 让姐去买肉 咱们晚上吃红烧肉 李染在叶玲脑袋上拍了一下 说道 吃什么红烧肉 中午刚吃了鸡 晚上就吃红烧肉 你消化的了吗 怎么不能消化 我胃口好着呢 妈 弟弟 中午的鸡 好像还没有吃完 叶琪在旁边说了一句 对啊 李染拍了拍脑袋 说道 我去给你们把鸡肉热一下 晚上继续吃鸡 至于肉票 留着下个月用 叶玲很想说点什么 不过最后还是没有说出来 她知道 老妈是穷日子过怕了 和她这个21世纪过来的人 思想不一样 其实 不管是李染一个人 穷日子过怕了 这个年代的人 没有几个不是穷日子过怕了的 在21世纪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吃不穷穿不穷 算计不到才受穷 但是在这个年代 是不吃也穷 不穿也穷 算计得再好也受穷 因为在这个年代 根本没有别的来前门道 唯一的来前门道 就是工作 可是那点工资 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 根本就不够 吃完饭以后 叶玲对李染说道 妈 我出去玩会 去吧 别跑远了 知道 从大杂院出来 叶玲确实没有跑远 找了一个小胡同钻了进去 再次出来的时候 手里已经提着一网兜大虾 和两条鲤鱼 李婷的丫头喜欢吃虾 上次走的时候 还让叶玲帮她逮虾 只是这一段时间 叶玲比较忙 就得忘了 今天刚好没事 就准备给她送一点过去 这一网兜大虾 最起码有四五斤 足够了 不过就拿一点大虾过去 有点说不过去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第一次登门 所以 叶玲又准备了两条鲤鱼 李婷家所住的大院 离叶玲家所住的大杂院并不远 叶玲很快就来到大院门口 看到一个小孩 提着那么多东西过来 当兵的本来是不想管的 不过还是把叶玲给拦着问道 你去谁家 我去一号楼二单元二百零一 在知道叶玲要去谁家以后 当兵的开玩笑的说 你才多大就知道送礼啊 送个屁礼 你见谁送礼这么大名大放的 反正自己只是一个孩子 无论说什么 也没有人会把她怎么样 更何况 叶玲知道当兵的事 和她开玩笑 第二十章 石荒大业 当兵的摇了摇头 说道 人不大 脾气倒不小 进去吧 哼 叶玲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进了大院 现在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夏天就这样 天黑的比较晚 如果是冬天的话 这个时候 估计都已经睡了 咚咚咚 来到二单元二百零一 叶玲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名中年人 看到是一个小孩站在门口 问道 你是谁家的孩子 有什么事吗 我找李婷 找李婷 对 我叫叶玲 你就是叶玲啊 快进来 快进来 看中年人的反应 应该是知道叶玲这个名字 不过叶玲并没有进去 而是把提的大虾和鱼帝过去说道 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听到叶玲这么说 中年人冷了一下 这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说的话吗 中年人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大人教的 也是 叶玲的母亲 可是一名老师 行了 快进来吧 谢谢叔叔 在叶玲进去以后 中年人对里面喊道 小婷 你同学来找你来了 爸 谁啊 李婷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原来这中年人是李婷的爸爸 也是 这里是李婷的家 这个时候 家里除了他爸爸 怎么可能有别的男人 而这个时候 李婷已经看见了叶玲 连忙跑过来 问道 叶玲 你怎么来了 不是答应给你送虾吗 这几天有别的事耽误了 今天才给你送过来 不要见惯 不会 怎么会呢 谢谢你还记着这件事 这个时候 李婷的母亲 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看到叶玲 说道 小玲来了 是的阿姨 快坐 嗯 李婷的爸爸 把手里的鱼虾递给李婷的母亲说道 这是小玲送过来的 你得搁起来吧 看到李婷爸爸手里的鱼虾 李婷母亲对叶玲说道 小玲 你这也太客气了 来就来呗 还拿什么东西 也没有什么 就两条鱼和一些虾 都不是花钱买的 是我自己抓的 你自己抓的呀 那行 那我就收下了 你吃饭了吗 阿姨 我已经吃过饭了 李婷家也吃过饭了 刚才李婷的母亲 就是在厨房收拾 帝都这个地方 差不多都是这个时间吃饭 除非有特殊情况 要不然这个时候 基本上都已经吃过饭了 叶玲 这几天 你去什么地方去了 我去找了你几次 你都没有在家 呃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这几天我出去了 估计李婷去的时候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要不然 也不会不知道 李婷去找过她 这样 没关系 改天你有时间来找我 嗯 叶玲在李婷家 没有待多长时间 第一 是天已经不早 还有就是 叶玲还有别的事要去做 所以和李婷聊了一会 就起身 说道 李婷 时间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 啊 这么早就回去啊 嗯 天快黑了 再不回去 我妈就该担心了 那好吧 和李婷说完 叶玲又回头 对李婷的父母说道 叔叔阿姨 我就先回去了 改天再过来玩 不再做会了 不了 改天有时间再说 那行 让小婷爸爸送你 不用了阿姨 我知道路 虽然说叶玲不让送 不过李婷的父母 还是把叶玲送到了外面 叶玲太懂事了 让李婷的爸妈很喜欢 叔叔阿姨留步 好 路上小心点 知道了 离开李婷家所住的大院以后 叶玲直接就回去了 不过她并没有回家 而是在大门外面找到了刘伟 叶玲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和刘伟有关 二傻 快过来一起玩 这个年代的孩子 没有什么娱乐项目 一个沙包 男男女女可以一起玩 而且一玩就是一天 哪怕是夏天也是一样 不了 你过来一下 我找你有事 什么事 你先过来再说 行你等我一下 刘伟给小伙伴说了一声 让他们先玩着 就跟着叶玲走了 来到一个胡同口 叶玲停了下来 二傻 说吧 叫我过来有什么事 你们这一段时间的收获怎么样 挺好 差不多三天我就能分一只兔子 可以啊 叶玲这话绝对是真心的 真心为刘伟高兴 不要忘了 这次有多少人来买来换家子 最起码有两百人 两百人 三天就能分到一只兔子 也就是说 一天就能加到六七十只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帝都附近的兔子 差不多就绝技了 不过这样也好 少了兔子祸害庄稼 还能多打一些粮食 另外 还能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 二傻 你是不是又有了什么 抓兔子的新花招了 没有 叶玲摇了摇头 说道 我是没有抓兔子的新花招 但是我有赚钱的新花招 你想不想试一下 听到赚钱 刘伟眼睛一亮 这家伙虽然十二三了 但是摸过最大的钱 也不过一块而已 而且也只是摸摸 至于说花钱 估计连五毛的都没有花过 二傻 我没有听错吧 你说的是赚钱 对 赚钱 你想不想干 干啊 干嘛不干 你说吧 怎么赚 叶玲前一段时间 弄家子赚钱 她可是见过的 对叶玲的话 绝对是深信不疑 叶玲既然说能赚钱 那就一定能赚钱 叶玲还不知道 不知不觉 她竟然有了崇拜者 石荒 叶玲要把石荒这个大业 从这个时候发扬下去 要知道 这个时候 石荒可是一个空白区 如果弄好了的话 还真是不少赚钱 叶玲当然不光是为了赚钱 主要是找个借口 就算是以后 老妈知道 自己赚了很多钱 自己也可以告诉她 是因为收破烂赚的 还有就是 这个年代有不少好东西 很多都被人当废品给卖了 比如一些古籍 一些古玩字画 叶玲要干的这件事情 很有意义 石荒 对 叶玲点了点头 还是算了吧 之前又不是没有干过 捡一天垃圾 也赚不几分钱 刘伟说的没错 之前他们确实干过这个 为的 就是赚点钱买好吃的 过年的时候买点鞭炮玩玩 可是干了几天以后 就没有人再去干了 因为捡一天 也卖不几分钱 还不如翻墙进个工厂 随便拿点东西 就能卖个一两毛钱 比去石荒要强的多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 主要是他们太分散 而且当天捡的当天就卖 因为太少 去国营收购 占人家不收 只能卖给出来收费品的 那些收费品的 看他们是一些小孩子 随便给个一分二分 就把他们给打发了 所以才让他们感觉到 石荒不赚钱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叶琳准备从他们手里收 积少成多 等多了以后 把有价值的挑出来 没有价值的 就一起卖给国营收购站 如果我说 能让你们赚到钱呢 怎么赚 这样吧 只要你们听我的 我保证你们 一天最少赚个一两毛 如果运气好的话 赚个五毛一块都有可能 真的 刘伟没有管后面 叶琳说的五毛一块 在听到叶琳说 保证他们一天 可以赚到一毛两毛的时候 眼睛就已经亮了 一天赚一两毛钱 他根本不敢想象 当然是真的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保证 只要你们不是在睡大觉 如果一天赚不到一毛钱以上 我给你们补一毛 一天一毛钱 开玩笑 只要他们好好的捡 一天两三毛都没问题 不要忘了 他们在什么地方 天安门附近 每天从外地过来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 在这个年代 能出来旅游玩的人 那都是有钱人 随便丢个汽水瓶 捡起来就是毛把钱 那行 那你说怎么干嘛 很简单 一个人拿个编织袋 走街串巷 把那些垃圾桶翻翻 有什么书本 报纸 纸壳子都捡着 回来卖给我就行 卖给你 叶琳 那可是破烂 你打算放什么地方 大家都住在大杂院里 大杂院能不能放东西 刘伟还能不知道 虽然叶琳家住在后院 院子里有一些地方 但是地方并不大 如果放破烂的话 估计几天就放满了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李老师是个干净人 怎么可能让叶琳 把破烂放到院子里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刘伟跟着叶琳走 很快来到一个巷子里 在巷子的尽头有一道门 门是用木头做的 而且看样子还是新做的 因为门上连漆都没有刷 二傻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叶琳没有说话 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 就把木门上的一把锁给打开了 进去吧 这里是一处院子 两年前 叶琳偶然发现了这个地方 院子里的房子 全部已经倒塌 就连院墙 也是这里有个窝口 那里快要倒塌 连个大门都没有 之前一直没有把这里当还是 但是现在需要了 第21章 陪我箱子 前一段时间 叶琳没事的时候 就过来把院墙弄了一下 又在空间里 做了一堆大门 给装了上去 买了一把锁给锁上了 这里没有倒塌之前 是一处四合院 正房三间 东西厢房各两间 之前住在这里的人 应该是家境殷实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搬走了 还好房子都倒塌了 让院子变大了不少 用来放破烂刚刚好 而且这么大的院子 可以放不少破烂 你看这里怎么样 叶琳问刘伟 什么怎么样 房子都塌了 有什么用 刘伟摇了摇头 不知道是这个年代的人 头脑简单 还是刘伟年龄太小 竟然没有明白 叶琳是什么意思 估计是头脑简单 如果放在后世 随便找个刘伟 这么大年龄的人 估计都不用叶琳问 就明白怎么回事 我说的是用这个院子 放破烂怎么样 挺好 这么大一个院子 可以放不少破烂 那不就行了 这样从明天开始 每天下午吃饭之前 我会来这里收你们的破烂 嗯 我现在就去通知一下 咱们大院里的人 刘伟去通知的 当然是大院里的那些孩子 那些孩子可不像叶琳 就算叶琳不赚钱 她也没有缺过钱 但是那些孩子就不一样了 他们可是一分钱都没有 行 你去吧 在刘伟走了以后 叶琳也离开了 在离开之前 叶琳把大门给锁着了 这里以后就是她的地方 如果可以的话 她还准备把这里的房子 给建起来 当然 这是以后的事情 就目前来说 叶琳还是把这里 当成一个废品收购点 当叶琳再次回到大杂院的时候 天已经暗了下来 看到叶琳回来 李冉说道 快去洗洗 早点睡 哦 叶琳答应一声 进屋拿了盆和毛巾 在院子里冲了个凉 当天夜里 叶琳再次进入空间 白天叶琳一共卖了 七只老公鸡和四只公鸭 所以叶琳先孵化了 七只小鸡仔 然后又孵化了 四只小鸭子 弄完这些以后 叶琳又过去把麦子收了 把麦皮和面粉分离开 麦皮直接掺水给拌好 放进了石草里 这么多麦皮 够这些鸡鸭吃一段时间了 把麦子都种上 然后叶琳又过去把菜收了 在种植向日葵的时候 叶琳留下一块地方 种了一点芝麻 芝麻种子一直都有 就是没有种而已 之所以一直没有种 是因为不需要 不过现在需要了 家里要吃 重点够家里吃的就可以 第二天早上 叶琳起床刷牙洗脸 今天的早餐和平时不一样 今天的早餐 吃的全是白面馒头 就连李染都吃了一个 这在之前 是根本不可能的 石荆白面虽然不多 但是够吃一段时间的 再说了 家里两本上 还有白面的定额没有用 妈 这就对了 我说过 以后家里的白面我包了 粗量就不要买了 不过小米倒 是可以买一些做粥 就算是在后世 小米粥也是很不错的 叶琳也喜欢喝 而且每天都喝 如果有一天 让她喝不上小米粥 或许还不习惯 吃完早饭 在李染带着叶琪走了以后 叶琳又跑了出去 上午还是去德胜门 德胜门这边买东西比较快 一上午的时间 叶琳卖了三百多块钱 下午 叶琳又来到复城门这边 刚到这 叶琳就做了一笔大生意 本地粮票两百斤 工业券二十张 肉票三十斤 这可把叶琳给高兴坏了 俗话说乐即生悲 这话用在叶琳身上 再贴切不过了 就在叶琳刚 把这些东西收起来以后 就看到人群慌慌张张的 四散而跑 叶琳回头看了一眼 就看到一群红袖标往这边来 离他最多也就二百多米 看到这 把叶琳吓了一跳 没办法 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 当然有点害怕 同时也一点激动 因为他终于看到 这个年代特有的一群人了 小手一挥 叶琳就把东西收了起来 然后把摊位给收了 骑上小自行车 别人都往红袖标相反的方向跑 叶琳反其道而行 往红袖标那边骑 这些红袖标 有老太太 有老头 也有年轻人和中年人 看到叶琳骑着小自行车过来 一些人还给他让了一下路 就在叶琳因为没事的时候 一名年轻人拦着他说道 站着 干嘛 叶琳连自行车都没有下 叶琳这辆自行车是铜车 在后轮两边还有两个小轮 就算是停在 那也不会倒 干什么的 要你管 叶琳给了年轻人一个白眼 说完就准备骑自行车走 小兔崽子 你 你才是小兔崽子 你全家都是小兔崽子 还没有等年轻人说完 叶琳就骂了起来 你欠 干什么 这时候过来一名中年人 制止了年轻人 组长 他 年轻人指着叶琳 不过还没有等他说完 中年人就对他说道 闭嘴 从年轻人把叶琳拦下来开始 中年人从头到尾都看见了 也听见了 特别是叶琳骂年轻人 全家都是小兔崽子的时候 中年人差点笑出来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嘴这么流的小孩 而且还是一个只有十来岁的小孩 小家伙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不干什么 看着这里人多 就过来玩玩 一点也没有意思 这样啊 行了 那你走吧 听到中年人让自己走 叶琳松了一口气 他之所以没有跟着大部队跑 就是因为这个 别忘了 他只是一个孩子 而且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别人根本不会怀疑什么 再说了 就算是怀疑也没用 因为叶琳什么都没有带 就在叶琳准备走的时候 刚才那名年轻人再次拦着他说道 组长 不能让他走 我怀疑他箱子里有东西 听到年轻人这么说 中年人回头对叶琳说道 小家伙 能不能把你的箱子打开 让我们看一下 不能 我为什么要让你看 看吧 组长 我就说有问题 年轻人说完 不等中年人发话 就过来强行打开叶琳的箱子 叶琳做的这个箱子 只是用来掩人耳目 用的板子也特别薄 之所以用这么薄的板子 是为了让箱子比较轻 既然板子比较薄 那就不会结实 还有就是 这个箱子从上面是打不开的 可是年轻人不知道 还以为是从上面打开的 没有几下 箱子就破了 年轻人也如愿打开了箱子 只不过打开的比较惨 硬生生的给掰开的 这可把叶琳给气坏了 大骂道 王八蛋 陪我箱子 被叶琳骂王八蛋 年轻人就好像没有听到似的 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傻了 他也没想到 这箱子这么不结实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箱子里什么也没有 如果箱子里有东西 那么不要说把箱子给弄破 就算是没收了 都没有问题 中年人这个时候也尴尬了 对叶琳说道 不好意思啊小同志 这样吧 回头我让人给你重新做一个 中年人之所以这么客气 不光是因为箱子里没有东西 还有就是叶琳骑的这辆铜车 在帝都这个地方 有这种铜车的家庭 都不是那么好得罪的 如果箱子里有东西 那还好说 就算是叶琳的家庭不好得罪 人证物证齐全 叶琳的家里也不能说什么 可是现在呢 什么都没有 如果人家追究下来 倒霉地都是他 会做吗 你们 我不管 我现在就要 叶琳开始耍无赖了 先不说这些人敢不敢得罪他 就他是一个孩子 这些红锈镖 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不要说叶琳箱子里没什么 就算是有东西 他们也拿叶琳没办法 估计最多给后事一样 让家人领回去 好好教育 就在这个时候 刚才追出去的红锈镖都回来了 也抓到了几个人 叶琳看了这几个人也不认识 也是 这里这么大 叶琳今天才第二次过来 不认识也正常 这样吧 小同志 咱们先回去 然后看看怎么弄 去就去 我怕你妈 红锈镖带着人往回走 叶琳骑着小自行车 在后面跟着 不到半个小时 就回到了红锈镖办公的地方 这里是一栋二层小楼 来到这里以后 这些人就顾不上他了 也可能是把他丢忘了 反正叶琳等了十几分钟 也没有人搭理他 这可把叶琳给气着了 就看叶琳骑上小自行车 就从院子里出来了 然后来到附近一家供销社 买了一个毛笔 一瓶墨水 还有一张白纸 直接趴在供销社柜台上 踩着一个凳子开始写 写完以后 叶琳又回到了红锈镖办公的 那栋二层小楼前 也没有进去 就在大门口 把白纸摊开 双手举着 叶琳的这个举动 当然吸引了很多人过来观看 而叶琳看到这个情况 嘴角露出一个 让人看不明白的笑容 第二十二章 赵架赔偿 再看叶琳手里白纸上写着 红锈镖欺负小孩子 把我箱子弄坏不赔 大家帮我评评理 外面的动静 很快就引起了里面的注意 一名红锈镖出来看了看 当看到叶琳手里白纸上写的 那些字的时候 脸一下子就变了 这名红锈镖连忙往院子里跑 然后直接上了二楼 在一间办公室门前停下来 敲了敲门 进来 组长 不好了 红锈镖推开门 还没有等里面的人 问怎么回事 就开始喊 办公室里坐的是一名中年人 就是让叶琳跟着他们回来的 那名中年人 这也是为什么 这名红锈镖过来找他的原因 什么是这么慌慌张张的 组长 您快去看看吧 出事了 红锈镖着急的说着 出什么事了 您带回来的那个小孩 听到红锈镖说叶琳 中年人拍了拍脑袋说道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过去看看 当中年人和另外一名红锈镖 来到大门口的时候 看到大门口为了那么多人 中年人有点梦了 问旁边的红锈镖 这是怎么回事 组长 您还是亲自去看看吧 这名红锈镖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听到这名红锈镖怎么说 中年人就过去看了一眼 当看到叶琳举的白纸上的字 中年人的脸都绿了 这也太气人了 不过他也知道 不会发生现在的事 大家都散了吧 没有什么好看的 中年人回头对围观群众说 就在这些围观群众 听了中年人的话 准备散的时候 叶琳不愿意了 连忙大声喊道 各位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 那么可不能散啊 如果你们走了 我就要被他们给欺负了 叶琳这话起到了作用 不管什么年代 大家都是同情弱者的 叶琳的身份先不说 可他毕竟是一个孩子 既然是孩子 那就是弱者 小同志 你这是要干嘛 有什么事好商量不是 没什么好商量的 你们自己说的 让我和你们一起回来 然后处理 可是回来以后就不管不问了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小同志 刚才在忙别的事 所以就没有顾得上 听到中年人这么说 叶琳就更生气了 跳起来说到 忙别的事 也就是说 别的事比我的事重要呗 如果你们一直忙别的事 那是不是就不管我了 中年人也没有想到 叶琳竟然这么难缠 如果早知道的话 估计说什么 也不会同意年轻人 去打开叶琳的箱子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小同志 那你说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很简单 你们弄坏了我的东西 那就照价赔偿 行 我们赔 说吧 赔多少 叶琳看了一眼中年人 说道 我想你也知道 带轮子的东西 都属于工业 这个箱子 我是专门找人定做的 用了我十张工业券 和三十块钱 什么 十张工业券 和三十块钱 叶琳的话 把中年人吓了一跳 先不说工业券 就说这三十块钱 除了那四个轮子 三十块钱 最起码可以做 十几二十个这样的箱子 没错 就是十张工业券 和三十块钱 小同志 你这 我怎么了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十张工业券 和三十块钱多 看到我这辆自行车没有 那可是 用了六十四张工业券 和一千二百八十块钱买的 叶琳的这辆同车 是他前世的山地车 这辆山地车在买的时候 可是花了叶琳 一万两千八百块钱 而且自行车这玩意 是不能和这个年代的 购买力计算的 别的不说 就说一辆凤凰自行车吧 在这个年代 不但要十三张工业券 还需要两百六十块钱 可就算是在后世 这一辆普通凤凰自行车 也就几百块钱吧 所以叶琳说 用了六十四张工业券 和一千二百八十块钱 还是少说了 因为这个年代的自行车 可是比后世的汽车都稀罕 就说叶琳住的大杂院吧 整个大杂院 住了二十几户人 可是没有一家有自行车的 如果在后世 这个大杂院 二十几户人 最起码 有好几十辆轿车 听到叶琳说 他那辆铜车 竟然要六十四张工业券 和一千二百八十块钱的时候 中年人的脸色就变了 他没有怀疑叶琳会说谎 因为叶琳只是一个孩子 可能还不明白 工业券是干什么的 同时 对于叶琳的身份 中年人有点忌惮 什么样的家庭 能花一千两百多块钱 去买一辆铜车 不用说 绝对是他惹不起的家庭 所以中年人咬了咬牙说道 行十张工业券和三十块钱 我们给 中年人回头对身边的 那名红袖标说 去我办公室 在最下面那个抽屉里 有工业券 取十张过来 是 组长 红袖标很快就把工业券 取了过来 然后交给中年人 中年人从兜里 拿出三十块钱 连工业券一起递给了叶琳 小同志 现在你满意了吧 等一下 又怎么了 我刚才买毛笔 墨水和纸的钱 你还没有给呢 说实话 叶琳这就有点得寸进尺了 三十块钱和十张工业券都给了 他还给人家要买东西的钱 确实有点过了 但叶琳有他自己的打算 因为他越是得寸进尺 中年人就越不敢把他怎么样 行 买那些东西多少钱 一块钱 一 一块钱 一只毛笔 一瓶墨水 再加上一张白纸 估计都用不了五毛钱吧 叶琳竟然要一块钱 中年人摇了摇头 又拿出一块钱 递给了叶琳 三十块钱都给了 还在乎这一块钱 拿到钱以后 叶琳就离开了 在中年人往里面走的时候 刚好看到那名 把叶琳箱子弄坏的年轻人 说道 十张工业券 就算办事处出了 三十一块钱 从你工资里扣 组长 我 你什么你 我告诉你 下次办事动动脑子 帝都这个地方 我们的罪不起的人有很多 不要以为带个红袖标 就可以为所欲为 叶琳离开红袖标办事处以后 没有再去别的地方 傅城门这边刚被撵了一次 今天估计 是不会有人去了 如果这个时候去别的地方 有点太晚了 到地方差不多就散了 所以 叶琳直接就回去了 虽然说今天回去的比较早 但收获还是不小的 当然 这个收获没有办法和做生意比 可他也没有拿出什么东西 这些可都是白来的 再说了 他空间里的东西 本来就不多 可以说 除了鱼 鸡蛋 鸭蛋和白面 别的根本卖本来几天 还有就是 空间里的东西毕竟有限 总有接不上的时候 那样地话 今天也算是有收获了 在到家之前 叶琳找个地方 把自行车收起来 然后就回家了 这个时候才半下午 老妈和姐姐 根本不可能回来 果然 门还是他锁的门 叶琳把门打开 进了屋里 然后就进入到空间 在空间里把箱子 给收拾了一下 又变成一个好好的箱子 就在叶琳准备出去的时候 想了想又停了下来 现在老妈和姐姐还没有回来 自己在家也没有什么事 还不如弄点好吃的 空间里有什么好吃的 在别人来说 可能都是好吃的 但是在叶琳眼里 能算上好吃的还真不多 不过小龙虾绝对算一个 想到麻辣小龙虾叶琳就流口水 所以他准备弄些小龙虾出去 做麻辣小龙虾 小龙虾这玩意没有什么肉 叶琳一下子捞了十来斤 想想可能不够 叶琳又捞了二斤左右 在空间里把这些小龙虾收拾好 这才从空间里出来 出来以后 又用自来水给洗了几遍 把各种用来制作 小龙虾的调料准备好 小龙虾就下锅了 因为现在离晚上吃饭的时间还早 所以叶琳并没有把炉子打开 只是用慢火烧着 叶琳 你在家呀 就在叶琳刚把小龙虾弄好放锅里 李婷从外面进来了 看到叶琳在家 高兴地问着 嗯你怎么来了 来找你娃啊 你在干什么 做好吃的 听到叶琳说做好吃的 李婷的口水都差点流了出来 上次叶琳做的清蒸大虾 她可是吃了不少 那个味道 是她从来没有吃过的 昨天叶琳给她家送去的大虾 中午她就让她母亲给做了 可是根本没有那个味 这不 下午她就过来找叶琳来了 想知道叶琳是怎么做的 什么好吃的 这一段时间叶琳算是发现了 这李婷俨然就是一个吃货 怪不得那天在北海公园 她说什么也不把兜里的东西拿出来 让她拿出来吃的 那得要她的命差不多 麻辣小龙虾 晚上在我家吃吧 我请你吃 这不好吧 这丫头嘴上说着不好 可是眼神已经出卖了她 第二十三章 麻辣小龙虾 行了 就这么定了 晚上就在我家吃吧 如果你担心 你爸妈那边 你可以打个电话回去 只要喜欢吃就行 叶琳这里最不缺的 就是好吃的 想要得到男人的心 就要控制男人的胃 这话用在女孩子身上 同样好使 叶琳并不是说要和李婷发生点什么 但是老妈黎然喜欢李婷 那么叶琳也只能顺着她了 嗯 李婷点了点头 叶琳抬头看了一下太阳 说道 李能吃还有一段时间 我先带你去个地方 好 叶琳带着李婷来到她准备用来存放破烂的院子 还没有人过来 叶琳把门打开 对李婷说道 走吧 进去 叶琳 这里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也不是 只是一个空院子 不过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 阿姨也不能说吗 李婷口中的阿姨 说的当然是叶琳的老妈黎然 这丫头也没有和黎然见过几次面 可是对黎然有一种天生的好感 这个估计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 不能 谁都不能说 最起码现在不能说 嗯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那就好 可是这里什么也没有啊 看到这个空荡荡的院子 李婷不明白 叶琳为什么不让告诉别人 现在是没有什么 但是以后就有了 下午五点多快六点的时候 刘伟带着大院里的十几个孩子过来了 这些家伙每个人背一个编织袋 也不知道 这些编织袋 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弄的 二傻 我们来了 进来吧 把东西倒在地上 不要倒在一起 好 十几个孩子 每个人倒了一堆 种类很多 有报纸 有纸壳子 还有一些破铜烂铁 平时这些东西卖给收废品的 最多也就换几块糖 叶琳先把刘伟那一堆扒烂了一下 说道 两毛七 啊 这么多 刘伟惊讶地问 他还以为他 这一堆能卖个毛把钱就不错了 没想到叶琳竟然给他两毛七 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绝对算是一笔不少的钱了 多吗 不多 行了 把沸铜烂铁扔在那边 纸壳子放在这边 报纸放在那边 明白 刘伟连忙按照叶琳的要求 把他这堆破烂给放好了 把两毛七给了刘伟以后 叶琳又来到另外一堆 同样是随便扒拉了一下 站起来说道 萧古炎三毛二 什么 不会吧 本来刘伟还以为是自己组织的人去拾荒 叶琳多给了他钱 没想到还有人比他更多 这也说明了 他今天捡的那些东西 真的值两毛七 不要小看叶琳这一巴了 在这之前 叶琳已经去了一趟国营废品收购站 对各种破烂的价格 可是清清楚楚 在运用上他的超级大毛 分分钟就把账给算了出来 胡天 一毛八 刘耀峰 两毛三 陈登科 两毛六 廖亦凡 三毛 黄大方 一毛四 刘峰 两毛二 胡伟 两毛三 叶琳把钱付了 这些家伙把东西 按照叶琳说的 给分别放好 刚开始没有感觉出来 当这些东西都分门别类的 给放好以后 就变成了一堆堆的破烂 现在只是大致的分类一下 回头叶琳有时间 会把他们分得更仔细 就比如 那一堆废铜烂铁 要知道 铜可是比铁贵很多 而且 铜还分为黄铜和红铜 红铜比黄铜更贵 差不多是黄铜的三倍 在这个年代 废铁的价格并不便宜 一公斤废铁 去国营废品收购站 可以卖到两毛钱 二傻 明天你还收吗 就在准备走的时候 廖一帆回过头问叶琳 收 当然收 每天这个时间 我都会过来收 太好了 在他们走了以后 叶琳把大门锁着 也和李婷离开了 两个人是直接回家 因为老妈黎然和叶琪 差不多该回来了 最好是在他们回来之前到家 叶琳到家以后 连忙去厨房看了一眼 走的时候 虽然没有把火打开 但这么长时间 味道已经出来了 叶琳连忙把炉子打开 准备大火烧一会 哇 好香啊 弟弟 你又弄了什么好吃的 就在这个时候 李婷和叶琪回来了 刚进后院 就闻到了麻辣小龙虾的香味 姐 你都说了是好吃的 还问什么 婷婷来了 李婷可没有管这些 看到李婷也在 就上来问了一句 阿姨好 好好 晚上在家里吃饭 谢谢阿姨 你这孩子 来到这里还客气 就当是在家里 嗯 和李婷打完招呼 李婷这才看着叶琳问道 儿子 你又做的什么 麻辣小龙虾 麻辣小龙虾 小龙虾李婷知道 因为他小的时候 在小戏里没少抓 但是麻辣小龙虾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想到自己这个儿子 干的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他也就释然了 嗯 叶琳点了点头 行 你弄吧 晚上我不用做饭了吧 不用了 够吃的 叶琳可是弄了十二斤小龙虾 虽然小龙虾没有多少肉 而且平均一个人才四斤 不过差不多应该够吃的了 不要忘了 这里可是有三个是小孩 而且这个四斤和饭店里的四斤可不一样 在饭店里吃 说是四斤 能有三斤就不错 在这里 四斤那就是四斤 一点都不会少 在和老妈说完话以后 叶琳过去把叶琳拉到一边说道 姐 你想不想赚钱 赚钱 怎么赚 叶琳虽然不是彩米 但是对钱还是很感兴趣的 这主要是因为 叶琳从小就有零花钱 而她却没有 就算是去供销社买东西 那也是给家里买 和她没有什么关系 还记得我屋子里那一箱子连环画吗 当然记得 那可是你的宝贝 我动一下 你都不让动 那些连环画 出租赚点零花钱 后来才发现 大院里的这些孩子 根本就没有钱 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这些家伙现在去拾荒 手里有钱了 不过叶琳已经看不上 她是看不上 但是叶琳可以啊 这样吃完晚饭以后 你就把那些连环画拿出去 就在咱们大杂院门口 让大家看 看一本一分钱 听到叶琳说 让大杂院的孩子看 而且看一本还要一分钱 叶琳摇了摇头 说道 我看还是算了吧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们大杂院的孩子 根本就没有钱 姐 你说的那都是以前 现在他们有了 你就相信我吧 这样 你去试一下 如果不行 那就不弄了 连环画在这个年代 绝对是那些半大孩子的最爱 但是你让他们买 估计不舍得 毕竟就算是在这个年代 连环画也不便宜 可是 如果说看一本一分钱 还是有很多人去看的 那好吧 一会吃完饭 我去试试 这就对了吗 试试又没有什么 儿子 锅开了 李染在那边喊 哦 来了 叶琳回来的时候 锅就已经开了 只不过火比较小 没有大开而已 现在炉子打开了 那开得还不快 叶琳过去 把炉子关上 对李染说道 妈 把我把锅端进去 锅里光小龙虾就有十多斤 再加上那么多水 当然不是叶琳一个十岁的孩子 可以端起来的 没办法 叶琳只能叫老妈帮忙端 好 你起看 在叶琳走到一边以后 李染过来把锅端了起来 直接端进了堂屋 放在堂屋的桌子上 而这个时候 叶琪和李婷已经迫不及待了 没办法 麻辣小龙虾的香味太诱人了 不要说从来没有吃过的李婷和叶琪 就连叶琳这个钱 是经常吃的人都流口水了 开吃 叶琳把锅盖打开 还没有等他上手 就被李染拍了一下 说道 都洗手去 等叶琳他们洗完手回来 李染已经把碗和筷子准备好 看到三个人进来 说道 快吃吧 不要用手 妈 吃小龙虾不下手 那怎么吃 这样 先把小龙虾盛在碗里冷一下 还是用手吃比较好 叶琳一边说 一边做着示范 除了叶琳 就连李染也没有吃过 所以都看着叶琳怎么吃 其实吃小龙虾很简单 一只手抓着小龙虾的头 一只手抓着尾巴 掰开 就可以吃了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太好吃了 叶琪一边吃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着 把嘴里的虾肉咽下去 叶琪又拿起一只问 对了弟弟 你在什么地方弄的这些小龙虾 买的 今天出去玩的时候 看到有人在卖这个 我就给买了下来 那下次碰到再买点 听到叶琪的话 李染用筷子在他脑袋上 敲了一下说道 这还没有吃完呢 就想着下次了 妈 好吃啊 第24章 憨厚大叔 好吃也不能多吃 再说了 这多贵啊 李染瞪了一眼叶琪 哦 叶琪不敢说话了 她可不像叶琳 刚给李染顶嘴 可以说 叶琳敢做的事情 她都不敢 就说今天这件事 这是叶琳弄的小龙虾 如果是她 不知道会怎么样 婷婷 好吃吗 李染扭过头问李婷 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 知道了阿姨 一大锅小龙虾 最后还是被四个人给解决了 而且是一个不胜 这吃相 都快赶上叶琳前世了 在前世的时候 叶琳一个人去吃小龙虾 一次最起码 也吃五六斤 吃完饭以后 李染去刷锅洗碗 叶琳和李婷在堂屋里坐着 这个时候 她是真的不想动 没办法 吃得太多 李婷也差不多 而这个时候 叶琪按照叶琳说的 去叶琳房间 把那一箱子连黄画搬出来 然后去了大杂院门口 这个时候 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一群孩子在大门口玩 偷偷地吃着 在供销社买的水果糖 这是害怕被大人知道 看到叶琪搬着一个木箱出来 就过来问 叶琪 你这搬的什么呀 连黄画 连黄画 听到是连黄画 这些家伙一个个眼睛发光 这个年代 特别是男孩子 最喜欢的就是连黄画 很多男孩子 都想买上几本 但也只是想想 因为一本连黄画 就有一两毛钱 家里是绝对不会给他们这个钱的 所以就只能想想 不过知道谁有连黄画 这些家伙就会找上门 然后借来看 当然 也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叶琳 大杂院里的孩子 都知道 叶琳有连黄画 而且有很多 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找他借 哪怕和他关系最好的刘伟 也是一样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叶琪拒绝了他 就把木箱放在地上 接着放下小板凳 坐下来 叶琪 这些是你弟弟的连黄画吧 一名大杂院的孩子问 没错 那我能看他吗 可以 我弟弟说了 谁都可以看 看一次一分钱 啊 男孩没有想到 叶琪会收钱 就在这个时候 胡天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叶琪 问道 是不是可以随便选 可以 叶琪点了点头 那我看 说完从兜里拿出一分钱 递给叶琪 这家伙今天赚钱了 虽然刚才就花了不少 但兜里还有一些 有一就有二 很快叶琪身边就为了七八个人 而这七八个人 每个人手里 都拿着一本连黄画 在那看得津津有味 而这七八个人 全部是在叶琳那卖废品的人 也是除了他们 别人也没有钱看啊 看到他们在那看连黄画 那些没钱看的孩子很眼气 但没办法 谁让他们没钱 一本连黄画并没有多少页 而且字也不多 用不了多大 一会就能看完 看完以后继续找别的看 而这个时候 叶琪是真的佩服自己那个弟弟了 同时心里也有疑惑 弟弟学习那么差 为什么那么会赚钱 这让他很不明白 因为叶琪在外面租连黄画 叶琳一个人去送的李婷 把李婷送到他住的大院门口 叶琳没有进去 第二天早上 李婷带着叶琪刚走 叶琳也从家里出来了 上午还是去得胜门 还是他前两天待的地方 把摊给织了起来 然后把要卖的东西放上去 小同志 这草鱼怎么卖的 刚把摊织好 就过来一名中年妇女 牌子上写的有 叶琳指了指牌子 我不认识字 草鱼一块二一条 那给我来一条 好嘞 中年妇女刚走 又过来一名年轻人 大概二十多岁 给做贼似的 来到叶琳摊位前 小声的问道 你这里要糖票吗 其实年轻人这个样子 才是这个年代 倒买倒卖应该有的样子 整个鸽子是 估计也找不到第二个 像叶琳这么招摇的人 当然 叶琳之所以这么招摇 就是因为她 还是个孩子 如果再过几年 你看她还这么招摇吗 估计比谁都小心谨慎 要啊 当然要 你有多少 在这个年代 糖可是好东西 不管是白糖还是红糖 那都是紧销物资 而且糖可没有定量 只有家里有病人 有孕妇的家庭 每个月才有那么一斤半斤的糖票 像叶琳他们家 从她记事到现在 还没有见过糖票是什么样的 也是因为这个 糖票也成了抢手货 比肉票都贵 一斤肉票 价值五毛钱 但是一斤糖票 那可是价值一块 五斤 五斤 叶琳吃了一斤 她倒不是被五斤给吓着了 而是被年轻人 能拿出五斤给吓着了 五斤糖票 说实话真的不多 但那要看 是什么人拿出来的 像年轻人这样的 怎么看 也不像是能拿出五斤糖票的人 要知道 糖在这个年代 可以归结到战略物资 年轻人点了点头 然后左右看了看 她越是这样 叶琳就越怀疑 不过这和她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就对年轻人说道 我给你九毛钱一斤 而且如果以后有了 你可以直接来找我 可以 年轻人把五斤糖票递给了叶琳 叶琳看了一眼 就把糖票给收了起来 然后拿出四块五毛钱给了年轻人 年轻人拿着钱 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看到年轻人匆忙忙的样子 叶琳知道 这个年轻人 估计不是某个单位的 就是某个机构的 而且是在后勤工作 如果把这个客户给拉着了 那么对叶琳来说 绝对是一件好事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两个中年人的对话 引起了叶琳的注意 两个中年人 一个是卖家 一个是买家 卖家一看 就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 你这猪肉怎么卖的 一块五一斤 叶琳听到这位憨厚朴实的农民大叔 把猪肉卖到一块五一斤 顿时对这位大叔的印象就变了 整个鸽子是 还没有谁把猪肉卖到一块五的 虽然在这里不需要肉票 但一块五还是太贵了 如果是全肥的还差不多 但看农民大叔那块猪肉 明显不是 就这肉你 也敢要一块五 你穷疯了吧 买肉的中年人 明显是生气了 我这可是野猪肉 农民大叔红着脸回了一句 也是因为这句话 引起了叶琳的兴趣 同时也明白 农民大叔 为什么要一块五一斤了 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那块肉是野猪肉的话 一块五还真不贵 野猪肉 你蒙谁呢 我说的是真的 被人当成骗子 估计对这位农民大叔伤害很大 解释道 昨天山上下来几头野猪 霍霍庄稼 我们村民兵和村民 一起把他们抓着了 两头大的 当时就死了 这不 每家就分了一块 这位农民大叔这么一说 叶琳就明白了 估计这位大叔家里 分了一块肉不舍的吃 这才拿到这里卖 没想到 被人当成了骗子 叶琳关心的不是这个 他关心的是 中年人说的 是从山上下来 几头野猪 两头大的死了 那么小的呢 小的是不是还活着 空间里的猪圈 一直在空着 叶琳一直想弄几头猪仔 可是这个年代 猪仔那可都是国有集体所有 就算是在农村也是一样 根本不会有人卖给你 也没有人敢卖给你 但是野猪仔就不一样了 这不属于国有集体财产 最多算是村有集体财产 村里完全可以自己决定怎么处理 刚好叶琳空间猪圈 要用来养猪 至于是养家猪 还是养野猪 对于叶琳来说都无所谓 当然 他更倾向于养野猪 这不光是野猪肉价格高 还有就是营养价值 叶琳这个时候 那还有心情做生意 把摊位收了起来 然后来到农民大叔面前 蹲下来把那块肉提起来 颠了一下 大概在三斤左右 大叔 这块肉我买了 给您钱 叶琳拿出五块钱 递给这位农民大叔 多了 多了 我给你找钱 大叔从兜里拿出一把零钱 最大的票子是一毛 剩下的都是五分 二分和一分 大叔 那不行 我那块肉是三斤 按一块五算 应该是四块五 要找你五毛钱 大叔 真的不用 这样吧 五毛钱我从你这里买一条消息 五毛钱对于这位大叔来说 可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但是对于叶琳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他从空间里随便拿出一点东西卖 就不止卖五毛钱 有什么想问的你就问吧 消息不值钱 大叔憨厚的笑着说 还是执意要找叶琳五毛钱 对于这位憨厚的大叔 叶琳真的是无语了 不过他没有纠缠这个 把大叔找到五毛钱接了过来 回头找个机会补偿一下不就行了 要不然会没完没了 看到叶琳把钱接了过去 大叔高兴的说道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第二十五章 老之书 这样吧大叔 您这也没事了 咱们到一边说去 嗯 可以 叶琳带着中年人来到自己摊位前 把肉放进箱子里 其实是放进空间里了 然后推着自行车和中年人走到鸽子室边缘 大叔 您刚才说 从山上下来几头野猪 两头大的死了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还有几头小野猪 没错 还有三头小野猪 大叔点了点头 听到果然还有小野猪 叶琳很兴奋 当然 这个兴奋没有表现在脸上 而是在心里兴奋了一下 连忙问道 那这三头小野猪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村里啊 那您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叶琳说完 担心大叔会误会 又连忙说道 是这样的大叔 我还没有见过野猪长什么样 所以 没问题 这有什么 我现在就带你去 嗯 大叔是走路过来的 不过这很正常 在这个年代 除了在市里 不管去什么地方 基本上都是走路 当然 如果离得比较远 可以去坐公交车 叶琳的自行车是同车 不能带人 大叔只能走路 再去大叔村子的路上 叶琳问道 大叔 你们村附近的山上 野猪很多吗 嗯 很多 不过很少下山 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从山上跑了下来 这样啊 也是 这个年代可不像后世 山里的野生动物 还是很多的 在后世 这些野生动物 基本上都被人给打了 有时候 一座山也找不到几只野生动物 大叔的村子 离鸽子是并不远 只有十几里地 大叔虽然是走路 可是走得很快 一个小时左右 就来到了大叔住的村子 刚进村 就听到一阵乱糟糟的声音 快堵住 别让它跑了 拦着点 走近一看 原来是村民 在抓一头黑色的小猪 小猪不大 最多十几斤的样子 大叔回过头 对叶琳说道 这就是一头小野猪 啊 这就是小野猪啊 野猪虽然凶猛 但总归 还是一头小猪 就算是在凶猛 最终也只有被抓的份 在小野猪被抓着以后 大叔问了一下村里人 才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这些小野猪 被抓着以后 村里就找了个地方 给关了起来 没想到这小野猪 性子比较野 竟然把圈给撞倒了 然后跑了出来 大叔 麻烦您 带我去见一下你们村长 村长 你说的是知书吧 对对对 知书 行 我带你过去 大叔带着叶琳没走几步 就来到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面前 回过头对叶琳说道 这就是我们村老知书 说完又对老人说道 知书 这位小同志找您 其实刚才老知书就看到了叶琳 因为叶琳骑的那辆铜车太眨眼了 之所以没有上去问 一是因为他是知书 二是不知道叶琳的身份 小家伙 你找我有什么事 老知书很和蔼 老爷爷 我听大叔说 你们村抓了几头小野猪 我就过来看看 哦 原来是来看小野猪啊 看吧 老知书指了指 一个石头雷起来的猪圈 刚才已经看到了 不过就看到一头 嗯 一共有三头 都在圈里 本来是想着鸡养大了 没想到这小野猪的性子这么凶 这就是野猪和家猪的区别 想想野猪在山里 那可是自由自在的 可以说 想去什么地方 就去什么地方 现在把他们养在圈里 来来回回就那么大点地方 当然让他们不习惯 看到了 确实兄 小家伙 你是城里人吧 嗯 是的 那你是怎么碰上大葵的 老知书指了指 带他过来的那位大叔 原来大叔的名字叫大葵 和一种调料的名字一样 不过在那个年代 取名字还真没有什么讲究 或许看到什么 就把孩子的名字给取了 叶琳并没有说是在鸽子是碰到的 大叔估计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把分给他们家的肉给卖了 所以他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城里离这里那么远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年代的人都很善良 也没有拐卖孩子的事情发生 也是 自己家孩子都养不活了 谁还去要别人家孩子 这不是放假了吗 没事就来郊区玩玩 那你跑这么远 你家里人知道吗 不知道 听到叶琳这么说 老知书摇了摇头 估计是因为叶琳是偷着跑出来的 也是 在老知书想来 城里的孩子都比较金贵 大人是不会让他们乱跑的 这只能说老知书并不了解城里 只有在城里生活的叶琳知道 城里的孩子 并不比农村的孩子金贵 现在这个年代 一家五六个孩子很正常 多的甚至有十来个的 吃不饱吃不好 并不是只有农村 城里也是一样 甚至有的还不如农村 在农村 如果没有吃的了 去地里挖点野菜 去山上摘点野果 或者去沟里抓几条鱼 可是在城里呢 没有吃的 那就没有吃的了 他们没有地方挖野菜 也没有地方摘野果 更没有地方去抓鱼 走吧 去我家 我让儿媳妇给你做点吃的 吃完 让人送你回去 等一下 叶琳拉了一下老知书的衣服 怎么了 老知书 我想问一下 这三头小野猪 你卖不卖 老知书愣了一下 问道 你是爱买小野猪的 你买小野猪干什么 听到老知书这么问 叶琳说道 我是爱买小野猪的 至于买小野猪干什么 这个我不能说 看叶琳躲躲闪闪的不想说 老知书又误会了 以为叶琳买小野猪是回去吃 他可是听说过 在城里那些有钱人家 喜欢吃烤乳猪 看叶琳穿的光鲜亮丽 又骑着一辆小自行车 老知书就把他当成了 城里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了 如果是早上 叶琳过来买 老知书绝对不会卖 因为他还想着把他们养大 可是从早上到现在 这三头小野猪已经跑了两次了 现在还小就这样 如果长大了呢 估计一个不注意 就跑进了山里 到时候 竹篮打水一场空 麦 你给多少钱 我给十块钱一头 十 十块钱一头 本来老知书还以为叶琳 会给个三块两块的 怎么也没有想到会给十块钱一头 像这种十几斤的小野猪 根本就没有什么肉 说句不好听的 去了内脏和骨头 最多也就几斤肉 而且因为太小 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肥肉 几斤不怎么好吃的嫩肉而已 叶琳竟然花十块钱买 对 十块钱一头 行 卖给你了 在这个年代 知书在村里 那可是一言九鼎 他一个人就可以代表全村的人 而且没有人会去反对 再说了 三头小野猪而已 一下子卖了三十块钱 那么按人头分的话 一个人也可以分上两毛钱 这个村并不大 只有二十多户人家 一百四五十口子人 三十块钱 平均一家可以分到一块多钱 在城里这一块多钱不算什么 但是在农村 这一块多钱可是不少了 在城里可以上班赚钱 在农村就只能种地 根本没有来钱的门路 唯一来钱的地方 那就是年底分粮食的时候分点钱 谢谢老知书 谢我干什么 要说谢也是我谢谢你 在确定老知书 真的把三头小野猪卖给自己以后 叶琳就跟着老知书来到他家 老知书的家在村长中间 正房是三间土坯房 西侧还有两间厢房 一间是厨房 一间是储藏室 老知书家有十来口人 老知书的老母亲爱人 儿子儿媳 还有四五个孙子孙女 可以说是一大家子人 老知书的四五个孙子孙女 年龄都和叶琳差不了多少 大的也就比叶琳大上两三岁 小的也就小个两三岁 还有和叶琳年龄差相同的 看到爷爷带着一个很好看的小孩进来 几个孩子在喊了一声爷爷以后 就看着叶琳 估计是想知道他是谁 这里城里来的叶琳 今天中午在咱们家吃饭 你们可不能欺负他 老知书对几个孙子孙女说着 知道了爷爷 然后老知书又给叶琳介绍了一下 他老母亲爱人 还有儿子 儿媳老知书的母亲 是一名慈祥的老人 看上去怎么着也有七八十岁了 说实话 这个年代 活这么大岁数 还真是不容易 在叶琳一一打过招呼以后 老知书对儿媳妇说道 去做饭吧 多炒个鸡蛋 好的父亲 老知书在儿媳妇去做饭以后 就对叶琳说道 吃完饭我让人送你回去 嗯 谢谢老知书 这段路不是很好 我那个箱子 装上三头小野猪 估计还真不行 听到叶琳这么说 老知书点了点头 叶琳那个箱子 空间没问题 装三头小野猪绰绰有余 不过就像叶琳说的那样 从村里到城里的路不好 装上三头小野猪 恐怕根本就带不动 第26章 不容易啊 在老知书家吃完饭以后 叶琳就准备和老知书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叶琳看到院子门口 放着一筐红薯 就停了下来 怎么了 看到叶琳停下来 老知书问 老知书 能不能给我几个红薯 我买也可以 买什么啊 不就是几个红薯吗 老知书摇了摇头 过去拿了几个大哥的红薯 说道 走吧 一会放马车上 老知书 以后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 就让人去城里找我 说完叶琳拿出笔 写了一个地址给老知书 写的当然是他家的地址 行 老知书也没有看 就给装到兜里了 估计他也没有当回事 出了院子以后 叶琳想了想 还有一件事没有办 就对老知书说道 那位叫大葵的大叔 住在什么地方 怎么 你找他有事 有点事 那行 我带你过去 不用 您先过去准备吧 我自己去就行 听到叶琳这么说 老知书点了点头 然后对着一群 正在玩耍的孩子喊道 狗蛋 你过来一下 一名小男孩跑了过来 擦了一下鼻涕说道 原来这个小男孩 是大叔家孩子 也是 如果不是的话 老知书也不会叫他 去我家 对 快去带路 哦 小男孩带着叶琳 往他家去 老知书也去准备去了 在知道小男孩 是那位大叔的儿子以后 叶琳就没有打算去了 所以走到半岛的时候 叶琳停了下来 装模作样的把箱子打开 从里面拿出一块肉 这块肉 就是那位大叔 卖给叶琳的 不过 这只是那块肉的一半 你家我就不去了 这块肉你拿回去吧 看到叶琳递过来一块肉 小女孩眼睛就亮了 不过还是摇了摇头说道 你给我们家肉干嘛 问那么多干什么 给你你就拿着 记住 要拿回家 叶琳把肉塞到小男孩手里 就骑上自行车 往猪圈那边去 村里没有自行车 但是有马车 叶琳过来的时候 老知书已经安排人 把马车准备好了 正在和几个年轻人 帮忙捆猪 就算这三头小猪是野猪 但还是小猪 几个年轻人加上老知书 三下五除二 就给捆好了 为了防止小猪乱咬 连嘴都给捆上了 把三头小野猪放到马车上 又把叶琳的小自行车 还有箱子也放了上去 老知书对叶琳说道 他会把你送到城里 老知书指着一名年轻人说 嗯 叶琳也从兜里 拿出三十块钱 递给老知书 这个钱在老知书家里的时候 叶琳就要给他 不过老知书没有要 并且让叶琳在大家面前给 那行 这个钱我就收下了 当叶琳上了马车以后 年轻人说道 你做好 咱们要出发了 出发吧 我已经做好 驾 年轻人摔了一下边 不管是前世 还是这一世 叶琳还出来 没有坐过马车 在前世看电视的时候 看到有人坐马车 叶琳还很羡慕 现在坐上了 叶琳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这马车坐着还真是不舒服 可以说 要多难受 就有多难受 马车可没有什么减震 颠不颠完全是看路 这个年代的路 而且还是农村的路 可想而知 就在叶琳感觉到 自己的屁股快颠巴半的时候 马车终于来到城边 离德胜门 还有几百米的地方 大哥 停下来吧 喻 年轻人把马车停下来 转过头问叶琳 怎么了 从这里往前的路都好了 你就把我放在这里就行 可是老之书 让我把你送到城里 不用 再说了 你不说谁知道 就送到这里吧 这年轻人想了想 还是点了点头说道 那好吧 那你小心一点 知道 年轻人帮叶琳 把自行车和箱子 先卸下来 叶琳过去 把箱子上的锁打开 对年轻人说道 你把小猪递给我 我给放到箱子里 嗯 年轻人递过来一个 叶琳就放进箱子里一个 其实是放进了空间里 把三头小猪都放进去以后 叶琳把箱子锁起来 站起来对年轻人说道 大哥 你回去吧 谢谢你 不用 年轻人赶着马车回去了 叶琳也骑着自行车离开了 他没有回家 反正小野猪 已经放进了空间里的猪圈里 现在回不回去都一样 所以 叶琳骑着自行车 就去了复城门 现在是 已经过了中午 他要去那边的鸽子室 如果是别人 昨天刚在复城门那边闹了事 今天是什么也不会去 可是叶琳不是别人 他是叶琳 所以他来了 今天复城门这边的人 比昨天少了很多 也是 这很正常 昨天这里刚被红袖标给碾了一次 今天没有人才正常 叶琳把摊位置好 就开始卖 小兄弟 昨天你没事吧 一名年轻人过来问 没事啊 能有什么事 也是 如果有事 你今天也不会过来了 昨天年轻人也在 不过没有被红袖标给抓着 但他可是在远处看到 叶琳是和那些红袖标一起走的 还以为叶琳也被红袖标给抓着了 当然 年轻人想的更多 本来各自市的人都认为 叶琳的身份不一般 昨天叶琳被红袖标给抓走了 今天又来到这里 那就更说明问题了 小同志 你这里收菜票吗 不好意思 菜票不收 是的 叶琳这里别的什么票都收 就是不收菜票 因为菜票根本就不值钱 菜票这玩意 你买五分钱一斤的西红柿 和你买一分钱二斤的大白菜 没有什么区别 买一斤就要用一斤菜票 这样的话 谁会去花钱买菜票 再说了 粮食什么都有定量 但是菜基本上没有定量 而且 每个人每个月的菜票有很多 可以说 90%以上的人都用不完 那肉票收吗 肉票收 一斤肉票四毛五 我这有二斤 在叶琳把钱付了 把肉票收起来以后 旁边的年轻人过来说道 可以啊 刚到就做了一笔生意 可以什么啊 就二斤肉票 如果在今天之前 收到肉票 叶琳首先想到的是留着 但是现在 在看到肉票 叶琳就当这是生意 因为她已经不需要肉票 给我来只鸡 好嘞 一块五 给你钱 叶琳把钱收了 从箱子里拿只鸡递过去 小同志 你这里有全国粮票吗 有 要多少 一百斤 这么多 嗯 没有吗 有 两毛五一斤 这一段时间 叶琳收到不是粮票 当然 别的票也收到不少 只不过没有粮票多而已 特别是全国粮票 叶琳收了差不多 有五百斤左右 可以 叶琳拿出一百斤全国粮票 对方给了二十五块钱 一斤全国粮票收的时候 是两毛二 卖两毛五 一斤赚三分钱 看着不多 但一百斤就是三块钱啊 老妈辛辛苦苦一个月 工资才四十二块五 平均一天的工资 还不到一块五 自己这轻轻松松 就赚了三块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所以 叶琳很知足 我要一条鲤鱼 一名中年妇女过来 指着摊位上的鲤鱼说 一块五 中年妇女把钱递给叶琳 叶琳收起来 给中年妇女 从下面箱子里拿出一条鲤鱼 小兄弟 发现没有 你这里的生意最好 嗯正常 叶琳点了点头 对于叶琳 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客气 年轻人很无奈 但是她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谁让人家叶琳卖的 都是紧俏货呢 鸡鸭鱼蛋和白面 一样不少 而这些 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紧俏货 不要说 这里只是鸽子市 就算是在供销社 这些也是供不应求 到下午五点左右 叶琳一共买了一百六十多块钱 昨天红锈镖来碾了一次 对这里还是有影响的 当然 这一百六十多块钱 不算各种票的买卖 这一百六十多块钱 是卖空间里的东西卖的钱 如果加上各种票的话 根本就要办法算 因为有卖出去的票 也有收到的票 一下午这样的事 发生了很多 看时间差不多了 叶琳就对旁边的年轻人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走了 行 你走吧 我再等一会 年轻人这一下午 也做了几单生意 不过都是小单 可就算是这样 一下午 年轻人最起码赚两块钱 这可比上班强太多了 怪不得他来干这个 不过赚是赚得多 但是干这个没有上班稳定 上班虽然赚得少 但是到月就发工资 干倒买倒卖就不一样了 这个有风险 万一被红锈镖给抓到 全部会没收 很可能几个月的辛苦就没了 而且还会把本钱给赔上 反正干什么都不容易 第二十七章 叶琳犯愁 叶琳今天回来的有点晚 当她来到放破烂的那个院子门口的时候 这里已经围满了人 看到这么多人 叶琳也愣了一下 因为他们家住的那个大杂院 根本没有这么多小孩 仔细一看 原来是附近几个院子里的孩子 估计是刘伟他们 这些家伙太招摇 然后被别的院子里的小孩知道了 就加入了进来 这对于叶琳来说无所谓 加入的人越多他越高兴 因为这些家伙可是帮他赚钱 人加入的越多 那么他赚的也就越多 走吧 进去 今天人有点多 咱们一个一个来 打开门以后 叶琳对大家说着 嗯 进去以后 叶琳让一个家伙 把编织袋里的东西倒出来 然后扒拉了几下 说道 张琪 三毛五 张琪和叶琳住在一个院 昨天这家伙就赚了两毛三 没想到今天更多 竟然赚了三毛多 也是 石荒也是个技术活 越熟练 拾的也就越多 估计过一段时间 这些家伙拾的会更多 叶琳把钱递给张琪 说道 把你的这些破烂放过去 行 听到自己三毛五 张琪很兴奋 三下五除二 就把他拾的那堆东西给分类了 在叶琳这里 自己拾的东西要自己分类 叶琳是不会干活的 这倒不是说他不会干 而是不想干 张琪把东西捡干净以后 就跑了出去 不用说 估计是去买东西去了 这些家伙 一个个都是狗窝里 放不住圣魔的家伙 手里不能有点钱 有点钱就花了 在这一点上 他们真的和叶琳差得远 叶琳花钱 虽然比他们厉害的多 但是叶琳花钱的时候 会计算着 什么该花 什么不该花 叶琳比谁都清楚 还有就是 叶琳能花也能挣 这些家伙呢 花一个少一个 来一个一个来 我就不一点名了 两毛七 三毛一 三毛三 用了二十来分钟的时间 叶琳把这些家伙 手里的破烂给收了 把钱付了 人多好干活 人少好吃磨 在叶琳把最后一个 家伙的破烂收完 其他人也都把自己的 破烂给分好了 等最后一个人 把破烂分好以后 叶琳对刘伟说 走吧 咱们回去 嗯 你今天不错 比昨天多了不少 叶琳一边锁门 一边说 刘伟昨天卖破烂 卖了两毛七 今天卖了四毛三 比昨天多了一毛六 对于大杂院里的 这些孩子来说 一毛六绝对是 一笔不少的数字 还行吧 今天跑得比较远 别院的那些家伙 是你们通知的 叶琳问 不是 是那些家伙 看到我们识慌 然后就问我们干嘛 我们不小心说漏了 刘伟说完 看了一眼叶琳 还以为叶琳生气了 看你 我只是问问而已 人多了不少更好吗 啊 二傻 你是说 可以让别人知道 可以啊 不过你告诉他们 不能让大人知道 明白了 我会告诉他们的 嗯 回去吧 两个人来到大院门口的时候 就看到一群孩子围在那 而且 这群孩子 就是刚刚在他那卖破烂的孩子 叶琳过去看了一眼 原来是叶琳 在出租连环化 现在好像还没有到吃饭时间 怎么就出来了 姐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 昨天叶琳让叶琳 出来出租连环化的时候 可是说了 让他吃完晚饭出来 现在不要说吃完晚饭了 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候 今天回来的早 我也没有什么事 就出来了 对了弟弟 一会帮姐送点饭出来 不送 叶琳翻了个白眼 弟弟乖 回头姐姐给你买糖吃 买糖吃 叶琳再次翻了一个白眼 还不知道谁给谁买糖吃 就叶琳出租连环化赚的这点钱 叶琳还真看不上 估计一个月赚的钱 还没有自己一下午赚的多 不吃 说完叶琳就进去了 回到后院 果然看到老妈正在做饭 叶琳跑过去抱着老妈说道 妈 做什么好吃的啊 黎染在叶琳脑袋上敲了一下说道 你个臭小子 我问你 今天一天你跑什么地方去了 啊 那个妈 对不起 玩都忘了时间了 等我看到时间不对的时候 就算是回来也晚了 所以就在外面随便吃了一点 怪不得老妈今天回来的比较早 原来是因为自己中午没有回来 老妈估计是担心 所以下午就回来的早了一些 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回家 你个臭小子 就算是回不来 你也给供销社那边打个电话 让他们告诉我一声 知道了妈 下次一定注意 如果回不来 就给供销社打电话 你个臭小子 你还真想有下次啊 叶琳的脑袋 又被黎染给敲了一下 叶琳揉了揉脑袋说道 不是您说的吗 我说什么了 没有没有 您什么都没说 哦对了 妈 我给您带了一些好东西 叶琳说完 把身上的包打开 从里面拿出两个纸包 递给黎染说道 妈 我给您买了二斤红糖 回头您泡水喝 听别人说 这个可以补身体 听到叶琳的话 看到叶琳手里的纸包 黎染的眼睛有点湿润 叶琳的举动 让她感觉到 这么多年 没有白疼这个儿子 还知道想着自己 儿子 谢谢你 放心吧 妈一点喝 嗯 喝完倒送我 我再给您买 这次黎染没有再问 叶琳买红糖的钱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更没有问糖票 从什么地方来的 她现在心里 满满的都是幸福 儿子知道心疼自己了 这比什么都重要 嗯 黎染点了点头 对了妈 这里还有一块肉 您看看做点什么 晚上咱们给吃了 叶琳买了那位大叔 三斤肉 在回来之前 叶琳给了那位 大叔儿子一半 现在这里还有一半 虽然只有一半 可那也是一斤多啊 叶琳家里就三口人 足够吃了 你怎么又买肉了 妈 这可不是一般的猪肉 这是野猪肉 什么 野猪肉 嗯 那行 晚上做红烧肉 你不是最爱吃吗 谢谢妈 行了 去玩去吧 别耽误我做饭 哦 叶琳回到房间里 把门关上 然后就进了空间 三头小野猪 已经被放进了猪圈里 在猪圈上也显示了数字 是二十分之三 也就是说 猪圈可以养二十头猪 这对叶琳来说 绝对是一件好事 二十头猪 那可不是六十只鸡 四十只鸭可以比的 再多几倍 也没办法比 这么说吧 六十只鸡 按一块五一只 也不过才九十块钱 四十只鸭呢 两块钱一只 也不过八十块钱 可是一头猪多少钱 多了不说 就按两百斤计算 除去那些猪下水 还有骨头什么的 最起码也有一百斤肉吧 不说一块五一斤了 就按一块钱一斤 那也是一百块 这只是一头猪 二十头呢 那可是两千块钱 怎么可能是这些 鸡鸭可以比的 就这还不算那些猪下水 和猪头猪蹄什么的 如果都算上 估计更多 所以叶琳怎么可能不兴奋 不过兴奋归兴奋 叶琳也有点犯愁 二十头猪 要吃多少粮食啊 自己种的那些麦子 估计都给他们吃都不够 等等 红薯 中午 叶琳在老知书家里 拿了两个红薯 本来是想种点红薯的 因为红薯的产量比较高 现在已经是59年的下半年 三年困难时期 就要波及到城里 所以叶琳才想种点红薯 当时没想过都种红薯 但是现在 叶琳改变主意了 准备全部种上红薯 先不说用红薯来养猪 红薯秧同样可以给猪吃 想到就做 叶琳在菜地这边 弄出来一小块地 用来培育红薯秧 等晚上把麦子收了以后 就可以直接种红薯了 现在到叶琳十二点 还有六个小时 现实中六个小时 在空间里就是六天 红薯秧绝对可以培育出来 先种上一小块 等红薯秧多了 把整个种麦子的气氛地 都给种上红薯 把红薯培育好以后 叶琳就从空间里出来了 老妈还没有把饭做好 叶琳只能磕着瓜子等 说实话 中午在老知书家里 叶琳没有吃饱 这倒不是叶琳不吃 而是没办法吃 十来口子人 再加上他 就是十一个人 一共就三个菜 一个鸡蛋 一个炒青菜 还有一个是木耳炒肉 估计是昨天分的肉 可是肉烧得可怜 鸡蛋也不多 让叶琳怎么吃 特别是看到老知书家 几个孙子孙女那个瓶 叶琳就更不好意思吃了 所以就随便垫了几口 这一下午的时间 叶琳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当然 他也可以在外面买点吃 但是没有时间啊 他现在一天那个忙啊 一把瓜子刚磕完 就听到黎染在外面喊道 儿子 去叫你姐回来吃饭 第二十八章 告一段落 妈 我姐不吃了 叶琳一边往外走 一边对黎染说着 臭小子 你姐什么时候说不吃了 不是 是我说错了 我姐不回来吃了 让我给她送过去 叶琳没有说错 她是故意那么说的 当然 也是开玩笑 她才不舍得姐姐饿着 开玩笑归开玩笑 但是如果 就一个馒头 她也会给姐姐吃 不行 不能送 为什么 叶琳有点不明白 你看看咱们家做的什么 这些东西 能在外面吃吗 呃 黎染的话 让叶琳闻了一下 是啊 自己家今天做红烧肉 而且是大块的红烧肉 拿到外面吃 那不是开玩笑吗 让人看到 还不知道怎么说呢 还好他们家住在后院 而且后院就他们一家 要不然就这一段时间 他们家的生活 不知道会被别人传成什么样 叶琳前世 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 这一事还比较小 但是黎染明白 我明白了吗 这样吗 我去叫姐 让姐先回来吃 等姐吃完我再回来吃 叶琳在外面出租连环化这件事 黎染已经知道 而且并没有反对 但同时也是给那些孩子 带去娱乐和知识 不要因为连环化就是娱乐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知识的 而且那些知识在课堂上 是学不到的 里面的智慧 只能自己去体会 不用了 你先吃吧 吃完了再去叫她 哦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饿了 还是着急去叫姐姐吃饭 叶琳吃了很快 一顿饭也就用了五六分钟 就吃完了 吃完饭把嘴擦了一下 然后就往外面跑 你慢点 看到叶琳这急忙慌的 黎染在后面喊了一声 知道了 来到大院门口 叶琳过去拍了拍叶琳的肩膀说道 你回去吧 我帮你看一会 行 吃饭了吗 我和妈吃完了 就说你没吃了 啊 吃饭也不叫我 叫你干嘛 你不在那些好吃的 就我一个人吃 听到叶琳这么说 叶琳在她胳膊上拍了一下说 坏弟弟 行了 交给你了 我回去吃饭 二傻 我换一本 叶琳刚坐下 就有人看完了 然后过来换 可以 一分钱 给 还别说 这种感觉还不错 想当初叶琳买了这么多连环化 不就是想着有一天这样做吗 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 她现在已经有了别的来钱门道 这样也好 给姐姐找个事情做 现在放假还好 她要去学钢琴 如果是星期天的话 没有个事情做 那她还不跟着自己啊 叶琳吃饭也很快 十几分钟就回来了 拍了拍叶琳的肩膀 说道 行了 交给我吧 嗯 怎么样 收了七分钱 姐 今天怎么样 还行 比昨天人多 明天人更多 叶琳接了一句 为什么 听到姐姐这么问 叶琳说道 今天比昨天人多吧 那么明天一定比今天人多 也对 今天比昨天知道的人多 那么明天也一定比今天知道的人多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不过也只有叶琳自己知道怎么回事 如果没有钱 人知道的再多也没用 今天之所以比昨天人多 那是因为 今天到她那里卖破烂的人多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二十多天就过去了 这天早上吃饭的时候 李冉说道 今天学校有事 我就不去送你们了 你们两个自己去把学费交了 把书领回来 哦 好的 这个年代 小学也是要交学费的 不交学费的 只有一种情况 按照帝都市市政府规定 人均月收入低于五块钱的家庭 可以不交学费 叶琳家只有三口人 而李冉一个月有四十二块五的收入 远远超过月人均五块钱 如果叶琦叶琳想不交学费 除非他们家有九口人 不过学费也不高 一个人一个学期才两块五 估计只有那些家庭真正困难的人 大部分家庭还是能拿得出来 叶琦 拿来吧 李冉对叶琦伸出手 什么 你这个月租连环花收了不少钱吧 把那个钱拿出来吧 听到老妈这么说 叶琦苦着脸说道 老妈 不带这样的 那可是我一分一分赚的 就这一次 以后你再租连环花 我就不收了 真的 真的 那行 我去给您拿 叶琦站起来 就进了卧室 很快又从卧室里出来 把十张大团结 拍到李冉面前说道 给您 您可说了 以后不会收了 李冉没有接他这话 而是看着那十张大团结说道 这么多 李冉也没有想到 只是租个连环花而已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叶琦竟然赚了一百块钱 这可是 比他两个月的工资还多 其实李冉不知道的是 叶琦并没有都拿出来 叶琦手里最起码还有十几块钱 这很正常 不管怎么说 叶琦也是忙活了一个来月 自己不放起来一点 他心里也不舒服 叶琦之所以能赚这么多 还是因为叶琳的那些连环花 叶琳当初一共买了 两百多本连环花 而且 还是最经典的连环花 基本上每个孩子都喜欢的那种 再加上这一段时间 越来越多的孩子 加入到十荒大军 这些孩子有了钱以后 马上就去叶琦那看连环花 两百多本连环花 看一本一分钱 如果全部看一遍的话 就需要两块多钱 而看连环花的人呢 从最开始的十几个人到最后一百多个人 还好开学了 要不然等着一百多个人全部看一遍 那么叶琦最起码赚三百来块钱 多吗 如果不是要开学了 我赚的更多 行了 你现在这个年龄 上学才是最重要的 赚不赚钱不重要 哦 黎然把钱收起来 然后又拿出两块五毛钱 递给叶琦说道 这是你的学费 说完以后 又转过头看着叶琳说道 你的学费你自己出 啊 不是爸妈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小子有钱 所以你的学费你自己出 黎然虽然每天早出晚归的 但是他并不傻 最近一段时间 大院里的孩子出现那么大变化 别人不知道 他还能不知道 估计都是因为自己这个儿子 哎 命苦啊 每天忙于家里的生计 没想到上学连学费都不给 叶琳装模作样的说着 不过他说的也没错 这一个多月 叶琳确实没少往家里拿东西 一天一顿肉 而且是随便吃的那种 三天一顿小龙虾 二天一顿清蒸大虾 拿回来的面粉 够全家人吃三个月的 行了 别装可怜了 没人会可怜你 对了 今天从学校回来 拿着两本去把两本上的白面给买了 你自己拿钱 妈 买面干嘛 咱们家面够吃的 而且我拿回来的白面 可是比供销社买的好很多 空间出品 当然比外面用摩摩的那些面好很多 叶琳可是用分离法弄出来的面粉 绝对不会有什么杂质 但是用摩摩出来的 就不一定了 就算是没有别的杂质 也有麦皮在里面 只是看不见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 叶琳拿回来的面 做馒头那么白的原因 买回来给刘奶奶送过去 啊 明白了 我回来就去买 李冉说的刘奶奶 是大杂院里年龄最大 辈分最长的一位老人 大杂院里住的人 大部分都叫她刘奶奶 叶琳这么叫 李冉这么叫 就连比李冉年龄大很多的人 也是这么叫 至于刘奶奶的辈分 没有人去考究了 反正叫刘奶奶没有错 刘奶奶是一位孤寡老人 也是无保护 大杂院里唯一的一位无保护 李冉之所以对这位刘奶奶那么好 那是因为 当初李冉刚帮过来的时候 刘奶奶帮了她不少忙 李冉是一名老师 带着两个还在吃奶的孩子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上课 可是不上班吃什么 这不 这位刘奶奶就主动请英 帮李冉看着叶琪和叶琳 李冉这才一身轻松的去上课 因为刘奶奶辈分比较高 大杂院的人都让着她 所以从小叶琪叶琳 也没有被别的孩子欺负过 吃完饭以后 李冉先离开了 因为她是老师 去得要早一点 而叶琪和叶琳只是去叫学费 然后把新书领回来 根本不需要去那么早 姐 走吧 早点去早回来 嗯 那走吧 两个人上学的地方 和李冉不是一个学校 李冉是初中老师 而叶琪和叶琳是小学 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学校 但是不在一个地方 两个人刚来到大杂院外面 叶琳就被刘伟给拉到了一边 问道 二傻 以后还收废品吗 收啊 干嘛不收 那就好 没事了 我先走了 嗯去吧 那行 那晚上我去找你 到时候咱们再说 可以 对了 你也可以和别人说一下 知道了 第二十九章 打的就是你 虽然说要开学了 但是这和收不收废品 没有一点关系 上学的时间不能去拾荒 但是星期天可以啊 虽然不能和放假的时候 是的天天干 可也能有点收入不适 叶琳去上学的路上 要经过李霆家所住的大院 刚走到这的时候 叶琳就看到了 李霆在大院门口站着 你怎么才来 还没有等叶琳说什么呢 李霆上来就问 啊 你不会是在这里等我吧 对啊 要不然 我早就到学校了 李霆撅着嘴说 看样子好像很委屈 也是 不管怎么说 她也只是一个孩子 而且是一个比较 争强好胜的孩子 这样的孩子 处处都要争先 对于叶琳来说 可能没有什么 但是对于她来说 比别人晚到学校就是不行 如果不是为了等叶琳 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 对不起啊 你提前也没有告诉我 没关系 看到叶琳给她道歉 所有的委屈 顿时烟消云散 因为叶琳的道歉 比晚去学校 更让她高兴 这样吧 下次如果你要等我 就提前告诉我 我来早一点 嗯 琪姐姐 李霆又连忙给叶琳打招呼 那个李霆 你能不能别叫我琪姐姐 为什么 其实我也没有比你大多少 叫我名字就行 要不然让别人听到 还以为我比你大多少似的 旁边的叶琳 听到叶琳这么说 也是愣了一下 她没有想到 这个年代的女孩子 就已经注意年龄这个问题了 而且还是一个小女孩 可是 叶琳叫你姐姐啊 那我不是也应该叫你姐姐吗 叶琳是叶琳 你是你 你就叫我名字吧 那好吧 李霆点了点头 答应了叶琳 看到两个人商量好了 叶琳说道 走吧 去学校把学费赶紧交了 然后领新书 领完新书就可以回来了 嗯 啊 就在三个人准备往前走的时候 走在叶琳后面的李霆 忽然叫了一声 叶琳回头看了一眼 就看到李霆眼睛红红的 盯着一个男孩喊道 刘哲 你干什么 怎么了 叶琳问了一句 她 她拽我头发 李霆指着那个叫刘哲的男孩说着 这个叫刘哲的男孩叶琳不认识 不过看穿着打扮 应该是他们学校的学生 不过叶琳才 不管这些 上去抓着刘哲的衣领 直接一拳打了过去 这一拳直接封在刘哲的眼睛上 前世叶琳很少打架 甚至说没有打过架 但是对于打架这种事 在网上看过很多 知道打架都有什么技巧 鼻子是人面部最脆弱的地方 一拳下去 最起码也是鼻血狂流 但是并不是最佳打击位置 最佳打击位置是眼睛 一拳下去 对方就会眼貌惊心 眼前一片黑暗 什么也看不见 就像现在这样 刘哲被叶琳给打了一拳 站在那动也不动 叶琳知道 这个时候 估计刘哲正在眼貌惊心 眼前一片黑暗 叶琳并没有停手 在打完这一拳以后 两只手抓着刘哲肩膀上的衣服 使劲往下一拉 一膝盖顶在刘哲的肚子上 把刘哲顶得给个煮熟的虾米似的 然后膝盖又往上一顶 刚好顶在刘哲的脸上 这一连的打击 等叶琳松开手的时候 刘哲已经倒在地上 叶琳拍了拍手 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但是在叶琪和李婷眼里 叶琳真的是太厉害了 要知道 刘哲可是比叶琳还高一点 虽然说高的不多 而且吃的也比叶琳壮一点 没有想到 连手都没有还 就被叶琳给打倒在地 傻 傻子 你 你竟然敢打我 半天刘哲恢复了过来 躺在地上指着叶琳说 叶琳不认识刘哲 不代表刘哲不认识他 一个学校里 什么样的人最有名 第一 学习好又长得好看的人 男女都一样 第二 学习好的人 第三 长得好看的人 第四 就像叶琳这样的 学习差 还爱打架 而且有点傻不拉几的人 麻蛋 没收拾好你是吧 叶琳走了过去 直接骑在刘哲身上 给了刘哲一个大嘴巴子 俗话说 打人不打脸 但叶琳偏偏就打她的脸 反正在学校里 没有人当她是正常人 既然这样 她怎么能丢了 这个傻不拉几的名声 你敢打我 你给我等着 啪 叶琳又是一巴掌甩过去 说道 我等着 你 啪 你 啪 只要刘哲说话 叶琳就是一巴掌过去 最后刘哲一个字 也不敢说了 可是叶琳 还是一巴掌一巴掌的 甩了过去 我 我没有说话 你干嘛还打我 我想打 要你管 听到叶琳这么说 刘哲气得想吐血 可是她有点办法 也没有 说实话 她被叶琳打怕了 之前就听别人说 叶琳打架厉害 而且还不讲理 今天她算是领教过了 不光是刘哲 就连叶琳也看不下去了 过来拉着叶琳说道 弟弟 别打了 你忘了 咱们还要去学校吗 哦 叶琳这才慢吞吞的 从刘哲身上起来 再看这个时候的刘哲 熊猫眼 两边的脸肿的 给发面馒头似的 眼泪在眼眶里转悠 不知道是委屈的还是疼的 估计是疼的吧 前世叶琳没有亲人 就算是上大学的时候 她也比别人小几岁 所以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根本没有需要她保护的人 但是这一世不一样 她有母亲 有姐姐 有朋友 这些都是她要保护的人 这个刘哲 好死不活的 刚好撞到枪口上 叶琳不收拾 她还等什么 这家伙你认识吗 叶琳起来以后 问李婷 她是我们班的 听到李婷是这个刘哲 和她是一个班的 叶琳点了点头说道 怪不得呢 不过就算是一个班的 也不能去拽女孩子的头发吧 李婷的头发 和别的女孩不一样 在这个年代 女孩子基本上 都是扎两个辫子 不管头发多 还是头发少都一样 就像叶琳 就是扎了两条辫子 但李婷不是 她没有扎辫子 而是扎了一个马尾锤在脑后 估计 这也是刘哲 拽她头发的原因 小子 以后不要任我看见你 见你一次 我打一次 叶琳放了一句狠话 然后就和姐姐 还有李婷走了 今天可是去学校报到 交费和领新书的日子 学校离叶琳家 也就五百来米 也就是一里地左右 走到李婷家所住的大院 也就走了一半了 所以 三个人很快来到学校 咱们先去叫学费吧 来到学校以后 叶琪说 嗯 对了李婷 你爸妈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 我爸妈今天要上班 所以只能我自己来了 看来都一样 叶琪说的这个都一样 是李婷和她一样 并不是说别人 因为大部分都是大人带着过来 也是 让孩子拿那么多钱 很多大人会不放心 三个人一起来到收费办公室 这里已经围了很多人 叶琪拉着叶琳和李婷说道 咱们在这排队吧 排什么队啊 你们在这里等着 叶琳说完就往里面挤 人太多 不要说办公室里面 就连外面也是为的水泄不通 不过叶琳可不管这些 她就往里面挤 实在挤不动了 她就往上面爬 反正这里很多都是大人 看到一个小孩往他们身上爬 大部分都让一下 只有小部分不让 那么没办法 叶琳只能从他们身上爬过去 很快叶琳就进了办公室 其实在叶琳刚进办公室的时候 就有老师看到了她 不过叶琳在学校太出名了 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声 要不然 这些老师也不会装作没看见 好不容易挤到前面 刚好一名学生家长要去交费 叶琳啪的一声 把一张大团结 也就是十块钱拍到桌子上 说道我来交学费 叶琳 你干什么 你不会等这位家长交完再交啊 旁边站着的一名老师 对叶琳说着 她没有说让叶琳出去排队 因为叶琳不管干什么 出来不排队 学校里定的那些规矩 在叶琳这里什么都不是 用叶琳的话来说 规矩不就是让人来打破的吗 为什么 叶琳看着这名老师问 看到叶琳那一脸不服气的问 这位老师估计是怕叶琳在这里闹事吧 就说道 因为人家已经先把钱交了 所以等人家办完你再办 哦 那好吧 你们办快一点 别磨磨叽叽的 听到叶琳这么说 不管是那些收费的老师 还是那些在旁边维持秩序的老师 一个个都露出无奈的苦笑 这叶琳 可以说是全校最让老师头疼的人 但是碍于李染的面子 又不能把她开除 那些学生家长 可没有像叶琳这样 他们对老师还是很尊敬的 看到那些老师 都没有管叶琳插队的事 他们也就什么也没说 只不过 前面多了一个人而已 就算是耽误 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第30章 小女孩宅颖 那名学生家长 很快就把学费交完了 在这位家长离开以后 收学费的老师看了一眼 叶琳问道 你和你姐姐的 对 另外还有一班李婷的 前门小学每个年级有六个班 一般都是学习比较好的 比如李婷和叶琪这样的 而叶琳是在六班 也是最差的一个班 反正班级排名越靠前 学习成绩越好 一般李婷是吧 嗯 行 三个人七块五 找你两块五 交费其实很简单 记个名字 然后开张票 证明已经交过钱 然后去教室领新书 今天就算结束了 明天还可以休息一天 9月1号正式开学 叶琳又好不容易挤出来 找到叶琪和李婷 然后就走了过去 弟弟 办完了 嗯 给你们票 去领新书吧 三个人不是一个班 所以到了这里只能分开了 不过在分开之前 已经约好 一会在学校门口会合 叶琳 这个钱给你 李婷拿出两块五毛钱 递给叶琳 不用了 你拿着吧 那不行 这个钱必须要给你 两块钱对于李婷家来说 不是很多 但也不少 李婷家虽然父母都赚钱 而且赚的还不少 但是赚的多花的也多 普通家庭 生活的苦一点 日子也就过去了 李婷家收入高 生活当然也好 可是在这个年代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每个月的定量就那么多 如果想吃的好一点 穿的好一点 那么就只能在外面买 买就要花钱 而且还是一笔不少的钱 比如在外面买一斤肉 如果没有肉票的话 就要一块钱 就算是买肉票 再加上买肉 一斤也要九毛五 这么说吧 一个星期吃上两次肉 这一个月就七八块钱没了 而且还不止这一笔开支 比如粮食 油 菜 不等等 这些都需要花钱 李婷的父母 虽然两个人工作赚钱 可是一个月下来 也存不了多少钱 所以这两块五毛钱 就算是在李婷家 也不能算是一笔小数目 那行 给我姐吧 回头你们买零食 看到李婷那么坚决 叶玲只能答应 不过还是没有要这个钱 而是给了姐姐 这样的话 回头姐姐买零食 还是他们两个吃 叶琪 给你 李婷又把钱递给叶琪 干嘛要给我啊 我有钱 拿着吧 回去去买点零食 你们两个吃 听到叶玲这么说 叶琪点了点头说道 那好吧 上学这个词 对于叶玲来说 一点也不陌生 前世的时候 她可是一直在上学 可以说 在来到这个年代之前 叶琪除了上学 就没有别的了 叶琪 你是来领新书吗 刚来到班里 班主任就看到了她 说实话 这位班主任 对叶琪很不感冒 每次考试都是灵淡 如果能让班主任 喜欢了 那就怪了 班里除了叶琪 就算是最差的学生 每次考试 一门也能考个三四十分吧 还好的是 李婷来找过校长 让叶琪跟班走 而且她的成绩 不计在班级成绩里 要不然 就算是最差的一个班 班主任也不可能要她 对啊 怎么了 叶琪斜着眼 看班主任 班主任不喜欢叶琪 叶琪 叶琪同样不喜欢 这位班主任 叶琪就不明白了 自己又没有 把他们家孩子扔水里 她干嘛要处处 针对自己 别的老师上课的时候 叶琪就算是睡觉 他们也不管 只要叶琪不影响别人 但是这位班主任不行 每次上课的时候 叶琪睡觉 她都会过去 把叶琪叫起来 把票拿来我看看 叶琪把票递过去 班主任看了一眼 就把新书给了叶琪 现在这个年代 书比较少 就算是五年级也是一样 只有语文 数学和思想品德 老师 我可以走了吧 走吧 走吧 别忘了后天来上课 知道了 叶琪的声音 从教室外面飘进来 听到这个声音 班主任摇了摇头 嘀咕了一句 烂泥扶不上墙 叶琪从学校出来的时候 李廷和叶琪 已经在学校门口等着她 比她还先出来 看来他们两个 是一点时间也没有耽误 要不然 不可能比叶琳先出来 走吧 嗯 就在三个人 准备回去的时候 叶琪看到一个小女孩 踢着一个篮子 看到从学校出来 一个女学生 就上去问着什么 最后失望走到一边 女孩年龄不大 应该和他们差不多大 穿着一件 全是补丁的花挂子 脸上全是尘土 看不清长得什么样子 她这是干什么 叶琪问叶琪和李廷 好像是换旧说 换旧说 嗯 她刚才问我了 李廷看了一眼女孩 对叶琳说着 走 过去看看 三个人来到女孩面前 叶琳上去问道 你要换旧书 叶琳说完 看了一眼女孩 篮子里的东西 是一些晒干的蘑菇和木耳 而且还不少 嗯 女孩切切地点了点头 你要换什么就说 小学的课本 几年级的都行 女孩看了一眼叶琳 又看了一眼李廷和叶琪 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一点 估计是因为 李廷和叶琪是女孩子 感觉到安全一点吧 那你跟着我们走吧 我家里有课本 不过我想知道 你要课本干什么 叶琳说的没错 她家里确实有课本 从一年级到现在的课本 叶琳都在留着 而且给新的一模一样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打开过 叶琳不像别的孩子 一放假 就把课本撕了叠四脚板 或者当废品给卖了 叶琳不会 就算是她不看 对于课本 叶琳还是很爱惜 我 我想学 哦 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上学 我 行了 不想说就算了 走吧 跟我回去拿课本 女孩叫翟颖 住在离帝都二十多公里外的 昌平县南口公社 淹魔玉村 因为家里穷尚不起学 还好村里有一位老学鳩 没事的时候 翟颖就跟着老学鳩写认字 字倒是认得不少 但是翟颖的基础太差了 因为她根本没有上过学 这不 老学鳩就让她找一些小学的课本 为了找这些小学的课本 翟颖去了很多地方 基本上把南口公社的学校 都找了一遍 可是那些学生也是一样 基本上一放假 就把书个撕了叠四脚板 要么就是当废品给卖了 最后老学鳩给翟颖出了一个主意 让她来城里试试 城里学校多 学生也多 刚好今天村里 有一辆马车进城办事 她就跟着过来了 听到叶玲让她跟着回去拿课本 翟颖有点犹豫 看到这 叶琪走过去说道 走吧 如果说这个学校里的学生 谁还有就课本的话 估计就我弟弟了 别人根本没有 所以你也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嗯 在知道叶玲是叶琪的弟弟以后 翟颖的松动了 女孩和男孩就是不一样 如果今天叶琪和李婷不在 估计说什么 翟颖也不会跟叶玲走 几个人刚离开学校有一百来米 就被人给堵住了 堵住他们的不是别人 就是来学校之前 被叶玲收拾的刘哲 当然不是他一个人 如果就他一个人的话 他也不敢 堵住他们路的 有六个人 这六个人 但是十来岁的孩子 最大的那个 也不会超过十二岁 傻子 我看你今天怎么跑 刘哲被叶玲给打成了熊猫眼 两边的脸又肿得给发面馒头似的 这一发狠 看上去特别的猙獰 当然 这是在别人眼里 在叶玲眼里 看上去还挺有成就感的 你们先走 我拦着他们 叶玲回头 对三个女孩说 啊 不行 我们 李婷想说什么 被叶琪给拉着了 说道 咱们先走吧 咱们留在这里 只能给叶玲添乱 放心吧 我弟弟没事 可是 没什么可是 快走 叶琪对叶玲很相信 因为这种事经常会发生 每次叶玲虽然也会受伤 但是别人永远会伤得更重 所以说 叶琪已经习惯了 看到叶琪他们要走 留着喊道 拦着他们 不要让他们跑了 就在他们刚想过去拦着叶琪他们的时候 叶玲往前走了一步说道 我看你们谁敢拦 可能是碍于叶玲的凶名吧 这些家伙 竟然被叶玲给吓着了 等他们反应过来 他们人多的时候 叶琪他们已经跑远了 感觉到差不多了 叶玲也撒开腿跑 不过 他没有往三个女孩那边跑 而是往反方向跑 他要把这几个家伙引开 然后找机会收拾 刘哲犹豫了一下 还是指着叶玲喊道 给我追 谁先追上奖励五毛钱 刘哲被叶玲打了以后 越想越不是滋味 他也想过回家告状 可是想了想不行 叶玲为什么打他 那是因为他拽了李婷的头发 如果让家里知道他拽女孩子的头发 估计会先修理他一顿 可就这样放过叶玲 他心里也不平衡 第31章 叶玲凶猛 想来想去 他想到了找人收拾叶玲 可是谁会去帮他收拾叶玲 不怕叶玲报复吗 这不刚好他手里有两块五毛钱 是准备交学费的钱 他已经想好了 用这两块五毛钱再找人 先把叶玲收拾一顿再说 至于学费 回家可以给父母说丢了 让父母再给 可以说他现在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叶玲这家伙可是一个重生人士 当然知道不管干什么 都要有一个好身体 所以从小就开始进行锻炼 一对一 这些家伙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既然身体好 那跑得也当然快 这些家伙想追上他 根本不可能 很快叶玲就把这些家伙 带进学校西边的一个小树林 本来他想借着这个小树林脱身 但是进来以后 叶玲改变了主意 想他叶玲是什么人 一个从来不吃亏的主 今天被别人追得给个狗似的 这口气他能咽下 当然不能 还有就是那几个帮忙的家伙 竟然敢帮刘哲对付他 如果不给他们点利害看看 那以后传出去 特别是传到学校 还不有人争相效仿啊 所以叶玲绝对不能让这样是事情发生 他可不想天天处理这些破事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怎么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些小屁孩身上 叶玲一边跑 一边在地上悬摸 很快就找到一块半截砖 叶玲跑过去 把半截砖拿起来 然后就停下来 等着刘哲他们过来 跑啊 你怎么不跑了 刘哲他们 很快就追了上来 把叶玲给位在中间 难道这家伙是傻子吗 没看到是自己停下来在等他们 叶玲摇了摇头 上 打完美人一包逃苏 听到刘哲这话 叶玲闻了一下 原来这家伙是收买的这些人 他还以为这几个家伙 是和刘哲关系比较好 被他叫过来帮忙 如果这几个家伙和刘哲是朋友 叶玲可能还要小心一点 但如果只是被收买的 那么叶玲就没有必要那么小心了 因为这种关系太不牢靠 本来他打算收拾一个 让这些人知道他的厉害 然后就跑 但是知道他们是这个关系以后 叶玲改变了主意 他要多收拾两个 然后再跑 没办法 他们人太多 如果是一个两个 叶玲还能对付 可是对方有六个人 就算是他们的关系不牢靠 那也不是他可以对付的 就在几个家伙准备对他动手的时候 叶玲一个剑步 来到一个家伙面前 抱着这家伙的脖子 半截砖就拍了过去 当然是拍在脑袋上 而这个时候 几个人已经动手了 一拳一脚地踢打在叶玲身上 可是叶玲就好像没有感觉似的 又是一板砖拍了上去 这连续两下 不要说是个孩子 就算是个大人 也受不了吧 被叶玲拍了两板砖的家伙 白眼一翻 晕了过去 叶玲把这家伙松开 随手往后面一抓 抓着了一个正在 往他身上招呼拳头的家伙 叶玲就是这样 能打过的时候 他是绝对不会挨一下打的 但是如果打不过的时候 他会抓着一个往死离者 根本不管别的人往他身上招呼 就像现在这样 被他抓着的这个家伙 想正开听到手 可是被叶玲紧紧地抱着脖子 另外一只手把板砖举起来 自己拍在这家伙脑袋上 而这个时候 叶玲已经又挨了身后的人 两脚三拳 可是他好像没有感觉似的 又举起板砖拍了下去 一下一下又一下 因为两个人离得比较近 根本用不上力 拍了好几下都不是很重 但这已经吓坏了对方 特别是被他抱着脖子 用板砖拍的家伙 这个时候哭得嗷嗷叫 当叶玲把这家伙松开 准备再抓一个的时候 身后已经没人了 原来刚才在他背后 打他的那几个家伙 看到叶玲这么凶狠 都吓得离他远远的 看到这个情况 叶玲里指着一个家伙笑着说道 过来 让我拍几下 拍几下就放了你 叶玲不说话还好 他这一说 几个家伙吓得掉头就跑 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 最起码比刚才追他的时候 跑得快 看到几个家伙跑了 叶玲摇了摇头 准备去收拾刘哲 可是当他转过头找刘哲的时候 发现这家伙也跑了 叶玲骂道 麻蛋 猫熊 而这个时候 现场就剩下三个人了 叶玲 还有两个被叶玲用板砖拍过的 蹲在地上哭的家伙说道 把他弄走 以后在学校躲着我走 要不然 让我看到你一次打你一次 叶玲把板砖扔到地上 然后往小树林外面走 刚走了几步 叶玲感觉到浑身都疼 刚才虽然把几个家伙给吓着了 但是他也没少挨打 还好那些家伙没有用板砖 要不然 现在倒在地上的 就是自己了 叶玲叹了一口气 还是因为自己太小 虽然说身体素质比他们好 但是力量毕竟有限 如果自己是二十岁左右 估计就算是对方有六个人 自己也不会吃这么大亏 叶玲挨得只是拳打脚踢 也就刚开始疼一会 等他回到大杂院的时候 已经感觉没有那么疼了 看到叶玲回来 李廷连忙过来 问道 叶玲你没事吧 你看我像是有事吗 他们几个就这样放过你了 让李廷不明白的是 刘哲他们怎么就放过叶玲了 要知道 叶玲早上可是把他打得很惨 他们跑不过我 啊 原来是这样 那你小心一点 这次你跑了 下次他会找你麻烦 没事 我最不怕的就是麻烦 知道弟弟没事 叶七也就放心了 然后走到叶玲身边 看了一眼翟尹 对叶玲说道 弟弟 你那些书我都找了出来 我说送给他 可是他不答应 非要换 你看换什么呀 不用换 这些书都送给你了 至于这些木耳蘑菇什么的 拿回去自己吃吧 听到叶玲这么说 翟尹摇了摇头 说道 那不行 我不能白要你的书 你放心 这些蘑菇和木耳 都是我自己 在山上摘的 都可以吃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叶玲可以想象得到 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 提个篮子 在山上来来回回 上上下下的 去摘木耳采蘑菇 而且这么多的 干木耳和蘑菇 不知道要跑多少趟 想到这个 就感觉到有点心酸 他之所以这么做 不过是为了可以 学到知识 行 换 不过不是换书 我说过 书是送给你的 我用别的东西给你换 把篮子给我吧 这些木耳蘑菇 都是晒干的 现在不吃 过年也可以吃 这玩意在城里 也算是稀罕玩意 还有就是叶玲之所以 收下这些木耳蘑菇 那是因为 这玩意在山里 根本就不缺 既然这样 还不如收下来 然后给宅颖一些 他需要的 结果宅颖递过来的篮子 叶玲就回到了堂屋里 把篮子里的木耳 和蘑菇倒出来 叶玲找了一张 干净的纸铺在篮子里 然后从空间里 拿出几块肥肉 叶玲家现在 每天都有肉吃 所以肥肉基本上 已经没有人吃 每次吃肉 都是把肥肉留下来 本来叶玲是打算 回头给卖了 要知道 这肥肉 可是比馊肉稀罕 这几块肥肉 大概有四五斤吧 如果放在以前 炼油的话 够叶玲他们家吃两年 把肥肉放好以后 用纸给包好 然后又拿出一张 比较大的纸 叶玲在外面 捣买捣卖 这种包东西用的纸 当然不可能少 把纸放好以后 叶玲又可是 往里面放白面 放了大概有十来斤 叶玲才停下来 如果不是宅颖年龄太小 叶玲怕她提不动 还准备多放一点呢 给家里的一些土特产 别嫌弃 这是什么 翟颖接过篮子 就准备打开 叶玲连忙拦着她说道 别打开 好不容易包上的 打开就不好包了 回去以后再打开吧 那时候也就不用包了 嗯谢谢你们 翟颖对叶玲他们道了个谢 然后就准备走 等一下 叶玲叫着了她 等翟颖停下来 叶玲说道 时间不早了 你要不吃完中午饭再走 不用了 我还要过去和村里人会合 中午还要赶回去 这样啊 那我送送你吧 不用不用 我知道路 就在翟颖转过身准备走的时候 叶玲又把她给叫走了 然后把今天刚领到的新书 递了过去说道 这几本书也带回去吧 啊 这 这不是你今天刚领到的新书吗 没错 不过我没有了书可以再领 反正你就不要管了 把这几本书拿走吧 第32章 买自行车 真的可以再领吗 当然 要不然我用什么 那谢谢你 不客气 哦对了 能把你们村的地址告诉我吗 回头如果有时间 我帮你找点别的课本 然后给你送过去 当然 也可以去你们那里玩玩 可以 翟颖把他们村的地址 告诉了叶玲 叶玲给记了下来 以叶玲的记忆力 根本不需要写在纸上 她可是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听到的和看到的基本上一样 都不会忘记 在翟颖走了以后 叶琪拉着她问道 弟弟 你把新书给她了 你怎么办 翟颖不知道 叶琪还能不知道 根本不像叶玲说的那样 没有了还可以领 学校的学生都是固定的 除了一年级新生 可以说一个萝卜一个坑 有多少学生 就有多少课本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 叶玲给了叶琪一个白眼说道 我要书干嘛 还不如把书 送给有需要的人 给我发新书 基本上就是浪费 听到叶玲这么说 叶琪真是无语了 不过她知道 叶玲说的没错 刚才她把叶玲之前 上学用过的书拿出来 每一本都和新书一样 估计都没有翻开过 我看你怎么给妈交代 不用交代 哦对了 你不说 妈我还忘了 走 你们两个和我去一趟百货大楼 百货大楼 弟弟你去百货大楼干什么 这个你就别管了 去了就知道了 叶玲一直想给老妈买一辆自行车 可是一直没有时间 每天不是去鸽子市卖东西 就是收破烂 今天不用去鸽子市 所以叶玲就准备 把自行车给买了 我说你们去不去 去啊 干嘛不去 要说叶琪最想去的地方 百货大楼绝对算一个 因为去百货大楼的话 就有好吃的了 特别是有一个有钱的弟弟跟着 那好吃的就更多了 走吧 嗯 帝都百货大楼 位于王府井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帝都建造的第一座 大型百货零售商店 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店 以经营日用百货为主 1955年9月开业 三个人刚进去 就被里面的吵杂声给吵晕了 不愧是百货大楼 人还真多 可以说是人挨人 还好自行车不是在一层卖 要不然还真挤不进去 三个人连忙从楼梯跑到二楼 这才清静了很多 二楼是卖大件商品 比如自行车 缝纫机这些 人也少了很多 甚至说 二楼就没有几个人 小朋友 你们家大人呢 刚来到二楼 还没有等叶琳他们往里面走 一名售货员过来拦着他们问 我们家大人没有来 那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这里可不是玩的地方 你们还是去别的地方玩吧 不管是什么年代 都有这样的人 不过作为 从后世来到这个年代的叶琳来说 早就已经见怪不怪 所以他也没有心思 对这名售货员做什么 咱们走 叶琳一手拉着叶琪 一手拉着李廷 直接就往里面走 根本没有搭理那名售货员 看到三个人进去了 那名售货员想说点什么 不过还是没有说出来 因为这里没有规定 小孩不能进来 来到卖自行车的地方 看着那一辆辆崭新的自行车 叶琳很激动 没办法不激动 没有在这个年代生活过的人 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阿姨 我要买那辆自行车 叶琳指着一辆凤凰牌女士自行车 对一位售货员说 小朋友 你家大人呢 干嘛都问大人啊 叶琳嘀咕了一句 她也不想想 她才多大 十来岁而已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来买自行车 人家不问就怪了 要知道 这可是自行车 不是一包讨俗 小朋友 你知道买自行车 都需要什么吗 估计是听到叶琳嘀咕的话了 这位售货员 还耐心的蹲下来问她 知道 不就是工业券和钱吗 这些我都有 呃 售货员愣了一下 估计是没有想到 叶琳小小年纪 竟然还知道工业券 那辆自行车 是十三张工业券 和两百六十块钱吗 咦 小朋友 这个你也知道 当然知道 要不然我来买什么自行车 叶琳说完 从兜里 拿出十三张工业券 和二十六张大团结 这当然是来之前 就已经准备好了 她今天没有别的事 就是要给老妈 买一辆自行车 小朋友 你你真的要买 阿姨 您看我像开玩笑吗 叶琳像是开玩笑吗 当然不像 谁开玩笑 会把钱拿出来 还拿出工业券 所以售货员相信了 小朋友 你等一下 我找人给你开票 等一下 就在售货员 准备找人开票的时候 叶琳忽然喊了一声 姐 怎么了 弟弟 你买自行车 有没有想过 怎么弄回去 你先问问他们 能不能送货 对于叶琳买东西 叶琳从来没有反对过 哪怕这次买了一辆自行车 也是一样 因为她知道 自己这个弟弟 无论做什么 老妈都不会说什么 不用 骑回去就行了 骑 骑回去 谁会骑啊 你妈 对啊 我会骑 一辆自行车而已 虽然叶琳年龄比较小 也就比自行车高 那么一点 但是骑回去 还是没有问题的 钱杠是弯的 你会骑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很正常 叶琳说完 转过头对那位售货员说道 阿姨 您去开票吧 哦 好 有钱 有券 这些售货员才不会管你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更不会管是谁买的 只要有这两样东西 那就卖给你 要知道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买自行车 就是缺那两样东西 开完票 叶琳拿着票 去把工业券和钱交了 回来的时候 售货员已经把一辆崭新的女士 自行车搬了出来 叶琳过去推了一下 感觉到还行 帮我把自行车送到下面吧 可以 售货员帮叶琳把自行车搬起来 不但送到了下面 还给送到了百货大楼外面 而这个时候 叶琳才想起来 一直忙着买自行车了 忘了给姐姐还有李廷买零食了 就把自行车砸好 从兜里拿出两块钱递给姐姐说道 姐 我在这里等你们一下 你们去买点零食吧 在这个年代 买什么都需要票 但是买一样东西不需要 那就是零食 哪怕是买桃酥也不需要 就是价格贵了一些 说白了 这些东西 就是给那些家庭条件 比较好的人家准备的 普通人家谁舍得买这些东西 饭都吃不上了 还买零食 开玩笑呢 不用了 我有钱 你等我们一会 嗯 女孩子买东西 说实话真的很麻烦 说是等一会 叶琳这一等 就是半个多小时 也不知道两个丫头买了什么 需要这么长时间 就在叶琳等得着急 准备把自行车锁上 进去看看的时候 两个人从里面出来了 一个人手里提了一小包东西 东西并不多 我说姐 你们也没有买多少东西啊 怎么那么慢 人太多 挤不进去 呃 叶琳拍了拍脑袋 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行了 走吧 现在回去 到家也中午了 叶琳抬头 看了一下天上的太阳说着 那咱们赶紧走吧 估计李婷的爸妈该着急了 叶琳和叶琳是没什么事 就算是晚回去 一会也没什么 因为他们是两个人 但是李婷就不一样了 他家就他一个孩子 回去这么晚 肯定会着急 也是 叶琳点了点头 然后对李婷说道 要不然你给家里打个电话 就说 中午在我家吃饭 这样你爸妈就不着急了 我看行 叶琳点了点头 行 我去打电话 不知道李婷是怎么给家里说的 反正等他打完电话以后 回来高兴的对叶琳说道 太好了 我妈说 让我晚饭之前回家 那走吧 叶琳说完 就推着自行车往前走 弟弟 你不是说你会骑吗 怎么推着走了 听到叶琳这话 叶琳给了他一个白眼说道 我骑着走 你们怎么办 呃 叶琳这才想起来 就算是弟弟会骑 也没有办法带他和李婷两个人 不能一个骑着 两个在后面追吧 如果是那样的话 还不如推着走 王府井离叶琳家所住的大杂院并不远 如果从王府井南投算的话 最多也就两公里多点 当然 这个距离不是这么算的 因为百货大楼不是在南投 可就算是这样 也就三公里多点 三个人虽然是走路回去的 也就半个来小时 就回到了大杂院 大杂院的人 看到叶琳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回来 很多人都出来看新奇 这可是大杂院第一辆自行车 绝对不亚于后世谁家 买了一辆超级跑车 如果换了别人 可能会停下来 让大家看看 但是叶琳不会 反正他二傻的名号已经打出去了 就算是做得再不好 别人也会认为很正常 第三十三章 李染发飙 所以叶琳停也没停 推着自行车就往里面走 让大杂院的这些人很无奈 可也没有一点办法 人家的自行车 想给你看给你看 不想给你看 很正常 就是让他们想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是两个孩子 把自行车推回来的 不是李染李老师 还有 以李染李老师的工资 买一辆自行车没有问题 可是他从什么地方 弄的工业券 要知道 这工业券可是比钱难弄 钱最起码可以上班转 但是工业券没有地方转 来到后院门口的时候 叶琳把自行车放在门口 让姐姐先看着 叶琳先进去了 准备给老妈一个惊喜 臭小子 你还知道回来啊 给我过来 叶琳刚进去 就看到老妈在院子里站着 还没有等她说话 老妈就对她喊了起来 那个妈 怎么了 你还问我怎么了 这还没开学呢 你就给我惹事 我问你 你今天是不是把人给打了 呃 叶琳轮了一下 问道 妈 他们不会是 找到家里来了吧 你说呢 你个臭小子 把人家脑袋都打破了 人家能不找到家里吗 靠 这些人也太不要脸了吧 明明是他们堵自己 然后被自己打伤 自己这完全算是自卫 没有找他们的麻烦就不错了 他们竟然还敢找上门 妈 您不会又赔他们医药费了吧 你说呢 李染给了叶琳一个白眼 可这次真的不怪我 叶琳那个委屈啊 之前也都不怪你 但是医药费还是要赔的 不管怎么说 人是你打伤的 就算是出于人道主意 也不能不管 李染说的没错 叶琳给别人打架 大部分来说都不怪她 因为每次都是 别人先挑起来的 要么就是 为了帮助别人 可最后 李染都赔了别人钱 时间长了 叶琳也已经习惯了 李染是老师 她也必须这么做 还有就是 被叶琳打伤的那些孩子 家庭情况都不是很好 李染这样做 也算是帮他们一下 可是妈 这次真的不一样 是他们五六个人堵我 如果不是您 儿子我跑得快 估计现在躺在医院的 就是我了 什么 儿子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不相信您问我姐 当时我姐还有李婷也在 我让他们先走 然后我把他们给引开的 不过最后 还是被他们给追上了 啊 那那你受伤没有 李染紧张地问着 问完以后 连忙走到叶琳身边 掀起叶琳的衣服 往身上看 一点小伤 没事 叶琳无所谓地说着 什么没事 小伤也是伤 竟然敢打伤我儿子 这件事没完 我这就去找他们去 如果只是叶琳 把别人打伤了 她赔点钱也无所谓 她也认了 但那是在叶琳 没有受伤的情况下 如果叶琳受伤了 哪怕只是一点小伤 李染就会变成 护载的老母鸡 妈 算了吧 我也没什么事 什么叫没什么事 有事就晚了 这件事绝对不能 就这样算了 说完 李染就往外面走 路过后院门口的时候 叶琳看到李染出来 连忙说道 妈 李染看也没看 一边往外走 一边说道 推进去 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 把你弟弟看好 别让他再出去 哦 虽然不明白 老妈这是怎么了 但是无比熟悉 老妈的叶琳知道 老妈这是真的生气了 难道是因为 弟弟买的这辆自行车 可是不像啊 如果是平时 在知道儿子 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 李染说什么 也会高兴一下 但是现在 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的儿子受伤了 叶琳 阿姨这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叶琳摇了摇头 刚好这个时候 叶琳从里面出来 看到叶琳就问 妈出去了 嗯 看样子好像很生气 到底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 叶琳把老妈知道 早上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不是吧弟弟 你告诉妈你受伤了 没有 妈自己看到的 叶琳说完 直接追了出去 坏了 叶琳拍了拍额头说着 叶琳 怎么了 李婷在旁边问了一句 听到李婷问 叶琳苦笑一下说道 李婷你不知道 在我们家有两件事不能发生 要不然后果很严重 哪两件事 第一 我弟不能受伤 那第二呢 第二 还是我弟不能受伤 哪怕磕破点皮 都不行 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也是我们家的禁忌 啊 不会吧 会 绝对会 别看我妈特别喜欢你 一旦你让我弟受伤了 估计你在想来 我们家完 基本上不可能了 啊 这 记住我的话 千万别让我弟受伤 不要说你 哪怕我这个轻规御都不行 这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万一他自己受伤了呢 比如磕了碰了 听到李婷这话 叶琳摇了摇头 说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 好像这样的事情 没有发生过 所以我没办法回答你 那叶琳不是成了国宝了 不 在我妈眼里 我弟比国宝可金贵多了 叶琳说完摇了摇头 同时说 这话的时候 还有点酸酸的 是的 他吃醋了 也嫉妒了 姐 你知道早上拦着 我们那几个家伙的 家住的什么地方吗 叶琳追出去的时候 已经看不见李婉了 没办法 只能回来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李婉去了什么地方 不知道 叶琳摇了摇头 他们能找到叶琳家 那很正常 因为叶琳在学校比较有名 学校里可能有很多人 不知道叶琳是谁 但是说起二傻 估计没有人不知道的 那么 人家能找到他家里 就很简单了 可是叶琳并不知道 他们叫什么 就算是想找 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找 PS 新的一个星期 什么都重新开始 收藏 推荐票不能少 当然 打赏更不能少 因为打赏直接关系到排名 谢谢大家 第34章 警告 诚挚感谢盟主君子合议 算了 不知道就算了 叶琳并不担心 李冉会吃亏 这么多年 她还没有见过李冉吃亏 再说了 只是小孩子打架而已 能有多大的事 李冉过去 最多就是把事情说清楚 然后警告对方一下 没事的地点 你还不知道咱妈妈 我知道 行了 你们两个 把自行车推进去 我去一趟供销社 你去供销社干嘛 买面啊 虽然叶琳贪玩 但是李冉交代下来的事情 她基本上都会完成 当然 除了学习 这个不管李冉交代多少次 在她这里都一样 还是我行我素 那行 你去吧 供销社离叶琳家并不远 连一百米都不到 没有走几步叶琳 就来到了供销社 说实话 叶琳很少来这里 倒不是说她不需要买东西 不过每次但是姐姐来买 二傻来了 嗯 买点面 虽然叶琳很少来 但是供销社的人都认识她 也是 就在一条街上 又天天路过 怎么可能不认识 买多少 全买了 要白面 白面啊 二傻 回去和你妈说一声 从这个月开始 每人每月只有二斤白面 粗粮每人每月也只有十斤 靠 听到供销社主任的话 叶琳第一时间想到的 不是定量少了 想到的是 这么快就波及到城里来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乡下不知道这个时候 已经变成了什么样 要知道在这之前 城里的定量 每人白面是三斤 粗粮是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少了三分之一 估计又有很多人要挨饿了吧 嗯 我知道了 回头我告诉我妈 把我们家白面都买了吧 叶琳把两本递过去 主任看了一眼说道 行 你们家是三口人 一共六斤白面 把面称好以后 主任就把这个月的白面 这一栏给画了 也就是说 在想买白面 只能等下个月了 当然 叶琳家还有三十斤粗粮没有买 说实话 这点粮食能干什么 什么也干不了 不要说定量少了 就算是没少 每人每个月也只有十八斤 这还是加上细粮 一天六粮 饭量小的还差不多够吃 如果饭量大点的话 根本就不够吃 在这个年代 又没有什么油水 怎么可能饭量会小了 把钱付了 叶琳提着面就回去了 不过她并没有直接给刘奶奶送过去 而是提着回家了 因为这点面 根本就不够刘奶奶一个月吃的 回去以后 没有看到叶琪和李婷 估计是出去了 叶琳回到屋里 把袋子里的面粉给收进了空间 这些面粉可以卖给别人 然后从空间里取出来十来斤面粉 倒进面袋里 想了想叶琳又拿出来一块肉 刘奶奶年纪大了 吃不了瘦肉 叶琳又把瘦肉给取下来 这个可以留到中午吃 今天李婷在 怎么着也弄点好吃的吧 把肥肉用纸包着 又取了十几个鸡蛋 叶琳这才给刘奶奶送过去 刘奶奶住在中院 和叶琳家之前住的房子挨着 不过之前的房子 现在已经是别人的了 这里可是教职公家属院 你搬走了 房子当然就给别人了 咚咚咚 叶琳敲了敲门 谁啊 刘奶奶虽然已经八十多岁 但是耳不聋眼不花 自己照顾自己 一点问题都没有 刘奶奶是无保护 无儿无女 听院里的老人说 刘奶奶一辈子没有结过婚 奶奶 是我 哎哟 我大孙子来了 快进来 门没叉 听到刘奶奶这话 叶琳推开门进去了 而这个时候 刘奶奶已经从躺椅上站起来 看到叶琳进来 连忙走过来 摸着叶琳的脑袋说道 我大孙子又长高了 奶奶 哪有那么快 哦对了 我妈让我给您送点面 和吃的过来 怎么又送东西过来啊 上次送来的还没有吃完 你们自己留着吃 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东西 奶奶 留的有 够吃的 这些是给您的 您别不舍得吃 吃完我再给您送 叶琳说完 就把东西放了下来 并且给放到该放的地方 奶奶 知道你要不动瘦肉 所以给您拿来一块肥肉 少吃点 应该没有问题 啊 还有肉啊 拿回去拿回去 你们人多 留着你们吃 奶奶 家里有 这个您就不用担心了 对于叶琳 刘奶奶也是很无奈 因为不管她说什么 叶琳都不会把这些东西拿回去 因为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而是已经很多次 大孙子 回去给你妈说 下次真的不用送了 我有两本 也有钱 如果真的需要 就帮我去买一下 刘奶奶是无保护 有国家养着 每个月不但有定量 另外还有五块钱 好的吃不上 但是也饿不着 说实话 这已经很不错了 行 等我妈回来我就说 老人就是这样 你要顺着她 至于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在她说的时候 最好是她说什么 就是什么 奶奶 这些肉啊 鸡蛋什么的 您可千万别不舍得吃 叶琳把东西放好以后 再次安排刘奶奶 我吃 我吃 从刘奶奶家出来 叶琳抬头看了一下天 已经过了中午了 怪不得肚子有点饿了 揉了揉肚子 叶琳回到了后院 叶琳和李婷 正在院子里玩 弟弟 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都饿了 刚来到后院 叶琳就拉着她问 你问我 我问谁啊 我肚子也饿了 叶琳一边说 一边揉着肚子 弟弟 你不是会做饭吗 要不然你做吧 叶琳看了一眼叶琳 说道 我就会做小龙虾和青蒸大虾 可是今天没有小龙虾和青蒸大虾 可是她毕竟年龄还小 做点不需要动刀的还小 像切肉这样的体力活 就不是她能干的了 因为刀太重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吵吵嚷嚷嚷的声音 而且一听就是母亲李婉的声音 都给我进去 今天谁也别想跑 李老师 这件事 之前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您看这件事能不能 一个声音说着 只是还没有等她说完 就听李婉说道 不能 这样 您赔的医药费 我们退回去 这件事就不要闹大了 又一个声音接着说 近乎于哀求 医药费必须赔 但是今天这件事必须要说清楚 李婉从外面进来了 在她前面有六个低着头的男孩 就是赌叶玲的那六个家伙 叶玲不知道 李婉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把六个家伙都给揪了过来 在李婉的身后跟着几个大人 不用说 这几个大人 应该是几个孩子的家长 这几位家长 一直在给李婉陪着不是 他们也没有想到 自己家孩子 竟然会去赌李老师的儿子 如果要知道的话 那两个受伤孩子的家长 绝对不会找上门 李婉可是前门中学的年纪主任 而他们家孩子是在前门中学附属小学上学 如果李婉去学校 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和学校说一声 估计他们家孩子会吃不了兜着走 儿子 看看是不是他们几个赌的你 李婉指着六个家伙问叶玲 叶玲看了看叶琪 又看了看李婉 回过头对李婉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 就是他们几个 给我儿子道歉 小兔崽子还等什么 快点道歉 几名家长 在自己家孩子脑袋上拍了一巴掌说 对不起 对不起 等几个家伙到完歉以后 一名家长对李婉说道 李老师 您看这件事 今天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希望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如果让我知道 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到时候绝对不可能就这样算了 是是是 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那行 把他们带回去吧 小兔崽子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听到李婉让他们回去以后 刘哲的父亲 一把揪着刘哲的耳朵 拉着他 就往外面走 他今天丢人可是丢大了 怎么也没有想到 今天发生的这些事 竟然都是因为他儿子手欠 其他家长也是一样 不是揪着耳朵 就是在脑袋上拍了一巴掌 而且说的话都差不多 意思回去以后要收拾他们 这当然不是李婉要的结果 李婉要的是警告 要让那几个孩子知道 以后不敢再对叶琳做什么 要不然后果很严重 这个才是李婉想要的 在他们走了以后 李婉看了一眼院子里的几个小家伙说道 饿了吧 我这就去给你们做饭 说完李婉就往里面走 不过刚走几步 移了一声停下来 问道 这里怎么有一辆自行车 听到李婉这话 叶琳翻了一个白眼 合着他之前给他说的话 他都没有听见 也是 那个时候 李婉气冲冲的往外走 还真有可能没有听到 第三十五章 胡老抠 诚挚感谢盟主三声圆雪花 妈 这是弟弟给你买的自行车 啊 儿子 你真是妈妈的好儿子 妈没有白疼你 李婉过去抱着叶琳 在叶琳额头上亲了一下说着 对于叶琳哪来的钱和工业券买自行车 李婉连问都没有问 因为自己这个儿子太神秘了 而且 他还发现了儿子的一些秘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儿子竟然找了一帮子小孩去拾荒 本来他是想阻止的 不过想了想 没有那么做 儿子又没有做什么违法乱计的事 干嘛要阻止 所以 在知道儿子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以后 李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儿子收那些孩子的破烂赚钱了 不但赚钱了 还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 李婉不知道的是 叶琳之所以弄了这么个收破烂的地方 就是做给他看的 本来准备着等李婉问他钱 从什么地方来的时候告诉他 要不然 叶琳没有办法解释啊 当然 叶琳现在可不知道 李婉已经知道他弄了个收破烂的地方 如果知道了 估计做什么事情会更大胆 妈 您就不问问 他钱从什么地方来的 叶琳在旁边小声的说了一句 问什么 反正不是偷来的 也不是枪来的 管他从什么地方来的 李婉瞪了一眼叶琳 啊 叶琳没想到 老妈有这么大反应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既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就不说了 行了 今天高兴 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说完回头看着叶琳问道 儿子今天有什么菜 有一块馊肉 我又买了点西红柿和豆角 李婉现在已经习惯做饭之前 先问一下叶琳有什么菜了 因为这一个多月一来 家里吃的用的 基本上都是叶琳弄回来的 也只有叶琳知道有什么 那行 那就做个西红柿炒鸡蛋 豆角炒肉 另外 今天李婷来了 就再做个排骨汤 排骨不需要问叶琳 因为这是 昨天晚上剩的一块 李婉做饭去了 在李婉走了以后 李婷小声的问叶琪 你们家天天都吃这么好吗 由不得他不这么问 因为每次他来的时候 叶琳家就做好吃的 而且这些好吃的 就算是在他家 都很少能吃到 甚至根本就吃不到 无论是家庭条件 还是收入 叶琳家都不能和他们家比 怎么可能 今天不是你来了吗 要不然 最多就是一个豆角炒肉 一个西红柿鸡蛋汤 啊 还最多一个豆角炒肉 一个西红柿鸡蛋汤 这已经很奢侈了好吧 他们家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肉 从叶琪嘴里说出来 好像很普通似的 李婉做饭很快 先把排骨汤炖上 然后去洗菜切菜 等他把菜和肉都切好 排骨汤也炖得差不多了 又等了一会 排骨汤炖好 李婉开始炒菜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脑袋从大门口伸进来 看到这个脑袋 叶琳皱了皱眉头 过去说道 胡老师 吃了吗 没吃 没吃还不回去吃饭 来这里干什么 不用说 这位胡老师 肯定是被炖排骨的香味 给吸引过来的 如果是别人 叶琳不会这么说话 但是这位胡老师 叶琳对她是真的不感冒 这位胡老师和她爱人 之前都是前门中学的数学老师 现在退休了 叶琳之所以对她不感冒 那是因为她太扣了 在这个年代 没有谁是不扣的 因为都要算计着过日子 可是别人扣 那不光是对别人 对自己也一样 可是这位胡老师和她爱人 那是对别人扣 对自己一点也不扣 老两口已经退休了 每个月的退休金也不少 但是他们的几个孩子 没有一个和他们住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他们防自己的孩子 就给防贼似的 老两口有好几个孙子孙女 大的比叶琳大上几岁 也有和叶琳年龄差不多的 小的比叶琳也小不了多少 可是一年到头 你也不会看到 她这些孙子孙女过来 孙子孙女 哪有不和爷爷奶奶亲的 但是人家给他们亲 他们给人家不亲啊 孙子孙女来一趟 老两口把所有吃的都放起来 到该吃饭的时候了 让孙子孙女回家吃 在孙子孙女走了以后 老两口才去做饭 而且是做好吃的 两口子不愧是数学老师 还真是会算计 说实话 就这还不是最让人讨厌的 最惹人讨厌的是 儿女工作忙 想让老两口帮忙带带孩子 没想到老两口张口就是钱 看孩子要给钱 吃饭要给钱 就连让他们帮孙子孙女 补补功课都要钱 完全钻到钱眼里去了 所以现在儿女 根本就不来看他们 最多逢年过节过来一趟 而且是那种看看就走 没办法 因为儿女怕留下来吃饭 老两口给他们要饭钱 这大过年的 那心里得多赌的慌啊 所以人家来 连孩子都不带 就过来看看就走 虽然不舍 不过看到叶琳像盯贼一样盯着她 这位胡老师再次往里面看了一眼 姗姗地离开了 在这位胡老师刚走没有几步 叶琳就嘀咕到 看来得养条狗了 要不然什么人都往后院跑 叶琳虽然是嘀咕 但是这个嘀咕的声音 也太大了点 就连在厨房做饭的李冉都听到了 不过李冉只是笑笑 并没有说什么 因为李冉对这位胡老师 同样不感冒 说实话 李冉活了三十多年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可就是没见过胡老师两口子这样的 儿子洗手吃饭 哦 来了 下午李冉还要去学校 所以吃完饭就走了 不过她没有骑自行车 不是不想骑 而是不会 这个年代可不是后世 基本上没有几个不会骑自行车的 但是这个年代 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摸过自行车 更不要说骑了 李冉也是一样 活了三十多年 这算是第一次摸自行车 怎么可能会骑 在李冉走了以后 叶琪和李婷也出去玩去了 当然 在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叫叶琳了 但是叶琳说她有事 就让他们自己去玩了 第36章 空间大发现 在李冉走了以后 叶琪和李婷也出去玩去了 当然 在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叫叶琳了 但是叶琳说她有事 就让他们自己去玩了 家里就剩下叶琳一个人 回到屋里 叶琳把门关上 然后来到自己房间 再次把房间的门关上 叶琳这才消失在屋里 来到空间 外面过去了二十多天 空间里差不多已经过了两年 这两年 空间里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除了枣树 早就已经结果 现在空间里所有的果树都挂过了 水灵灵的桃 红彤的苹果 又大又圆的樱桃 还有毛刺刺的板栗 叶琳来到苹果树下 随手摘了一个 擦也没擦 直接咬了一口 空间里没有污染 更没有尘土 可以说比外面洗过的都干净 这一口下去又脆又甜 熟了 说完又咬了一口 一个苹果很快吃完 叶琳又过去摘了一个桃 同样咬了一口 点了点头 说道也熟了 比苹果还甜 看来可以收了 在空间里 对于叶琳来说 她就是神 挥了挥手 树上的各种果实都消失了 当然不是真的消失 而是被叶琳收进了储藏室 而且还是禁止空间的储藏室 把果实收完 叶琳来到茅草屋院子里 她没有去看鸡鸭 因为鸡鸭没有什么好看的 她要看的是猪圈里的猪 现在猪圈里 已经有十三头猪了 七头大猪和六头小猪 刚开始放进来的三头猪 两头公猪 已经被叶琳给宰了一头 现在他们家吃的肉就是 母猪已经下了两窝宰了 头一窝下了五头 现在已经长大 才刚下不久 现在也就五六十斤左右 石草里放的全是红薯秧和红薯 当然也有一些玉米 因为不管是猪还是鸡鸭 光吃红薯秧和红薯是不行的 所以七分的叶琳种了五分红薯和两分玉米 叶琳没有再种麦子 最起码暂时不会再种了 因为储藏室的面粉 如果不卖 就他们一家三口吃的话 吃三十年也吃不完 那五头猪是长大了 但是叶琳并没有打算现在杀 因为她要上学 根本没有时间去鸽子市 除了星期天 所以就先让他们长着吧 不过这玩意还真是浪费事啊 如果实在不行 叶琳就把他们给宰了 然后放到静止储藏室去 什么时候想拿出来就拿出来 储藏室已经放了很多东西 按说只有一间房那么大而已 放进去那么多东西 早就应该满了吧 可是不管叶琳怎么放 空间还是那么大 还可以装 这让叶琳有点明白了 这静止空间就是一个无限空间 要不然就这一段时间 光叶琳放进去的红薯 最起码也有几万斤了吧 如果只是一间房那么大的话 估计早就撑爆了 但并没有 而且那么大红薯 只是在一个角落里而已 不知不觉中 叶琳走到院子里那棵树下 刚走到下面 叶琳就感觉到 有东西滴到了自己鼻子上 叶琳用手擦了一下 黏糊糊的 叶琳第一反应就是鸟屎 可是一想不对啊 这里是空间 那来的鸟 就抬头看了一眼 这一抬头 又有一滴滴下来 这次更巧 刚好滴到叶琳嘴里 叶琳一阵恶心 就要去吐 不过还没有等它吐出来 就发现了不对 因为是甜的 而且是特别甜的那种 又连忙往上看了一眼 这一看 让叶琳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 原来在这棵树上 竟然有一个大蜂巢 因为这棵树的树叶很茂密 如果不是叶琳这次来到树下 如果不是有东西滴下来 叶琳根本不会发现 这个院子里的地 是有分解能力的 地上不会有任何东西留下 如果今天没有来到树下 哪怕这蜂蜜天天往地上滴 也不会留下一点痕迹 当初准备对空间种植的时候 叶琳就抓了几只蜜蜂放进来 准备让蜜蜂帮自己给果树 还有植物进行兽粉 可是在那以后 叶琳并没有再看到蜜蜂 她还以为蜜蜂被空间给分解了 再后来 空间里的植物长得很好 不管是像日葵还是花生 或者是那些需要兽粉的蔬菜 叶琳也就把蜜蜂给忘了 她还以为空间里根本不需要兽粉 毕竟是空间嘛 现在看来 蜜蜂并没有被空间分解 不管空间里需不需要兽粉 蜜蜂在空间里活得很好 不但如此 还结了一个大蜂巢 不用说 蜜蜂也不可能就刚开始那几只 蜂巢很大 最起码有三十公分长 直径也有十几公分 给个小波罗蜜似的 就在叶琳想这些的时候 从蜂巢上又滴下来几滴蜂蜜 不过她已经离开那个位置 蜂蜜滴到了地上 然后很快就消失了 看到这 叶琳那个心疼啊 这可是蜂蜜啊 连忙从空间里出去 到了外面 跑到堂屋 从桌子上拿起一个 昨天刚吃完的罐头瓶 在院子里把水龙头打开 把罐头瓶刷干净 赶紧跑到屋里进入空间 在空间里 叶琳把罐头瓶弄干 把罐头瓶放进 刚才从外面带进来的一个网兜里 网兜两头系在树枝上 刚好罐头瓶瓶口 对着蜂巢下面 在这个年代 只要是甜的 都是稀罕玩意 不管是白糖红糖 还是蜂蜜 特别是蜂蜜 这玩意 根本就没有地方买去 白糖红糖 只要有糖票 还可以买到 但是蜂蜜 有什么你也买不到 这倒不是说 这个年代没有蜂蜜 有也轮不到你买 先不要说供销社 能不能提供蜂蜜 就算是能提供 估计还没有放到货架上 就已经没有了 看到一滴蜂蜜 滴到罐头瓶里 并没有消失 叶琳松了一口气 同时心里很高兴 因为他们家以后 不缺蜂蜜吃了 姐姐不是爱吃甜的吗 以后天天泡蜂蜜水喝 弄完这些以后 叶琳来到水潭这边 把水潭里那些 长到二三斤的鱼捞起来 放进进纸储藏室 没办法 水潭地方有限 所以不管是鱼 还是虾 或者是螃蟹 只要长到一定程度 叶琳就会把它们捞出来 放进进纸空间储藏室 进纸空间储藏室 可以无限储藏东西 但是水潭不行啊 因为水潭就那么大 叶琳这要开学了 根本就没有时间卖这些东西 所以就只能储存起来 从空间出来 看了看时间还早 叶琳这家伙 是个闲不住的人 把门锁着 就跑了出去 可是到了大院外面 并没有看到人 这说的 当然是大院的那些孩子 稍微一想 叶琳苦笑着摇了摇头 不用说 估计那些家伙又去拾荒去了 这些家伙 是一下午也不放过呀 既然没有人玩 那就自己玩 说实话 天天和那些小屁孩玩 叶琳还不是太习惯 因为他们太幼稚 如果不是没办法 他宁愿天天宅在家里 去中海抓几只青蛙去 城里的孩子 没有什么玩的 特别是住在城中心的孩子 能玩的地方就更少 而中海 就是大家经常去的地方 南海是禁区 不能去 北海是公园 进去要花钱 那么就只有中海了 叶琳之所以要去抓几只青蛙 是因为院里胡天他爸 前几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弄了一网多青蛙回来 然后给杀吃了 这也让叶琳馋了 前世他也吃过青蛙 虽然是养殖的 但是那个味道 叶琳现在也忘不了 青蛙肉比较细 不管是炖还是吃火锅 绝对是没得说 所以叶琳准备抓几只回来 放进空间养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到时候多的让他吃不完 24倍的时间 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可以繁殖开 想到就做 中海离叶琳家就几百米 如果从最南头算还近一些 不过能抓青蛙的地方 要远一点 在中海的中部 因为只有这里能进去 咦 这不是咱们学校的二傻吗 叶琳刚过来 就碰到了几个年龄 和他差不多的孩子 听他们说话的意思 应该也是前门小学的 可惜叶琳并不认识他们 在学校里 能让叶琳认识的 除了教他们班的老师 那就只有一种人 长得漂亮的小姑娘 比如李婷 就算是李婷 刚认识的时候 叶琳也就知道 他和自己一个学校 连名字都不知道 这么说吧 他也就知道 自己班级里的人名字 没办法 谁让他记忆太好 说一遍就记住 要不然就他这个上课就睡觉 下课也睡觉的家伙 估计连班里的 谁是谁都不知道 叶琳皱了皱眉头 并没有打算搭理 这几个家伙 因为他要去抓青蛙 对于这几个小屁孩 叶琳一点都不敢忙 就在叶琳要绕过他们离开 刚才说话的家伙 拦着他说道 别走啊 听说你游泳挺好 能不能帮我们下去 抓几条鱼上来 让开 没兴趣 别啊 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 帮个忙而已 你不会不给这个面子吧 一看这家伙的表情 叶琳就知道 这几个家伙是故意的 恐怕这件事 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第37章 后果自负 我再说一次 让开 否则后果自负 这几个家伙 不知道是放假放膨胀了 还是仗着他们人多 也是 叶琳是爱打架 可以说 从学校里面打到学校外面 但那都是一对一 最多一对二 可是今天他们有五个人 叶琳就算是能打 也不可能一对五吧 但是有一点 他们好像忘了 叶琳打架从来不吃亏 叶琳都这么说了 那就是他已经想好 怎么对付他们了 后果自负 嘿嘿嘿 我还真想知道 是什么后果 说完这家伙 就去推叶琳的肩膀 就在这家伙 还没有把手伸到 叶琳肩膀上的时候 叶琳一把抓着他的胳膊 然后一拧 就把这家伙的胳膊 弄到后背去了 接着一脚 就踹在这家伙的屁股上 叶琳他们本来就在水边 刚才叶琳 把这家伙的胳膊一拧 刚好让他脑袋朝着中海 叶琳这一脚 直接把这家伙 给踹进了水里 本来叶琳 还以为这家伙 跑到中海来玩 肯定会水 可是当这家伙 掉进水里以后 就开始在那扑通 根本就不会水 岸上的几个也是一样 叶琳想着 下去的那个不会水 另外几个 应该有会水的 可是他们几个 这个时候已经吓傻 甚至连水边都不敢站了 叶琳摇了摇头 感觉到差不多了 那家伙 应该已经喝了不少水 就准备跳下去救人 叶琳生气是生气 但是也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人淹死吧 再说了 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只不过是打得闹闹而已 而且 也已经给了对方惩罚 估计这家伙以后 看到自己会躲得远远的 就在叶琳把鞋脱了 准备跳下去的时候 扑通一声 有人比叶琳先跳了下去 叶琳看了一眼 跳下去的人 是一名三十多岁的中青年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名跳下去的中青年 竟然是一名公安 说起这件事 也是敢巧了 这名中青年叫成飞 三十五岁 刚从部队转业回来 被分配到前门派出所担任所长 成飞在部队是正团级 将半级使用 刚好担任派出所所长 因为帝都这边的行政级别 比别的地方高一级 在别的地方 派出所所长最多是副科级 但是在帝都 派出所所长 那可是副处级 按说三十五岁的正团级 还是很有希望再进一步的 再进一步的话 肩膀上挂的就是花了 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转业了 没办法 因为成飞家里就他一个孩子 而且 家里就只有一位老母亲 成飞是个孝子 如果留在部队的话 他一年可能都回不来一趟 所以他转业了 这样的话 一边可以工作 一边可以照顾老母亲 这两天 老母亲生病 他把派出所的事情安排好以后 准备在家照顾老母亲两天 可是他还是不放心 这不 等老母亲吃完要躺下以后 他就准备去派出所看看 刚走到这里 就看到一个孩子 把另外一个孩子 给踹进了中海 成飞二话不说 跑过来就跳了进去救人 成飞很快就把那家伙 从水里救了上来 而这个时候 那家伙有点窒息 成飞把他放平 准备对他进行抢救 叶玲看到这 摇了摇头 过去一拳打在 那家伙肚子上 你干嘛 看到叶玲打了 落水的孩子一拳 成飞瞪了他一眼问 我救他 叶玲指了指落水的家伙 那家伙只是被水给呛着了 根本没有什么事 叶玲这一拳打在他肚子上 刚好把喉咙里的水给打出来 然后这家伙咳嗽几声 睁开了眼睛 我说你这小子 你怎么能把人往谁里喘 如果不是我路过 还不闹出人命来 成飞说是这么说 但是他也不能 把叶玲怎么样 如果叶玲是个成年人 可能现在已经被他靠了起来 但叶玲只是一个孩子 所以他也拿叶玲没有办法 听到成飞这么说 叶玲翻了一个白眼 没有搭理他 他还真以为没有他 就会出人命啊 自己是干嘛的 如果不是他多管闲事 自己这个时候 也已经把人救了上来 你没事吧 看到叶玲不接他的话 成飞连忙把落水的家伙扶起来 然后帮他拍了拍后背 谢谢公安叔叔 我没事 没事就好 成飞站起来 指着叶玲说道 你跟我去派出所一趟 说完以后 又对另外几个家伙说道 你们也跟着一起去 说实话 叶玲感觉到自己很倒霉 甚至说无妄之灾 他本来只是想过来抓几只青蛙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当然 如果没有成飞 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他们几个找自己的麻烦 自己教训他们一顿 反正也没有出什么事 基本上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可是现在多了个成飞 而且还是一名公安 那么这件事 就不会这么过去了 刚进派出所 迎面出来一名年轻公安 看到成飞带着几个孩子进来 连忙说道 所长 您今天不是休息吗 怎么又过来了 在家也没有什么事 就过来看看 没想到路上碰到这几个孩子打架 咦 二傻 又是你 这名年轻公安 可是认识叶玲 这么说吧 这个派出所 除了这位刚调过来的所长成飞 估计没有人不认识叶玲 这不光是叶玲 就住在他们辖区 主要是这家伙经常打架 很多次都闹到了派出所 你认识他 成飞指了指叶玲 认识 咱们所里 估计也就所长 您不认识他了 说完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小声的说道 他这里有问题 可以说经常打架 而且每次都把别人打得头破血流 他这次不是把人打得头破血流了 而是把人踹进了水里 如果不是我路过 非出人命不可 成飞摇了摇头 可更多的是无奈 本来叶玲就是一个孩子 拿他没有一点办法 再听同事说 叶玲脑袋有问题 那就更不能把他怎么样了 甚至连吓唬一下都不行 第38章 倒霉催的 出人命 年轻公安摇了摇头 对成飞说道 那不会 所长 别看这家伙 这里不好使 年轻公安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接着说道 但是水性好得很 他还在北海公园就过人呢 年轻警察说的是去年的事了 去年夜临到北海公园去玩 当然 是翻墙头进去的 玩着玩着 就听到有人喊救命 原来是在北海公园划船的人 掉进了水里 掉进水里的是一名小男孩 也就七八岁 是跟着母亲一起划船 不知道是因为他太调皮 还是怎么回事 就掉了进去 他的母亲也不会游泳 只能喊救命 而当时 夜临离男孩落水的地方不远 就跳进去 把人救了上来 这件事之所以年轻公安也知道 是因为夜临救了人 以后就走了 还是因为他没有买票就进来了 他怕公园管理人员过来 以后不让他走 所以就跑了 可是夜临毕竟是救人了 男孩的母亲想感谢夜临 但是找不到人 最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听到夜临的 就到派出所来找人 是派出所的人 带着男孩和他母亲去的夜临驾 这不 这件事就被很多人知道了 这么说 我是多管闲事了 怎么会呢 所长 您这当然不是多管闲事 行了 不说这个了 把他们都带进去问问 到底怎么回事 就算是打闹 也没有这样打闹的 是 所长 我这就把他们带进去 等等 怎么了所长 他们都是孩子 要注意方式方法 还有 不能带进审讯室 随便找个房间问 明白 问话 对于夜临来说就是对牛弹琴 因为到了派出所以后 夜临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不管怎么问 甚至连承飞都过来问了 可是夜临就是一句话都不说 不过最后也不需要他说了 因为另外几个家伙 已经说得很清楚 不知道是被夜临给吓着了 还是害怕了夜临以后 对他们进行报复 几个家伙一五一十的 把事情就给说清楚了 而这个时候 承飞才知道 这件事根本就不怪夜临 完全是另外几个孩子的问题 如果不是他们逼着夜临下水 如果不是他们先动手 夜临根本就不会动手 既然没有出事就是万幸 承飞对夜临教育了一顿 然后把那名年轻公安叫过来说道 这样你送他们几个回去 又指着夜临说道 这个我来送 我要和他家人说一下 好的所长 对了 送他们回去的时候 最好把事情的经过 给他们家长说一下 这么小的年纪 就会拉帮结派了 明白 等年轻公安带着几个家伙离开以后 承飞过来看了一眼夜临说道 走吧 我送你回去 哼 夜临不服气的站起来 直接往外面走 看到夜临这个样子 承飞在后面摇了摇头 跟在夜临后面往外走 对于夜临 承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他不但是个孩子 脑袋还不好使 当夜临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 而这个时候 黎然已经从学校回来 当看到夜临 是被一名公安送回来的时候 就知道 夜临肯定又在外面惹事了 臭小子 你又在外面惹事了 说完就要去打夜临 当然 这是做给别人看的 而看的这个人 当然是承飞这个公安 这位同志请不要生气 说起来这件事 也不能怪他 承飞连忙拦着黎然 黎然当然知道 错不在夜临 虽然这小子竟惹事 但是从来不主动惹事 也就是说 在别人没有惹他的时候 他是绝对不会去惹别人 公安同志 不好意思 我是夜临的母亲 不知道我们家孩子 又惹了什么事 是这样的 承飞从头到尾 把事情说了一遍 包括是对方 先找夜临的麻烦 然后被夜临给踹进中海 最重要的是 被踹进中海的孩子 没有什么事给说了出来 知道什么情况以后 黎然说道 原来是这样 实在对不起 您放心 回头我一定好好教训他 打不是目的 我还是希望你们家长 能好好地教育一下 今天这是没出事 等出事的时候就晚了 是是是 一定一定 那行 那我就先走了 好的 公安同志 那我就不送了 黎然对承飞说着 不用 承飞离开了 在承飞走了以后 黎然在夜临脑袋上 谈了一下说道 臭小子 今天怎么闹到派出所去了 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之前夜临也把人 踹进过水里 不过很快就给捞了上来 而且 每次最多被踹进水里 孩子的家长找上门 倒霉呗 谁知道会半路 杀出个长咬精 夜临当时也是没办法 她提前又没有准备 如果打起来 她肯定打不过 对方那么多人 所以只能下狠手 让对方乱了方寸 这么说吧 如果当时夜临手里 有一块板砖 那么她也就不会 把那家伙给踹进水里了 可能是直接一板砖 就拍到那家伙脑袋上了 你个臭小子 你说说你 后天就要开学了 你就不能在家里 老十两天 不能 你 黎然很无语 想给夜临下个禁足令 但是这马上就要开学了 属于突发事件 而且根本就不受我控制 我可以保证 我绝对不惹事 绝对不先动手 但是我不能保证 别人不找我麻烦 不对我动手 这一点 黎然绝对相信 可那有什么用 没错 夜临是从来不会主动惹事 可一旦别人惹了她 那问题就严重了 因为夜临从来不会手下留情 反正不管怎么说 你以后 给我少惹事 明白 您就放心吧 这话夜临 也就嘴上说说 因为她根本就不会去 按照说的做 作为从后世过来的夜临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一点 那就是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的道理 有些人 你光打疼她没用 回头她还是会找你麻烦 要打你就给她打怕了 这也是 为什么夜临每次动手 绝不手下留情的原因 母亲现在是老师 还算风光 可是几年以后呢 到那个时候怎么办 只能她来保护这个家 保护母亲 保护姐姐 所以夜临这也是没办法 行了 今天就不要出去了 我这就去做饭 吃完饭就在家里待着 妈 这个可能不行 我现在还要出去一趟 您放心 最多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内 我绝对回来 下午出去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刘伟他们 不用说 这些家伙肯定是去石荒去了 他们可不像夜临 有地方放那些东西 如果夜临不去收 他们就只能扔在外面 再说了 这对自己的信誉也不好啊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就是诚信 如果这次自己不去 下次还怎么让他们相信自己 那行 就半个小时 绝对保证 嗯 你去吧 夜临从家里出来 就连忙往放破烂的那个院子跑 果然 夜临过来的时候 已经有不少人在等着他 看到他过来 就问道 二傻 你怎么现在才来 刚才出了一点事情 所以来晚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快点把门打开吧 赶紧把东西卖了去买东西 听到这些家伙的话 夜临摇了摇头 这些家伙就不能把钱攒起来 不过想想也是 这些家伙才多大 最大的 也不过十三四岁 根本就是小孩子 夜临把大门打开 让他们进去 然后一个一个 把他们手里的破烂给收了 因为只有半天 没有之前的多 夜临很快就给收完了 在他们走了以后 夜临就把大门锁着离开了 这院子里的废品够多了 逝世时候给卖了 刚好明天还有一天时间 那就明天卖 夜临回到家的时候 夜琪也已经回来了 就他一个人回来 估计里厅回家了 夜临也没有问 弟弟 听说你今天又给别人打架了 你怎么知道 夜临知道 李染是不会和他说的 那夜临就奇怪了 是谁告诉夜琪的 这还用别人说 我刚进大院 就听大家说你被公安 给送了回来 公安为什么送你回来 肯定是给别人打架了 哦 夜临摸了摸鼻子 夜临夜琪是这样知道的 快去洗手吃饭 就在这个时候 李染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哦 知道了 两个人去自来水管那边 把手洗了 然后就进了屋 而这个时候 李染已经把饭菜摆好 有中午吃剩下的排骨 还有一个鸡蛋炒西红柿 快点吃吧 吃完看看书去 后天就开学了 李染把馒头递给他们两个说着 我姐去看书 我就算了吧 有这时间 还不如多睡一会 现在已经过了立秋 虽然天还有点热 但是给夏天比 那可是差远了 特别是早上和晚上 一点都不热 正适合睡觉 第39章 21块8毛8 你这臭小子 你就不能看看书吗 李染无语地说着 对于夜临不喜欢学习这件事 李染很无奈 自己这个儿子 什么都好 就是不爱学习 你让他看回书 还不如打他一顿 妈 我弟没书看了 夜琪这时候接了一句 多嘴 夜灵瞪了一眼夜琪 怎么回事啊 李染看着夜灵 今天可是刚领的新书 怎么可能没书看了 李染马上想到 夜灵把书撕了 可是想想又不对 自己这个儿子不爱学习 是不爱学习 但是对书很爱习 从他第一天上学到现在 每一本书都放得好好的 可以说是他见过 最爱习书的孩子 妈 没怎么回事 我给送人了 送人了 李染冷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站起来指着夜灵骂道 你个臭小子 新书怎么能送人 李染真是气坏了 自己这个儿子 不爱学习他知道 而且这么多年已经习惯 可是他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出格的事 今天刚发的新书 他竟然送人了 你让他怎么可能不生气 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 新书旧书在我手里都一样 反正我也不看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给有需要的人 你 李染不知道怎么说自己这个儿子了 因为夜灵说的没错 不要说新书旧书 有没有书对夜灵来说都一样 行了行了 快吃饭吧 大不了回头 您帮我找一套旧书 听到儿子这么说 李染想了想 也只能这样了 别人或许找不到 但是李染想找一套旧书 还是很简单的 这也是夜灵为什么 把书送给翟影的原因 当天夜里 夜灵再次来到空间 首先去树下看了一眼 罐头瓶里 已经有小半罐头瓶蜂蜜了 这是一个一斤装的罐头瓶 最多再有一天 估计就能装满 看来明天夜灵再进来的时候 要带个罐头瓶进来 当然 如果能弄得檀进来就更好了 那样的话 可以把檀放到储藏室 把结好的蜂蜜放进檀里 这样就不用经常找罐头瓶了 然后夜灵来到地里 红薯已经成熟 夜灵挥了挥手 红薯秧全部进了猪圈的石槽了 红薯也有四分之一进了石槽 剩下的四分之二进入储藏室 四分之一进入鸡鸭石槽 当然 在进入鸡鸭石槽的时候 夜灵已经把这些红薯给粉碎 要不然鸡鸭也没有办法吃啊 鸡还可以啄 但是鸭子就没有办法了 弄完这些以后 夜灵又把流出来的那些红薯秧 给分成一段一段 然后插在地里 红薯从栽种到成熟 在空间里只需要一百天 也就是外界四天时间 比小麦少了一天 把红薯秧插好 夜灵就离开了空间 然后开始睡觉 因为明天还有事情要做 第二天早上吃完饭 李染去学校去了 家里就剩下叶琪和叶琳两个人 叶琳给叶琪打了一个招呼就出去了 对于叶琳 叶琪可管不着她 来到街口 看到一个灯板车趴活的 叶琳就走了过去 叔叔您好 我想问一下 您这拉活一天能赚多少钱 小朋友 你问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 就是问问 听到叶琳这么说 中年人笑了笑说道 怎么 你家也有人想干这个 在这个年代 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让干 比如这灯板车拉活的 比如说扛大包的 这都属于力气活 个人同样可以做 也就是说 只要你不顾人 就自己一个人干 还是可以的 没有没有 叶琳摇了摇头说道 我就是问问 如果方便的话 告诉我一下 这样啊 那行 我告诉你 干我们这个的 都是力气活 一天也赚不了多少钱 活少的时候 一天赚的快把钱 当然 活多的话 一天赚上两三块也没问题 就怕雨雪天气 如果碰到雨雪天气 一连好几天都不开张 按照这位大叔说的 一个月下来 差不多也能赚个四五十 这比上班要赚的多 但是不稳定 还有就是 这虽然比上班赚的多 但干这活累啊 知道了价格以后 叶琳说道 大叔 您帮我干一天活吧 一天我给您五块钱 五 五块钱 叶琳的话 把中年人吓了一跳 估计他还没有干过 一天赚五块钱的活吧 不过看了一眼叶琳 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已 中年人摇了摇头 说道 小朋友 是你家大人 让你过来找我的吗 不是 是我自己干活 您放心 钱不会少了您的 另外 您也不需要担心 我给不起您钱 叶琳说完 拿出一张五块的票子 在这个年代 五块的就是大票了 现在使用的人民币是第二套 从五五年三月开始使用 一共是二十一块八毛八分 最大面值是十块 然后是五块 三块 两块 一块 五毛 二毛 一毛 五分 二分和一分 第二套人民币只使用了七年 到六二年的时候就要收回 然后是第三套人民币 第三套人民币和第二套人民币 基本上差不多 就少了一个三块 变成十八块八毛八 你让我干什么活 走吧 到了您就知道了 那行 虽然不知道叶琳要干什么 但是干什么不是干活 只要不违法乱计 只是出力气 中年人绝对二话不说 中年人推着板车 跟着叶琳 很快来到放破烂的院子 叶琳过去打开门 让中年人把板车推进去 说道 大叔 就这些东西 麻烦您帮我装到板车上 然后和我一起 去收购站给卖了 啊 就这个 对就这个 您看干不干 干 为什么不干 中年人在外面干一天 那活可比这个重多了 而且撑死了一天赚三块钱 可是赚三块钱的话 能轻松得了吗 当然轻松不了 而这个呢 只是帮忙去卖一下破烂 就给五块钱 这太轻松了 那行 那您装车吧 咱们先把废铁给卖了 好嘞 我这就装 你离远一点 别碰着你 第四十章 开学第一天 用了一个上午加半下午的时间 叶琳算是把院子里的破烂给 清理完了 还好你收购站不是太远 要不然 估计一天也弄不完 这可是跑了八九趟啊 大叔 这是最后一趟了 卖完我就把钱给你 你也累了一天 可以回去休息一下了 听到叶琳这么说 大叔摇了摇头说道 这算什么累一天啊 这么说吧 今天是我最轻松的一天 大叔的话让叶琳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今天干了这么多活 大叔既然说是最轻松的一天 那他天天要干多少活啊 估计也是看出叶琳的疑惑了 大叔说道 今天跑的烫数虽然多 但这活比较轻 不像别的活 虽然跑的烫数少 但一烫就累个半死 啊 原来是这样 叶琳好像明白了 今天大叔给他拉废品 跑的烫数是多 但是这些都不是重活 就算是装铁重了一点 但重了可以少拿点 可是大叔在外面干活 那都是整体的 根本不可能分开装 当然会很累 其实已经习惯了 没办法 家里还有人等着要吃饭 是啊 都不容易 这样大叔 如果我下次还需要板车的话 我还去路口找您 行啊 那太好了 来到收购站 看到叶琳又过来了 收购站经理过来说道 怎么还要啊 最后一趟 行 经理点了点头 然后对一名年轻人说道 赶紧给卸了过棒 最后一车是纸壳子 别看一大板车 其实不值钱 当然 这只是对叶琳来说 对别人那就不一样了 虽然是纸壳子 但是这一大板车 也值二十几块 过棒很快 十几分钟就完事了 经理看了一下重量 开了一张票 就让叶琳拿票去找会计去了 这收购站是国营的 就算是经理 也不能接触钱 阿姨 我又来了 来到会计室 叶琳对一名中年妇女说 是你这小家伙 今天可是来得够勤的 是啊 不过也就今天 估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能过来了 哦 为什么 因为我还要上学呀 对对对 看我这脑子 你还是正在上学的年龄 中年妇女拍了拍脑袋 对叶琳说道 把票给我吧 我给你结账 嗯 阿姨 能不能还给我三块的呀 中年妇女把票接过去 看了一眼 然后问叶琳 你要那么多三块的干什么 我喜欢三块的 那行 都给你三块的 三块的纸币 在后世很少能看到 就算是第一套 在后世 叶琳都见过很多 但是这个三块的 也是叶琳来到 这个年代以后才见到的 这一车纸壳子 卖了23块7毛3分 因为是国营单位 根本没有零头抹掉这一说 会计给了叶琳 七张三块的 一张两块的 另外还有一张五毛 一张两毛 和三个一分的硬币 谢谢阿姨 不客气 那阿姨我先走了 下次来卖破烂再见 嗯 好好学习 知道 让叶琳好好学习 那不是打她的脸吗 开玩笑 这绝对不可能 但是叶琳能怎么办 人家又不知道 从会计室出来以后 叶琳又给经理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就和登板车的大叔离开了 来到收购站外面 叶琳把五块钱递给大叔说道 大叔 钱给你 你回去休息吧 那我就拿着了 大叔没有矫情 因为根本没有必要 干活拿钱 天经地义 拿着吧 要不要我给你送回去 拿到钱以后 大叔问叶琳 不用了 又没有多远 我走回去就行 那好吧 那我就走了 大叔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五块钱对于叶琳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对大叔来说 这五块钱够他们家一个人一个半月的生活费 如果紧一点 够两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在大叔走了以后 叶琳也回家了 明天就开学了 怎么着也要回去准备一下 就像黎染说的 你可以不学 也可以在班里睡觉 但是学校必须要去 叶琳知道黎染怎么想的 不就是不想让她当文盲吗 在这个年代 初中毕业就不算文盲 而黎染刚好有这个能力 让叶琳把初中上完 第二天早上 一家人起了一个大早 今天可是正式开学的日子 不但叶琳夜七要去上学 黎染也要去给初中上课 所以都起来的比较早 妈 这才几点啊 叶琳揉着眼睛从房间里出来 你个臭小子 今天可是第一天开学 去早点没错 黎染一边把饭菜摆在桌子上 一边对叶琳说着 您去早点就行了 干嘛要拉着我和姐姐啊 叶琳和叶琪是小学 上课时间是八点半 而这个点最多不到七点 离上课还有将近两个小时 就算是除去吃饭时间 那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 哪那么多废话 快点去刷牙洗脸 哦 看到黎染要发火 叶琳只能老老实实的去刷牙洗脸 没办法 虽然黎染不会打她 但是可以限制她 叶琳最怕的就是这个 如果黎染限制她星期天不能出门 那她还怎么做生意 空间里那些东西怎么卖出去 她又怎么去赚钱 对了妈 昨天晚上您去学自行车学会了吗 昨天晚上吃完饭 黎染就推着自行车出去了 当然是去练自行车 就是不知道练得怎么样了 哪有那么容易 没关系 晚上接着练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学会了 黎染是个大人 骑的又是女士自行车 根本不需要像小孩子那样去学 直接骑上 然后蹬 这样练得很快 估计最多两三天就可以学会 嗯 估计今天晚上就能学会 昨天我已经可以骑几步了 太好了 等您学会以后 就可以带着我和姐姐去上学了 听到叶琳这么说 黎染给了她一个白眼说道 想得美 我告诉你 就算是学会了 也不带你去上学 嗯 妈 为什么 你个臭小子还说你 谁让你买女士车的 前面连大杠都没有 就后面一个座 怎么带你们俩 嗯 叶琳挠了挠头 还真是怎么回事 她当时买的时候 是想着黎染不会骑车 如果从新学的话 女士自行车比较好学 把可以带几个人这件事给忘了 没关系妈 我和姐姐走路去上学也行 再说了 您刚学自行车 就算是学会 刚开始骑的时候 也不是很稳 还是不要带人比较好 也对 黎染点了点头 算是认同了叶琳说的 吃完饭以后 黎染先走了 叶琳和叶琪 把家里收拾了一下 也上学去了 只有不到五百米 根本不需要赶时间 弟弟 你小女朋友在等你 走到李廷家大院门口 叶琪捅了捅叶琳的腰说 啊 姐 你什么时候也这么八卦了 什么小女朋友 叶琳虽然嘴上这么说 不过还是迎了过去 说道 在等我啊 谁等你啊 我等叶琪 啊 叶琳愣了一下 摸了摸鼻子 看到叶琳这个样子 李廷笑了笑过去 拉着叶琪的胳膊说道 你们怎么出来这么晚 我都等了有一会了 其实你不用等我们的 可以先去学校 如果说叶琳家离学校近 那么李廷家离学校就更近了 要知道 李廷家在叶琳家和学校的中间 如果不是房子挡着 从李廷家一眼 就可以看到学校 开学第一天 上午也没有什么课 主要是进行大扫除 不过这些和叶琳没有关系 进了班级以后 叶琳随便找了个位置就坐下来 然后趴在桌子上睡觉 至于大扫除 那是别人的事 叶琳 你不干活 能不能挪一下 别耽误同学打扫 就在叶琳快睡着的时候 一个声音在叶琳耳边响起 叶琳抬头看了一眼 是班长 说道 别打扰我睡觉 你 班长叫刘敏 一个长得还可以的女生 至于说学习 当然是这个班最好的 可是一个垃圾班 就算是学习再好 那也是垃圾 刚才刘敏正在给大家分配任务 一名打扫班级的学生找到她 说叶琳在班里睡觉 让她根本没办法打扫 这不 刘敏就过来了 只是没想到 叶琳根本就不给她面子 这个年代 小学是不换班级的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都是在一个班 就连老师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 老师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 学生基本上也不会变化 除非谁学习好了 调到好班 或者好班的学生学习差了 调到差班 行了 该干嘛干嘛去 别打扰我睡觉 叶琳给赶苍蝇似的挥了挥手 你 班长留米你了半天 说出一句 我告诉老师去 爱告不告 说完叶琳又趴到桌子上